机器警察,自主化的警务服务。 警务自动化早已经在进行之中。 由创业公司Prep Pro开发的犯罪预测软件目前正在全美超过40家执法机构中使用。 这家初创企业声称,他们的人工智能可以预测某些特定的犯罪行为最有可能在一座城市的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出现, 其预测的精确度可以定位到一个500英尺乘500英尺的方形区域内。 我们首先需要拿到三、十年间的犯罪数据,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算法具体运算在信息中出现的相关点。 Prep Pro这样描述道,长期和短期的趋势, 重复发生的事件以及环境的因素都会被考虑在内。 四、Prep Pro相信,他们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帮助警察部门更好地利用手上的资源, 并降低犯罪率。 我们发现,这个模型在预测某些犯罪行为可能会出现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时候时, 具有不可思议的准确性。 圣克鲁斯警察局的副局长史蒂夫·克拉克·斯蒂夫·克拉克这样说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很可能拥有了某种非常厉害的东西。 五、人工智能还影响了法官给出刑期的方式。 2013年2月,警方发现埃里克·鲁米斯·埃里克·鲁米斯曾经驾驶过一辆在一起枪击案中被使用的汽车。 被捕后,他承认自己曾经逃避过一名警官的问讯。 在给他判刑的时候,一名法官不仅看了他的犯罪记录, 还参照了被称为Compass的算法软件给出的分数。 这个部分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预测, 鲁米斯很有可能还会犯下更多的罪行, 所以他被判处了六年监禁。 恐怕菲利普·K·迪克·菲勒·K·蒂克等少数派报告 Minority Report这部于200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中的情节正在成为现实。 问题是这些系统还并不完美。 早在2016年, ProPublic新闻网站就曾经报道过Compass存在种族偏见。 因为这款软件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黑人被告再次犯罪的风险要比他们自己声称的高很多, 而白人被告再次犯罪的风险却比实际低很多。 这种偏见源于最初输入给深度学习算法的数据。 在知道了这些系统会多么容易犯错后, 难道我们真的想让人工智能来设定保释金, 决定具体的刑期, 甚至帮助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吗? 你如果是那个正在被判刑的人, 很可能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 不仅在法庭上, 而且在大街上, 人工智能的自动化也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创业公司Netscope设计并制造了可以完全自主化的安保机器人, 他们的第四代型号看上去就像是被安装在轮子上的追头型机器人。 他上面安装了多个传感器, 他如果探测到了某些可疑的事情正在发生, 就会马上向身旁的保安或者警察发出警告, 但是目前他还没有能力独自逮捕罪犯。 我用停在街角的警车来打个比方, 在科尔伯供应链公司负责机器人业务的副总裁约翰, 桑塔盖特, John Santagate, 这样解释道, 集电没有人在那样警车里, 警车周边的人群也会主动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 六, 威慑很可能是Netscope的产品能够带来的最大好处, 但是这些安保机器人还可以搜集大量的信息。 这些机器人可以通过扫描WiFi, 无线网络, 信号来识别周围的智能手机, 以及与这些手机的主人有关的信息。 这些数据可以被用来识别和追踪一些不受欢迎的个体。 警察现在还在使用无人机来绘制城市地图, 监控交通流量, 追捕犯罪嫌疑人, 从空中调查犯罪现场, 甚至对事故进行3D重构。 无人机可以进行人工操控, 但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是自主控制的。 这些飞行的机器人已经在帮助警方执行各种搜救任务, 做出应急救灾的反应, 以及向飓风和地震的受灾者提供救援。 你完全可以想象, 当你把地面和空中的机器人组合在一起后, 你所拥有的对大型公共事件进行管理的潜力, 比如管理摇轨音乐会, 监督抗议活动, 以及控制骚乱等。 警用无人机甚至可以用于捕获其他未经授权使用的无人机, 并使他们迫降。 除了警用无人机, 福特公司还正在开发完全自主化的警用车辆。 在这些警车上会安装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它们不但能在高速公路上进行追逐, 还可以向没法停放的车辆开出罚单。 当下, 我们最主要的兴趣在于, 如何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中用机器人来代替人, 这样你就可以在一些类似的场景中安全地搜集有关信息了。 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的副总裁迈克尔佩里, Michael Perry这样说道, 波士顿动力公司正是那家开发了Squad机器狗的公司。 人工智能变得越复杂, 我们要求机器人做的事情就会越多。 最初, 这些机器人可能只是追踪罪犯, 或者在警官到来前控制住罪犯。 然而,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允许这些机器人采取致命的行动。 想象一个罪犯或者恐怖分子的手上有人制的场景, 此时警方可能会选择派遣一个机器人, 而不是一名警官入内。 或者如果机器人是第一个到达自杀式炸弹袭击现场, 或者大规模枪击事件现场的警方力量, 那么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他应该就地带领并等待警官到来, 还是应该直接采取行动? 2016年, 达拉斯警方利用一个装有爆炸物的拆弹机器人, 杀死了一个已经谋杀了五个人的狙击手。 这是第一次非军用的机器人被用于杀人。 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法律和法规来设定一条基本的底线, 以确保这些系统在政府的手里不会被错误的利用或者滥用。 美国民权同盟的凯德·克罗克福德·Kate Crawford这样说道, 而且仅仅有服务性条款的协议是完全不够的。 我们部署的机器人越多, 发生这一类事情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深度自动化意味着由人类担任警官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将是越来越多的智能机器。 终有一天, 我们很可能会感到, 在必要的情况下让这些机器使用致命的武力是完全合理的。 可能给出的理由是, 在这些机器的背后, 人工智能已经比人类更加精确和更加可靠。 这并不难以想象, 当人类处于某种紧张的情形中时, 恐惧就会渗入人体, 它们的肾上腺素会开始激增, 此时即便是最训练游素的警官也有可能会犯错。 机器不会有这种生物学上的缺陷, 而且在有了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工智能后, 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的警察暴力事件也会极大的减少。 如果我们知道, 与人类相比, 未来的机器人几乎不太可能会出现反应过度的情况, 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 而且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 那么难道我们不该使用这些机器人吗? 这个问题肯定会在世界各地引发争议, 而且不同的国家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被用于自动化执法以及改善执法。 而且不是只有机器人, 机器人将只是一个完整的警务系统的延伸, 在这个警务系统中还将包括每一台闭路电视摄像头、 麦克风、 智能设备以及在警务网络中使用的计算机数据库。 当一个人工智能想要做出一项决定时, 他会首先从海量的数据源中获取数据, 然后进行编译, 分析并判断下一步该干什么。 在逮捕一个犯罪嫌疑人时, 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协调数十个不同的机器人 以及上百台不同的智能设备。 我们希望绝大多数未来的机器人,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都是不会置人于死地的。 它们可以被设计成利用机械地、 橡胶加、 网以及其他方式来制服它们眼前的对象, 同时不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 如果我们批准它们使用致命武器, 那么它们也只应待在最极端的情形下, 比如在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或者恐怖袭击的时候, 才能够被投入使用。 通过这样的方式, 警务工作或许会变得更加自动化和更加安全。 然而我们不希望发生的是, 这些机器人会落在一些坏人的手中, 而它们可能会利用这些机器人来做一些你无法预料的事。 如果我们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紧用机器人, 那么或许有一天, 我们会更喜欢使用机器人而不是人类。 等到了那一天, 我们可能会完全取消人类在大街上巡逻。 虽然这种做法会令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但如果考虑到将来, 我们会习惯于每天与机器人打交道, 那么我们就绝不会再害怕这些机器。 相反, 我们可能会更关心统计数据。 如果在那些依赖人工智能与机器警察的城市里, 犯罪率和死亡率都在大幅下降, 那么使用机器人而不是人类就应该是完全合理的。 监控的国度, 人工智能正在监视着你。 在用算法实现世界的自动化后, 我们不但会有机器人警察, 而且监控技术还会在我们的安全和商业中发挥核心作用。 例如, 一家日本的创业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能够预测犯罪意图的人工智能摄像头。 这家公司声称, 使用了他们软件的商店在试用期间盗窃损失率下降了77。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如果你是这家商店的老板的话。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估计, 每年商店因盗窃和欺诈导致的损失已经超过了500亿美元。 显然, 这款软件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如果这款软件越界又会如何呢? 很多关心公民权利的人开始担心, 人工智能是否会基于某种统计相关性, 比如人们在商店里四处闲逛的方式, 他们身上穿的衣物类型, 或者在他们的身上是否有纹身等来标记他认为有嫌疑的人,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很不愉快的结果。 如果你每次进入一家商店, 一个人工智能设备就会基于统计相关性来提醒这家店的店员, 你可能会在商店里进行盗窃, 此时你又会做何改想呢? 这种做法可能会降低店内发生盗窃的可能性, 但同样会让某些群体的人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 很多商业化的人脸分析程序都表现出了对性别和皮肤颜色的偏见。 想要完全从人工智能中移除这些偏见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偏见都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 甚至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人工智能本身也可能会被负面的社会行为和价值框架塑造, 导致出现各种负面的行为。 商店雇员也可能会基于人工智能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而变得对某些类型的人更有敌意。 反过来, 这些类型的人也可能会通过展开针对这些商店的犯罪来进行报复。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人工智能可能会以让某些低端客户被歧视为代价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想象一下, 每当人工智能判断有高价值的客户进入商店, 并立刻提醒该店的员工进行区别对待时会发生什么? 毫无疑问, 这个社会将因此形成一种等级分明的体系, 而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数字化的种性系统。 另外, 基于隐藏在公司服务器上的专有数据, 这些店员实际上每天都在具体的实践与等级相关的偏袒和歧视。 决定你这个人在那些服务器上的数据会被划分为哪一个等级的因素, 不仅有你的外表, 还有你说了些什么。 利用摄像机和麦克风, 当你走过一家商店时,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监控你和朋友之间的私人对话 来为你建立一份个人档案, 而这些数据可能会被用来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 例如, 如果人工智能判断出你对某些东西感到迷惑, 它很可能会提醒店员来为你提供帮助。 另外, 它或许还会利用这些数据来了解你的购买天号。 与此同时, 当你意识到你在商店里闲逛的时候, 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并被分析时, 这就已经不再是一件让人感到愉快的事。 即便在上述过程中没有人类参与, 相关的数据仍然会被存储在某个地方, 并很有可能最后被卖给第三方。 这样的事情对如今的在线数据来讲, 可以说一直都在发生, 而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确切地知道 这些信息是不是完全匿名的。 你所说的话, 很有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的数据库里 与你的身份发生关联, 而对此你可能完全无能为力, 因为你或许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 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些数据被卖给了谁, 或者第三方在拿到了我们的数据后又会做些什么。 另外, 围绕着数据匿名的方式还有很多担忧。 有时候, 人们会想用现金去零售店购买某些特别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然而, 如果商店用闭路电视来记录每一个人的行为, 这种想法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当你去购物的时候, 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和特权 现在正在不断消失。 不仅仅在商店内我们会受到监控, 在路上也同样如此。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市中, 人们将机器视觉融入了路边的摄像头中, 用于捕捉那些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的人。 人工智能会自动标记那些司机, 然后向他们发出警告信息。 现在, 还有一些闭路电视摄像头可以通过拨打你的手机来跟你进行交流。 在公园里, 这一类的摄像头可能会警告你必须沿着人行小道行走, 或者在工作中他们会提醒你绝不要偷懒。 事实上, 今天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监控, 而且随着深度自动化的不断发展, 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 想象一个机器人无所不在的世界, 他们不但会出现在街上, 在家里, 在学校里, 还会出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中。 他们会利用传感器记录下他们周围的一切, 而这些数据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 有很多人会想要拥有这些数据, 利用这些数据, 并销售这些数据。 在英国, 平均每十个公民就可以分到一个监控摄像头。 但在中国, 对于地录电视摄像头的数量目前有很多种不同的估计, 分析人士相信在未来的十年中, 中国很有可能平均每两个人就可以分到一个摄像头。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们的未来都会如此呢? 会不会有一天在公共场所, 摄像头的数量会多于人的数量呢? 摄像头并不是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 像Shotspotter这样的创业公司正在利用户外的麦克风来定位枪击案发生的位置, 并以此向警方发出警报。 他们声称, 这缩短了警方的反应时间, 同时向警方提供了他们破案所需要的数据。 因为利用这种方式, 警方还能够从录音中判断现场有多少个枪手, 以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武器。 目前, 他们的麦克风已经部署在全美超过100个城市中, 但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进行录音, 或者会录下什么样的内容。 在欧洲, 创业公司Pasant正在部署配备有麦克风的智能围栏, 这种围栏不但能分辨出意外的碰撞, 暴风与天气, 还能分辨出是否有人正在攀爬围栏等各种不同的场景。 警务工作将会变得越来越依赖技术, 然而当下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改变了。 荷兰技术, 安全和保障研究所主任李昂, 福维尔, 这样表示道, 但是一旦我们能够向他们证明, 这种做法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轻松, 而且街道也会变得更安全, 我相信他们会改变想法的。 八, 如果你认为利用部署在整个城市内的麦克风来倾听你的对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么或许你应该先来倾听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想要实现的梦想, 这是一种能够基于你的嗓音来判断你的长相的人工智能。 在分析了一小段某人的语音片段后, 机器学习算法重构出了那个人的长相。 虽然这项技术还并不完美, 但他确实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如果这还不足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麻省理工学院又向前更进了一步, 他们推出了一种能够隔墙看到你的身体的技术。 利用一种能够分析从人体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的神经网络, 他们的系统已经可以探测和追踪一个人在一堵墙的后面走路, 坐下或者移动等动作。 对执法机构、军队以及任何想要监视别人的人来讲, 这项技术会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谈到对人的监控, 杭州市第十一中学安装了三台闭录电视摄像头, 用来对他自己的学生进行监控。 这个系统可以分辨出七种不同的脸部表情, 包括中性、高兴、难过、愤怒、害怕、反感以及惊讶。 其目的是判断学生是否专注于他们的课程, 如果没有,系统就会提醒上课的老师。 以前在上午不喜欢的课的时候, 我会偷懒,可能会在书桌上打个短, 或者翻看其他的课本。 其中一位学生这样说道, 自从教室装了这个系统, 平时总觉得有无形的眼睛盯着我, 上课都不敢开小差了。 这肯定会让他们失去一些作为年轻人的乐趣, 就好像有一个家长站在那里, 始终紧盯着他们, 绝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人有机会随地涂口水, 或者哪怕瞌睡几秒钟的时间。 这就像上课的老师有了一个助手一样, 他可以改善教学的质量。 该校的校长尼紫园这样表示道, 有人说这侵犯了学生的隐私, 但是他只记录学生的身体动作, 而不是拍摄他们在课堂上的行为。 那些专心上课的学生会获得一个的标记, 而那些上课开小差的学生会获得一个的标记。 九, 同样的技术很有可能还会被用在你所在城市的工厂车间, 呼叫中心, 零售店铺以及办公室内。 对你来讲, 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但对我来讲, 我需要时不时地放松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休息, 你所承受的压力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而且我还担心那些学生会开始出现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 布洛克, 齐泽姆, 布洛克·齐泽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 他曾经就长期地监控对人的身心的影响进行过广泛的研究。 他发现这种影响取之人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受到监控, 以及他们认为这种监控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每天焦虑都会不断积累, 我们知道监控就在那里, 但是我们会忽略它, 而且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的内心有多么紧张, 直到监控不再进行下去。 齐泽姆这样说道, 对那些焦虑层次很低, 但因背景而引发的焦虑每天都会积累的人来讲, 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会有更多的困难, 会与其他人发生更多的争执, 而且他们还会更加警醒, 并始终在周围寻找可能存在的威胁。 10. 按照个体以及监控类型的不同, 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可以从轻度焦虑到严重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以及抑郁症, 而伴随着这些与压力有关的状况, 还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疾病。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 监控并不是一种温和的技术, 如果使用不当, 它可以对我们的幸福和健康造成直接影响。 Kortica是一家以色列的创业公司, 它正在整个印度推广其基于人工智能的可用于打击犯罪的系统。 利用从闭露电视摄像头获得的数据, 它会分析各种异常的行为, 并在某些人有可能成为罪犯前就锁定那些人。 基于一种军用的筛查系统, 他们的软件可以通过解码细微的表情, 比如肌肉的抽搐, 脸部的运动, 姿态, 步伐以及其他的肢体运动来分辨恐怖分子。 在中国, 警察常常会佩戴内置脸部识别功能的智能眼镜。 警官可以在人群中通过抓拍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并立刻将其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比对, 来识别犯罪嫌疑人。 创业公司商汤科技已经在全中国部署了其脸部识别软件, 现在这家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 在拥有了一个由超过6000个高性能图像处理单元组成的超级计算平台, 并且可以访问数一张不同脸部的数据后, 他们的平台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识别出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 商汤科技现在正在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从社交网络APP, 到医疗服务等各个领域。 一旦你针对脸部识别优化了人工神经网络, 它甚至可以在一部手机上实时运行。 商汤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林达华这样说的。 11.创业公司IC Realtime正在使获取监控数据变得更加容易。 他们的APP运行在谷歌云上, 并且能够在几乎任何闭录电视系统中搜索视频。 用户可以自己下载, 然后支付每月最低7美元的费用就可以开始搜索各种视频了。 让我们假设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而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I see Realtime的See you, 马特, 塞勒, Not sailor, 这样说道, 但案发后不久现场刚好有一辆木马人吉普在向东即驶。 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搜索这辆木马人吉普, 而且很快你就能找到这辆车了。 十二, 这类技术将使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搜索到大量的视频数据。 在将来, 如果有人想要找出你曾经去过哪里以及都干了些什么, 他所要做的就是在电脑上输入你的名字。 但如果这类技术落在了坏人的手里, 事情很可能就会像电视连续剧《黑镜》所描述的那样。 即便这种技术只用于打击犯罪, 它仍然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我们希望人们不仅是自由的, 而且能够感受到自由。 而这意味着他们无需担心一个位置的, 看不见的观众会如何来解读或者误解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言词, 美国民权同盟的分析师杰伊, 斯坦利, J. 斯特利, 这样说道, 令人担忧的是, 人们会开始不断审视自己, 担心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误解, 并因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要不了多久, 这些深度学习算法, 就能够针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 例如, 利用闭路电视摄像头和我们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的数据, 当我们沿着一条大街向前行走的时候, 某种算法就能够预测出我们会去哪里, 将和谁见面, 我们可能会做什么, 以及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 如果你把这项技术与越来越小的摄像头结合在一起, 目前最小的摄像头只有一粒沙子大小, 那么我们所有人很快就会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 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吗? 在我们仅剩下的那边, 隐私也荡然无存之前, 这正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回答的问题。 可怕的是, 随着数百亿个不同的智能设备被批量部署在我们的办公室、 家庭、大街以及公园, 这种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要不了多久, 你想要找到一个能确保你不会被监控, 分析以及分类的场所将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有希望。 虽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少数人拥有强大的资源, 可以监控大多数人, 但大众同样可以反向监控这些少数人, 从而约束可能会出现的对于这种权力的滥用。 被业界公认为可穿戴计算之父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史蒂夫, 万把后面这种现象称为反向监控或者现场记录。 当普通民众利用各种技术, 比如智能手机, 增强现实设备以及可穿戴的摄像头来记录他们周围的世界时, 这种现象就会出现。 另外, 当旁观者利用他们的手机摄像头来记录警察的暴行, 或者当各种运动的激进分子利用智能设备来估算参与抗议的人数, 并记录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发生。 在一个每个人的手里都有智能设备的世界里, 对于如今已经随处可见的监控设备, 反向监控力量的存在可以被看作一种健康的平衡。 人工智能算命师, 预测机器。 智能要比这颗行星上的其他任何物种都更善于对可能的未来场景进行建模和预测。 但是现在, 我们的智能机器已经在这方面让我们显得像黑猩猩一样落后。 人工智能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已经远超我们, 这意味着计算机所具有的预判未来并推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的能力, 将会颠覆整个行业并重塑我们的生活。 利用其所拥有的海量数据, 亚马逊正在将业务的每一个方面都通过算法来实现自动化, 其中就包括预测人们会购买什么。 例如, 亚马逊已经能够用统计模型来预测下周二在芝加哥能够卖出多少激烈的刀片, 从而预先安排相关产品的发货。 这也是为什么亚马逊能够避免隔夜运输成本, 并将省下的钱回馈给他的客户, 而他的客户通常也希望能够在第二天就收到货。 当然, 这种方法也只对大批量的产品有效, 量越大, 他所做出的预测就会越精确。 亚马逊的最终使命是在客户还不知道他们需要这款产品前就把产品销售给他们。 亚马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这一切又需要回到数据上。 利用智能设备, 比如语音助手Alexa, 以及来自线上和线下的购物数据, 亚马逊正在对每一个个体的购物习惯进行学习和建模。 一旦亚马逊有了足够的数据,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在人们下订单前就将产品发给他们。 想象一下, 你收到了一个来自亚马逊的包裹, 打开包裹后发现里面恰好就是你想要下单的产品。 如果你不想要其中的某些产品, 你还可以免费把它们再退回去。 只要它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变得足够精确, 而且有利可图, 那么亚马逊就会具备这样做的能力。 在准备过程中, 亚马逊需要将它的整个供应链, 从仓库到送货上门的整个过程, 都实现自动化。 运输的成本越低, 它能够承受的退货也就会越多。 而为了能做到这一点, 它需要将人力成本从整个循环中踢出出去。 或许有一天, 亚马逊的仓库、送货车 以及在这两者间的所有流程 都会实现自动化。 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 客户拒绝订单的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而亚马逊也就可以开始着手 在收到订单前就安排发货了。 换句话说, 通过让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实现自动化, 亚马逊希望可以将购买决策 从购买的过程中踢出出去。 如果它的客户不再购买某些产品, 他们就不会在网上搜寻最便宜的价格, 也不会再访问竞争商店的网页了。 从长远来看, 这种做法可以为亚马逊带来不可思议的利润, 同时还节省了客户的时间 以及访问其他商店的麻烦。 谷歌旗下的DeepMind, 深度思考公司, 已经开发出了一款软件, 可以无需抽血或者进行其他必要的化验, 仅利用视网膜的图像就能够日测 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的可能性。 要不了多久, 很可能就会出现一种可穿戴设备, 它可以告诉你应该在某一天去医院, 因为你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周时间里 心脏病发作, 或者你应该在接下来的24小时的时间里 服用某种药物以避免中风。 我们的深度学习算法, 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使用了来自284、335个病人的数据, 这使我们能够以令人惊叹的精确性 通过视网膜图像 预测出来自两个独立数据级的病人 患病的风险因素。 正在领导谷歌进行这方面投入的 医学博士莉莉·彭·Lily Penn 这样说的。 13. DeepMind还开发出了一种算法, 这种算法可以在大多数相关的症状 被医生发现的48小时之前 就预测出某一个病人 是否有可能出现致命的肾损伤。 谷歌的研究人员声称 这种算法的精确度已经达到了90。 在有了这项技术后, 医生将不用再猜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是直接开始准备 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医院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来预先做出安排, 比如谁应该在某一天值班, 以及在一周中 每天应该安排多少张床位, 从而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来拯救更多的生命。 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惊讶, 但是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 查看你的心脏检查结果 来预测你在今后一年内 死亡的可能性。 这些检查结果对医生来讲 可能看上去很正常, 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判断出 哪个地方是否出现了问题。 在学习了177万份不同的 心电图检查结果后, 由盖辛格健康系统公司 Bassinger开发的深度学习算法 现在已经能够在 心电图的模式改变中 发现人类往往会忽视的异常点, 进而提醒当时的主治医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每年有将近80万人自杀。 脸书已经开发了一种 机器学习系统 来预测可能的自杀企图, 一旦脸书上的某个帖子 被标记为 具有潜在的自杀风险, 这个信息就会被发送到 脸书的内容审核团队。 如果该团队认为事情紧急, 他们就会通知执法机构,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 事情变得无法挽回前 进行干预了。 就在去年, 我们已经帮助 全球的紧急救援人员 快速找到了 大约三五百名 需要帮助的人。 马克·扎克伯格这样写道, 十四, 很快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学校和社交网络 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 从学生患上厌食症 和贪食症的可能性, 到某些学生是否 更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 等各种事情发生的概率。 虽然搜集和处理这类数据 可能会存在隐私方面的问题, 但其带来的好处 也是显而易见的。 脸书目前也在利用 预测引擎来最大化 他自己的营业收入。 他曾经开展了一项测试, 询问用户什么样的文章, 视频以及广告 是他们在未来 最有可能去点击的。 接着脸书又要求 他的机器学习算法 来预测用户未来的行为。 那么, 你认为谁会在 大多数的情况下 表现得更正确呢? 是用户自己 还是人工智能? 答案当然是人工智能。 虽然这听上去 会令人感到不安, 但与我们自己相比, 人工智能确实能 更精准地预测 我们将会做什么。 无论我们相信与否, 我们实际上 并不真的很了解自己。 我们或许会认为 自己会选择 点击有趣的科学视频, 但是当可爱的小猫 出现在视频中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 不由自主地选择后者。 深度学习算法观察的是 我们实际会做什么, 而不是我们说 自己会做什么。 利用这样的数据, 它们会比我们 更了解我们自己。 这对于我们的将来 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 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论我们选择在 Netflix上 看什么样的节目, 还是去哪一家餐厅 用晚餐, 我们都将越来越依赖 人工智能 做出的决定。 在有了足够的数据后, 人工智能将使我们 避免观看 糟糕的电影 或者吃到糟糕的食物, 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 再花时间 去阅读各种评论, 并以此来找出 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 想要发现 哪一种产品或服务 最适合我们的需求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没有人想要这样的麻烦, 尤其是如果 人工智能可以做得更好。 但真正可怕的是, 每次在我们使用 这些极其方便的 算法服务后, 我们都会放弃一点 自己的自主权。 最开始的时候, 你这样做 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 如果你能够不浪费 二十分钟的时间来搜寻 一部更好的电影, 这样做又会有什么坏处呢? 但是, 当涉及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一部电影, 而是像食品、 杂货、 小工具、 新闻以及各种媒体等 我们每天都必须消费的东西, 而此时, 如果我们仍然 让人工智能 来代替我们做出决定, 事情又会如何呢? 机器学习算法 会最终代替我们来决定 我们几乎所有的消费习惯吗? 利用人工智能 来实现我们日常生活的自动化 是一个好主意吗? 这对于我们靠自己来做出一些 明智的决定的能力 又意味着什么呢? 请记住, 这些算法或许并没有什么恶意, 它们本来就是被设计来 取悦于我们的。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能让人感到愉快, 我们需要知道, 还是有一些东西 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 另外, 消费者的选择拥有巨大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再主动选择 我们日常需要消费的产品和内容, 并且把决定权交到了算法的手中, 那么对于我们钱包中的金钱的流向, 我们也会逐渐失去影响力。 还有一个问题是 所谓的自主性。 从什么时候起, 我们开始逐渐侵蚀自己的自由意志了呢? 或许有一天, 我们会把生活中所有关键性的决定 都委托给人工智能。 想象一下, 如果你正在为是否应该辞职而烦恼时, 你很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还有更好的工作呢? 新的工作, 我能拿多少薪水? 如果我不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我的职业发展机会有多少? 人工智能或许能够 比你自己更精准地回答这些问题。 大多数人只是不想在 没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 冒险做出这一类的决策, 因为这样的决定 对他们来讲可能实在太重要了。 按照这个逻辑, 需要做出的决定越大, 我们向人工智能咨询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我们如何进行投资, 到我们和谁约会甚至和谁结婚, 这样的情况会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 在投资和约会这两个方面, 早已有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 而且使用这两项服务的人数 也已经高达数百万。 随着这类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们也会越来越深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 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会深刻地融入我们的日常行为, 它会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 将来的某一天, 当我们把某项决策权授权给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 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 很多app会默认使用人工智能来为我们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想使用这些app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它替我们做出的一些选择。 另外, 我们还看到由人工智能驱动的app 正在为我们的新闻推送服务编程, 将我们的照片与朋友分享, 为我们计划各种活动, 并且为收到的短消息准备回复。 有些app还能够帮你接电话, 并且在电话上以你的名义和他人通话。 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把一整天的行程都交给人工智能助理来处理。 无论我们想要决定在周末做什么, 还是在今后的余生中做什么, 都会有一个能够访问海量数据的机器学习算法 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决定是否采纳机器学习算法给出的建议。 我们使用这些算法的次数越多, 它们也就会变得越精确和越强大。 在将来的某一天, 人工智能会派出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去接我们的孩子放学, 并把他们带去上钢琴课。 接着, 人工智能会确保我们的外套已经干洗好, 杂货店的订单也已经没有问题。 按照它给我们安排的活动, 人工智能或许还会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向我们推荐着装。 几乎在任何领域, 我们都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应用, 而且它还可以让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足以让绝大多数人毫无抵抗力地在生活中完全没有顾忌地使用人工智能, 这就像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一样。 这几乎是让人无法抵抗的, 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 如果你仍然是一个强烈反对新技术的旁观者, 那么你要如何与他人竞争, 或者发挥你自己的作用呢? 对大多数人来讲, 拒绝人工智能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行得通的选项。 正如企业必须接受由人工智能推动的自动化, 否则就会面临绝境一样, 我们要么接受人工智能, 要么被时代甩在身后。 换句话说, 人工智能不仅会让我们的产业自动化, 还会让我们的生活自动化。 如果我们将大多数的决策, 无论大小都委托给人工智能的话, 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 我们还会有自由意志吗? 答案既是肯定的, 也是否定的。 我们始终会有自己的选择权, 但我们是否会行使这项权利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 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选择采用人工智能做出的决定, 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 这是因为, 在将来, 人工智能会变得十分强大, 它的判断力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会超越我们自己的判断。 对教育进行重塑, 毫无疑问, 深度自动化还将改变我们的教育。 近年来, 我们已经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在线教育创业公司使学习变得更便宜, 而且更容易获取。 可汉学院, Kong Academy, 率先使用了在线视频来教授数学,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教授从物理学, 化学到历史学的所有科目。 多灵国, Dualingo, 是另一个在线教育平台, 他们正在使用一种类似游戏的系统来教授法语, 德语, 英语以及数十种其他语言, 在这个平台上, 学习者可以通过赚取积分来不断升级, 而且整个学习过程是免费的。 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有超过三一名注册用户, 这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在线学习网站之一。 从JavaScript到Pafa, 代码学院, Cold Academy, 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帮助所有人学习, 如何用各种不同的计算机语言进行编程。 目前这家创业公司已经拥有了超过四五百万名注册用户, 它使很多孩子和成年人无需踏足教室就能够学习编程。 IBM的辩论者项目, Project Debaker, 是第一个被设计用来教学生进行辩论的人工智能系统。 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到全民医疗保健会带来哪些好处, 这个系统的人工智能可以处理众多复杂的话题。 IBM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有说服力的论点, 并做出真正明智的决定。 还有一些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应用程序, 是为了在学校中开展教学而设计的。 这些APP可以让学生们游览古罗马, 体验恐龙时代或者让他们看到亚原子粒子。 学校目前正在使用各种社交软件, 而且像Model和Soology这样的免费增值平台也在激增, 这些平台除了允许教师与学生和家长进行沟通以外, 还可以让他们在一些项目上开展合作, 分享数字材料, 以及协调各种活动。 虽然在线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绝大多数的教室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全世界大多数学生依然在课堂里聆听教师讲课, 并且从黑板上抄写上课的笔记。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只有很少的公立学校有足够的经费来购买最新的硬件和软件。 另外, 学校在采纳新技术和新的教学方法上往往是非常缓慢的, 而这源自学校在事实上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一个抵制变革的官僚体制中。 这个系统非常注重考试成绩, 学校的管理人员根本不会去尝试任何有可能降低其所在学校排名的东西。 如果最终学校只是为了应试而教学, 而不是为了培养学习技能而教学,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耻辱。 标准化考试只能够检测出人的智力的很小一部分,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个学生的想象力, 成为领导者的潜力、情商、口头表达技能、 艺术才能以及其他一系列能够决定一个人真正潜力的关键素质。 标准化课程以及科目设置在工业革命时期还是很有意义的, 它们是扩大教育规模以适应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唯一方法。 在数学、物理或者历史等科目上接受了专业训练的教师会向所有的学生提供相似的课程, 不止家庭作业,并且定期进行考试, 而学生则需要从一个老师的课程转向另一个老师的课程, 就好像他们是在流水线上进行组装的产品。 这是在一个世纪前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结果, 但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 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方法来教育学生。 继续强迫学生花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教室里学习 如何在考试的时候复制和照搬前人的东西, 已经无法让他们为将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了。 相反,我们应该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创造、创新以及相互合作。 在今后的数年时间里,软技能将会比硬技能更有价值。 重要的已经不再是你能否记住一些事实, 而是如何去利用这些事实。 学生需要学会的是如何独立思考、领导团队以及克服困难。 在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未来,理解如何解决棘手的、微妙的问题, 以及如何在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远比记住一些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或者进行心算的能力重要得多。 在一个技术创新正在不断加速的经济体中, 掌握快速辨别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同时轻易地适应新的环境并掌握各种全新系统的个人能力, 将会使一个人对于他未来的雇主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某种真正的价值。 目前我们在教育学生掌握这种个人能力上还做得很差。 当下,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靠自学以及从同龄人身上学到这些东西的, 而这些东西显然要比他们在课堂上能够学到的东西更有价值。 如果你观察那些富有远见的商业领袖, 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终身学习者,而且主要靠自学。 埃隆,马斯克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不列颠百科全书, 并且每天还会花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科幻小说。 比尔,盖茨靠自学学会了编程。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 布林,斯尔格林曾就读于一所非传统类学校, 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所学校专注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以及引导学生建立如何去发现的思维方式。 大多数这些塑造了我们未来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并且现在他们还在不断寻找新的知识来源。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能够大规模重塑教育的技术。 在拥有了机器学习、大数据、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工具后, 通过具体的观测学生如何学习, 掌握知识和变得更有创造力的整个过程, 我们已经处在了调整教育方向的关键节点。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 我们不仅有机会提高学习的质量, 还能降低相关的成本,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并且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与向所有的学生提供相同的课程相比, 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可以针对每一个学生对相关的课程进行自动化和个性化调整。 普通的教师往往只能够设计一对多的课程, 而与这些普通教师不同的是, 人工智能可以在考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爱好后, 让学生自己选择学什么以及如何学。 在当下的大多数课堂里, 教师必须让他们的课程适合学生的平均水准, 这不但让那些更优秀的学生感到很无聊, 而且让那些能力较差的学生不得不想办法拼命赶上去。 此外, 人工智能可以精确地判断出每一个学生已经学会了哪些内容, 他们会跳过那些已经被掌握的部分, 然后再将课程的进度精确地调整到符合每一个学生 在任何一门学科领域内所具有的学习能力上。 一个精心设计的机器学习平台还能够检测出一些学生的学习障碍, 从而适应这些学生的特殊需求, 与他们一起突破极限。 神经网络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被设定为 可以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进行学习,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工智能会逐渐具备为各种类型的学生和场景制作定制化课程的潜力。 与此同时,对于平台上的每一个用户, 人工智能还会持续优化与他们相关的课程。 如果这些机器学习算法还能够与生物反馈, 脑机接口以及其他生物学意义上的数据输入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大脑。 这些机器学习软件甚至有可能弄明白 每一个学生是如何处理相关信息的, 是什么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 以及是哪些做法激发了他们掌握相关知识的能力。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还可以将学习的体验游戏化。 你观察一下现在的小孩, 他们会花费无数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玩一些非常复杂的游戏 并尝试掌握其中的方法。 连社交媒体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游戏, 在这些平台上每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变得更受人欢迎和喜爱。 这是因为游戏可以触发大脑的自然奖励系统, 而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往往会更清楚地知道该如何激励学生克服各种障碍并完成各种重复的任务, 比如挖金子和打怪以积累经验点数等。 最受欢迎的游戏可以让玩家在系统中投入无数的时间和金钱,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做才能够触发大脑的多巴胺中心。 2010年,亨利、蔡斯、Henry Chase和卢克、克拉克、Luke Clark发表了一项研究, 而他们的研究表明, 多巴胺系统实际上与人的快乐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在调节我们追求回报以及避免各种后果的动机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游戏中很多活动不一定要让人感到愉快才能够吸引人。 如果我们采担了这种机制并把它应用于教育, 那么它甚至具有激励表现很差的学生完成每天作业的潜力。 深度学习算法还将受益于网络效应, 与一个机器学习平台进行互动的学生越多, 这个系统也就会变得越聪明。 想象一个能够从数百万名学生中搜集数据的系统, 它能够针对不同背景、个性以及智力水平的人寻找出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法。 要想通过建立一个人工智能来解开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各种信息并解决问题的秘密, 我们当下实际上才刚刚迈出第一步。 一旦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证明, 与现有的学校能够提供的任何教学方式相比, 他们可以更好地教导现在的学生, 那么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在美国目前已经有二百万名学生在家里接受教育, 而一旦这些算法教学平台能够证明他们自己, 并获得社会的认可, 那么这个数字很有可能还会激增。 如果顶尖大学也认可了这些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相关的洞见, 那么真正的转折点就会到来。 最终, 所有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都会接受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报告作为这些学生潜力的证明。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 官僚主义的围墙就会倒塌, 而我们也将不再依赖标准化考试作为进入大学的枪门砖。 不仅大学能够促使这种改变发生, 大型企业的招聘行为也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企业在招聘新人工的时候不再基于他们曾经上过哪所大学, 而是基于这些人在由数据分析驱动的教育项目中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那么整个平衡就会被打破。 如果大多数家长相信, 人工智能平台可以让他们的子女在谷歌、迪士尼或者高盛找到工作, 那么他们会很高兴地付钱为他们的孩子寻找最好的人工智能教师 或者课后辅导老师。 如果一个算法教育平台可以更快、更好、更便宜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为什么还要掏钱去上私立或公立的大学呢? 没有人可以确切地知道, 在什么时候第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会获得真正的突破并改变教育的整体格局, 但是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学校将不得不适应这种改变。 在这种改变发生后, 学生也将开始向在线教育过渡, 但学生仍然能够从与真人互动的, 结构化的线下环境中获益, 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世界。 未来的教育工作者会更像是辅导老师, 当这些年轻人参加各种团队活动, 接受现实生活的挑战, 并向他们周围的同伴学习时, 他们会在现场进行指导。 而学校可以开展的活动将包括团体科学研究项目, 创业项目, 戏剧表演, 体育竞赛, 领导力专题讨论会等你能够想到的一切。 深度自动化在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时, 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能够极大的改善我们的教育体系, 总有一天, 死记硬备和标准化考试将会像今天我们乘坐马车通勤一样, 令人感到不合时宜。 算法的艺术, 人工智能会拥有创造力吗? 有人这样争辩道, 创造力是人性最后的堡垒, 机器或许能够在其他领域与人类体敌, 或者超越人类, 但是它们永远也无法创作出有意义的绘画作品, 诗歌以及音乐。 毕竟, 一块没有任何生命的归芯片, 怎么可能理解什么才是活着? 一种算法, 无论它多么复杂, 又如何能够明白, 作为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人们普遍相信, 只有人类才有能力表达我们自己的本性和宇宙的内在真理。 我们的机器或许能够制造出某种博人眼球的东西, 但是它们永远也无法捕捉到生命的本质, 因为它们不是活的。 算法就其本质来讲, 也无法理解能够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丰富多彩的情感, 所以由它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品也将永远缺乏艺术的韵味。 虽然上述这些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但今天的深度学习算法正在挑战这些设想。 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脸书的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以进行绘画创作的智能算法。 这个系统分析了从15世纪到现代的1000多位艺术家, 以及总数为81449幅的绘画作品。 通过研究这些作品, 人工智能学会了如何分辨不同的绘画风格。 研究人员接着开发了一个创造性的对抗网络, 其中一个算法会首先创作出一幅新的画作, 然后另一个算法再来判断这幅画作是否可以被看作艺术品, 或者仅仅只是某种随机的图案。 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再造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 意大利杰出画家波提切利或者20世纪初的美国著名画家奥吉弗。 相反,研究人员期望, 当有人看到这样一幅由人工智能创作的画作时, 虽然他可能无法说出创作这幅画的艺术家的名字, 但是他可以从中辨别出其中包含的某些大师作品才具有的特征。 换句话说, 此时这幅画作将会被认为是一幅真正原创的艺术作品。 一旦研究人员完善了他们的算法, 他们就会招募艺术评论家和普通的公众, 要求他们参与一次网上的调查, 具体评估这些作品, 人工智能的作品会与以往的大师作品放在一起陈列。 在不告诉参与者哪些作品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前提下, 参与测试的人会被要求就作品的复杂性, 表达含义的明确性以及新颖程度进行评分。 他们还会被要求说明这些作品是否会让他们感觉受到了启发并获得了心灵上的提升, 这些作品是否正在与他们进行沟通, 以及他们能否看懂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最后, 研究人员还要求参与测试的人指出, 他们认为哪些作品是由人工智能创作的。 令人惊讶的是, 很多资深的艺术评论家在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分辨哪一幅作品是由人工智能创作的。 有75, 参与测试的人认为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由一位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 罗格斯大学的教授艾哈迈德·埃尔加玛·奥内·辽格茂这样写道, 15,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艺术品收藏家目前正在花大价钱来收藏由计算机生成的艺术品。 早在2018年10月, 一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名为《埃德蒙·贝拉尼》的画作就以432、500美元的价格被高价售出, 而这个价格是加士德派奈行最初估价的40多倍, 这幅画是由一家在巴黎的艺术品收藏团体开发制作完成的。 加士德派奈行把这幅画标榜为第一幅被派奈行拍奈的由算法生成的肖像画。 在同一场拍卖会上, 20世纪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安迪·沃霍尔的一幅真品版画被以7500美元的价格售出, 而同样作为20世纪著名波普艺术家的罗伊·利希腾斯坦·罗里克恩斯坦的青铜作品被以87500美元的价格售出。 有些人或许会把《埃德蒙·贝拉尼》这幅画贬低为用于宣传的噱头, 然而, 如果历史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启示, 这绝不会是那些老爱唱反调的人第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1917年, 当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进程的著名艺术家马赛尔, 杜尚将一个他从商店里买来的男用小便池启名为权, 并把他介绍给欧洲一些最见多识广的艺术评论家时, 他们完全把他当成了一起恶作剧。 这样的反应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因为这件被命名为权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小便池, 而且他和你在任何公共厕所里能够看到的完全一样。 然而, 今天他却被放在了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公开展出, 而且被认为是一件真正具有开创性价值的作品。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会有人把小便池这样的东西陈列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中呢? 因为他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究竟是什么的看法, 这件作品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艺术不仅仅是某种美丽的和有意义的手工作品。 他改变了我们观察以及看待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 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一件艺术品, 只要它能够向我们倾诉, 并且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看清有关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新的真相。 权, 这件作品诞生于一家工厂, 然而因为杜尚选择把它作为一件艺术品呈现给众人, 所以它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件艺术品。 那么, 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位艺术品收藏者愿意为埃德蒙·贝拉米, 这幅画作支付一笔不菲的资金了? 显然, 这位收藏者相信, 由人工智能创作艺术品的时代已经到来。 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品并不仅限于绘画, 计算机甚至在尝试撰写诗歌。 2010年, 杜克大学的研究生扎卡里、 肖尔、 Zacher Shaw 使用了一种与上下文无关的语法系统, 自动生成了好几首完整的诗歌。 她接着把这些诗歌上传到了诗歌网站, 然后开始关注读者的反应。 读者的反应几乎全是赞美。 肖尔继续把其中的一首诗提交给了杜克大学的文学期刊档案, 而看, 杂志的编辑们最后选择了用这首诗来作为他们的一个专题, 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首诗是由电脑生成的 下面就是这首诗的节选 在被炫目的闪电改变的家园中 那些差有优害没有倒下的壁堪令人窒息 地球 这颗贪等无厌的行星 正在被人用机械的触角进行攻击 这是因为他们爱你 用火和风来爱你 你说 在他的春天里 时间正在等待着什么 我告诉你 他正在等待的是你繁衍流淌的分支 因为你是一座正散发着芬芳的闪亮的结构 却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自由地生长 石榴 无论你怎么看这首诗 在算法艺术的方向上 这只不过是一个婴儿刚刚迈出的第一步 在上面的这首诗歌中 肖尔甚至没有采用更加复杂的人工智能 今天 只要你在计算机中输入足够多的样本 众多的研究团队就能够生成 含有几乎任何作者风格的诗歌 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 T.S.爱略特 叶芝以及威廉 华兹华斯 要不了多久 我们的机器人就能够创作出像罗丹的思想者 或者米开朗奇罗的大卫这样的雕塑 甚至舞蹈 戏剧以及表演艺术 有朝一日也将不得不与智能机器人一起分享舞台的空间 如果你认为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精致的艺术品的想法令人感到不安 那么这绝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 很多人质疑 一台甚至无法理解人类是什么的机器 如何能捕捉并表达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欲望以及梦想呢 难道人工智能艺术品不仅仅是某种衍生品了 集电在这些作品中有一些看起来像是真正原创的作品 一台计算机又怎么能够比尖文森特 凡 高或者巴伯罗 毕加索的洞见和情感共鸣呢 事实上 我们对于凡高或者毕加索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在创作他们最著名的作品时 到底在想些什么 知之甚少 当我们去画廊观看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时 我们观察的角度和艺术家本人观察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 是一些完全基于我们个人自身的体验 以及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相关的东西 连站在我们身边的人对于同一幅艺术品 也会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体验 尤其是如果他们来自另一种文化 或者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 所以 当艺术家创作出他们的艺术杰作时 他们当时的感受和想法真的那么重要吗 事实上 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对我们来讲早已经消失 余下的只是我们个人对作品的解读 以及这个社会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人们很容易把机器创作的东西都贬低为 只是在现有的主题上拼凑出来的不同变化而已 但这样的评论真的是公平的吗 难道所有的艺术家不是首先通过简单的复制来进行学习 只是到了后期才衍生出他们自己的道路并开始创作的吗 凡 高的很多想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他研究了17世纪荷兰画家伦波朗和19世纪法国的版画家多雷 同时还深受19世纪晚期法国象征主义画家高更和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影响 他的工作环境并不是真空 可以说 凡 高的艺术融合了涌动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和潮流 毕加索的艺术看上去很极端 但他的艺术同样来自围绕在他身边的文化力量 他受到了印象派 原始主义 伊底利亚雕塑和非洲部落面具的启发 之后 他采纳了这些形式 并尝试把它们与他自己的美学观念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具体观察创作艺术品的整个过程 你会发现这始终是一个如何操纵各种想法的过程 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与深度学习算法 在创作艺术品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不同 这不是什么魔法 他们所做的都是某种排列组合游戏 通过把不同的风格和想法融合在一起 他们得出某种新的 原创了东西 随着我们的计算机 在复制艺术品的创作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能力越来越强 大多数人很可能会把他们的作品看作真正的艺术品 或许这些作品与人类创作的艺术品并不完全相同 但其中所包含的艺术性一点也不会降低 当人们说计算机永远也无法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时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艺术并不等同于艺术家 艺术并不是你看到 听到或者触碰到的东西 它的物理性质仅仅是其表面的东西 艺术是当你体验它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思考 艺术是在人们的大脑中被创造出来的 而且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 我们会在艺术品上附加我们自己的情感 而我们的大脑会通过对图像 文字以及声音的解释 把它们转变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 通过接触人类社会 并对各种数据进行挖掘 算法也将有能力参与这样的对话 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 计算机还有另一种超级能力可以使用 那就是理解统计数据的能力 虽然人类天生不擅长分析大量的数值数据 但算法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强大的能力 为了发现艺术真正的本质 计算机只需要把目光转向我们 例如 人工智能可以把它的作品 发布在脸书或者推特等社交网络上 然后观察人们会如何做出反应 用户会花多长的时间就这幅作品进行互动 他们在网上分享这幅作品的次数是多少 那些有关作品的评论都说了些什么 这类数据可以触发另一轮新的迭代 而与此同时 神经网络将逐步总结出哪些因素起了作用 而哪些因素是完全无用的 相对于人 计算机所具有的另一项优势是 上面所描述的整个过程可以在近乎实时的情况下进行 而且这样做的成本还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一个足够强大的人工智能平台 可以在接收到信息反馈后的几毫秒内 就修改好任何艺术形式的数字表达 然后再开始搜集更多有关这些新修改的反馈 没有人能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 就重新创作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然后再对其进行测试 分析并围绕着某些特定的标准进行优化 换句话说 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强大力量 我们完全有可能创作出 比我们过去曾经体验过的更吸引人 更扣人心弦 更激励人心的艺术品 要不了多久 算法就能创作出超越任何 我们自己能够创作出的艺术品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很极端的说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仅仅是我们早已经选择的道路的自然延伸 利用可穿戴设备 计算机现在已经能够记录我们的心率 体温 出汗情况 以及其他身体指标 利用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 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反应以及各种意图 在有了脑机接口后 我们可以记录人的脑电波 甚至可以探测某些特定的思想和情绪 利用这些数据 我们的算法能够准确地了解人类 对任何特定的艺术品所做出的反应 然后再利用这些数据 对艺术品进行迭代 直到它能够触动我们的集体心理 以及哪个人心灵深处的那根弦 算法甚至能够设计出 完全针对你个人的 可以触动希望 恐惧 以及欲望的艺术品 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数据 我们的机器对我们了解的越多 它们就能越好地发现 我们想从艺术品中获得什么 毕竟这些数据 直接来自我们的大脑和身体 我们将用一种 你可以想象的最个人化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的机器艺术 究竟是什么 而我们的机器接下来 只需要做最基本的手工活 如果我们拒绝了某件艺术品 机器只需要一次又一次的不断尝试 直到获得我们的认可 我们当然可以争辩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 什么不是 但是最终 无论某件作品是我们人类智慧的产物 还是人工智能的产物 亦或是上述这两者混合后的产物 任何艺术品实际上仍然是一种 由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的直觉是 50年以后 哪怕只是提问 计算机能否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品 也会被认为很荒谬 相反 我们更关心的将是我们该如何与艺术品本身进行互动 以及在我们的生活中 艺术品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艺术品的价值将在于 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 它能告诉我们什么 而这一价值判断自我们史前的祖先 在洞穴的墙壁上绘画时 就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当上述这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 具有最大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艺术作品 无论它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都将会左右我们的观念和意识 硅谷以及好莱坞的未来 娱乐业的未来最终会落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 还是会落在硅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都已经和同一条 以高科技为导向的高速公路连接在了一起 随着线上内容分发的快速崛起 我们已经看到娱乐行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只控制广播电视 有线网络以及各地的院线 任何大型的制片厂都已经不足以支撑起整个行业 现在 真正对娱乐市场有影响力的大事都发生在各种平台上 比如Netflix Hulu视频网站 迪士尼加 亚马逊 iTunes 以及音乐流媒体的代表Spotify等 这些平台的力量实际上来自原始数据 以及他们精确预测用户观看习惯的能力 组织一个焦点小组 邀请十几个人来观看一个视播的节目 然后再获得他们的反馈 早已没有任何意义 搜集观众实际在做什么 而不是他们会说什么 这样的原始数据会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Netflix已经证明 那些在电影公司里拿着高薪 长期待在博班客室中心那些阿易的办公室内的高管 是完全无法与那些混迹在硅谷的极客数字高手比肩的 利用数据 Netflix已经重塑了整个电影行业的片场制度 他们首先会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来分析观众正在观看什么 其次再一次来判断接下来观众想要看的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在有了这些洞见后 他们会南下洛杉矶 去招募最优秀的人才来制作和出演他们准备好的内容 这种将技术和人才融合在一起的做法 已经被证明是制胜的秘诀 Synlytic是一家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创业公司 通过数据来判断应该投资哪些类型的娱乐项目 这家公司正在帮助像华纳兄弟和索尼影业这样的传统电影公司模仿硅谷的行为方式 Synlytic声称 源自超过9500名部电影和50万名电影专业人士的数据使得他能够以85的精确度预测票房收入 在这方面,《地狱男爵》、《哈勃》这部电影的重启就是一个例子 Synlytic就曾经预测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会非常惨淡 而且最终的结果也确实不出其所料 Synlytic的深度学习算法估计 这部电影在美国的票房收入大约只有2、320万美元 而当时这部电影的预算已经达到了5000万美元 这部电影的实际表现更加糟糕 只获得了219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Synlytic公司的CEO托贝厄斯·奎瑟 之前曾经在电影行业工作过两年时间 而且一直为自己的手上没有好的数据而感到沮丧 他感到这个行业仍然在使用过去传统的方式 比如通过电子表格和无休无止的会议来挑选出具有潜力的项目 他已经习惯了金融行业的工作方式 在那里他可以接触实时的数据 也因此看到了把这种工作方式介绍给电影制片行业高管的机会 随着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开始纷纷进入流媒体领域 并尝试与硅谷展开竞争 Synlytic公司在这个时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传统的电影公司目前正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地位 因为他们无法像Netflix和亚马逊公司一样接触海量的数据 为了弥补这一点 Synlytic公司针对全球各地非法下载有关内容的流量进行了监控 而且他们已经发现 在人们非法下载的内容和他们在流媒体频道上观看的内容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所以他们把这些信息发送给了那些电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以帮助他们判断哪些项目在流媒体服务上会受到欢迎 创业公司Scriptbook目前正在处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难题 它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程序对剧本进行了分析 他们将推荐建立在400个不同的标准上 其中就包括情感 主角在剧中的经历和过程 观众的诉求 角色的行为架构等 然后这家公司就会以此判断某一部新细的脚本是否值得投资和制作 这家创业公司声称 他们推荐的准确率可以高达84 这已经是人类能够达到的准确率的三倍以上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Scriptbook公司对62个索尼影业的剧本进行了一次反向的测试 结果他成功地在32部于不同时期出现亏损的电影中找出了其中的22部电影 如果索尼当初使用了我们的系统 他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淘汰这22部票房收入非常糟糕的电影 Scriptbook的创始人间 CMDLA 这样说的17分析一个剧本只需要花费Scriptbook公司大约5分钟的时间 他可以预测出相关剧本的电影分类等级 同时对剧本中的人物进行评估 包括具体的评测主角和他的对手 另外他还能预测相关的目标观众 包括性别和种族 并预估可能的票房收入 当我们向客户展示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 你怎么可以将剧本交给计算机 然后他居然还能够以某种方式给出所有这些数据 Scriptbook的数据科学家迈奇尔·吕伦斯·麦克尔·Rulens 这样说道 这其中的秘诀是用上千部以前的电影剧本来训练深度学习算法 并将它们与现在的剧本进行比较 该软件目前还并不完美 当要求对《爱乐之城》这部电影的票房潜力进行回溯性评估的时候 Scriptbook给出的预估值大约为五九百万美元 但这部片子实际上获得了超过一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但换句话说 该软件也确实给出了同意进行制作的结论 问题是 我们是否真的想让人工智能来决定哪些项目 可以最终成为一部电影 今天 人工智能对于什么是戏剧或者喜剧还没有丝毫概念 一种算法还无法做到因一个笑话大笑起来 或者在一个悲剧的场景中低声哭泣 它能做到的仅仅是将一个数据集与另一个数据集进行比较 对于真实的世界它还没有任何概念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 软件所做出的财务预测可能还是相当准确的 但你仍然有可能会过滤掉某些 将来会大红大紫的内容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只会核查过去的数据 以及那些真正获得成功的案例 它们的数据完全基于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在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此 这种方式自然是带有偏见的 如果他没有注意到 在众多风靡一时的大片中 有很多墨西哥或者菲律宾演员 机器学习算法或许就会假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演员 片子很可能就不会再卖座了 其中的危险还在于 这很可能会成为某种微妙的黑名单的形式 对于那些想要在影片中尝试新的实验性想法的导演或者编剧 他们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遭遇 如果这项技术在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或者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克 费里尼出名之前就已经认识 那么他们或许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这个问题部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的社会并不是静态的 观众的口味会不断发生改变 新的潮流也会不断涌现出来 在过去行得通的东西并不一定在未来也引起共鸣 而这意味着那些稍稍有些超前于时代的想法或许会被搁置在一边 并被那些经过了验证且被认为完全可行的想法取代 事实上失败也是有价值的 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必须立刻获利才会对这个社会有价值 1982年上映的科幻影片 你一杀手 当年的票房收入可以说非常惨淡 这部影片单单制作就花费了二八百万美元 但是其首映的周末票房只有六百万美元 然而今天 这部影片却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幻电影之一 如果我们依赖算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以致在一个大胆但未经验证的愿景上去 承担风险也成了好莱坞的历史的话 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翻胎和续集 因为这样做很安全 但同时这些翻胎和续集也就不再是某种创造性的东西了 英国政府人工智能委员会主席 人工智能市场情报平台CognitionX的联合创始人塔比瑟 哥德斯托布 Tabit the Gold Store 这样说道 有很多人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数学问题 所以它不可能存在偏见 但事实上 情况完全相反 18 挑选什么样的故事并把它拍成电影是一回事 但是在人工智能把整个制作的过程都自动化以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制作的整个流程中 我们还需要人类参与吗 好莱坞明星的好日子是否已经到头了 让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音乐行业 制作一张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专辑 要比制作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一道完整的电视节目要容易得多 当下已经有一批新的从事人工智能音乐的创业公司登上了舞台 而且他们正在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制作 由人工智能生成了音乐 在这些公司中就包括Beat Blender 节奏混合 Erodrome Machine 神经鼓机器 以及T-Eno Genie 钢琴精灵 上述这几家公司目前都在用算法来生成音乐和节奏 而且他们的音乐听上去都好得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索尼公司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自己的项目 叫做Florm Machine 流机器 在分析了成千上万首不同的歌曲后 他已经能够自己编写乐谱和音频的片段了 人们从来没有教过人工智能任何音乐理论 也没有任何人和人工智能谈论过有关和弦或者三和弦的例子 但他还是通过分析现有的歌曲自己学会了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给这些机器输入过任何有关音乐的规则或者抽象的音乐知识 索尼的高级研究员皮爱 罗伊 T-Eno 这样说道 机器只是基于他从数据中学到的东西来制作音乐 19 歌手兼词曲作家以及美国偶像节目的明星塔林 萨瑟恩 Terence Southern 是人工智能音乐软件的早期使用者 当他使用人工智能音乐合成器 Emper来创作 挣脱 Break Free 这首歌时 他会首先指定他想使用的乐器 每分钟的节拍 以及音乐的体材 之后 人工智能就会按照他的要求 编写出各种不同的音节 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音节再重新编排成一首歌 萨瑟恩还尝试过一些其他的平台 其中就包括了谷歌的Magenta IBM的Watson Beat和AIVA 他利用这些平台制作出了他的第一张以人工智能为助手的专辑 我是人工智能 IBM 是的 你完全可以说我们在作弊 萨瑟恩这样说道 如果音乐被具体地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 而为了达成某种终极的目的 每个人都必须坚持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确实 我是在作弊 对于所有想要作弊的人 我就是他们的引路人 二十 这就是未来吗 创业公司VVI的CEO和联合创始人 玛雅 阿克曼 玛雅艾克曼 认为事情确实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开发Lysia Lysia是一款手机啊 无论你是否拥有音乐才华 这款Lap都可以让你非常轻松地创作出音乐作品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生成非常符合用户当时情绪的曲调 还会推荐相应的歌词 另外 如果用户不想自己来唱这首歌 人工智能还可以代为演唱 阿克曼相信 创作音乐的整个过程具有改变人们生活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让他们宣泄被压抑的情绪 并逐渐平复各种复杂的情感 推出Lysia这款App的想法 源于他自己的一段艰难经历 小时候 他非常喜欢弹钢琴 但是他十二岁的时候 父母不得不卖掉家里的钢琴 而且再也没钱去买一台新的钢琴了 进入大学后 他最终选择了学习计算机科学 但他一直渴望能够用音乐来表达自己 一直以来 我都能清晰地意识到我失去了某些东西 但我身体里的那个艺术家 始终渴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养分 所以我决定去选修一些声乐方面的课程 阿克曼这样说的 就改变了我的生活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名非常糟糕的歌手 但在九个月内 我成了一名半职业的歌剧演员 二十一 他现在的任务是帮助其他人 来实现他们的音乐梦想 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他想到了制作Lizia这样一款大的创意 作为一名音乐人 你真的需要拥有你自己的音乐 我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三年 尝试通过学习成为一名制作人 我选修了钢琴和即兴创作的课程 但是我似乎并不具备 创作出优秀原创歌曲的能力 他这样解释道 最终我意识到 我的机器学习技能 可以让我的音乐梦想成为现实 阿克曼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的创业公司随后又推出了 蓝色圣诞小姐 Miss Blue Christmas专辑 他们声称 这是第一章无论歌词还是音乐旋律 都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专辑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类参与 那么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质量又如何呢 或许你自己就可以做出评判 当然 对企业所采用的视频 广告以及游戏来讲 其质量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你很快就会在Pandora Spotify YouTube 以及其他一些音乐服务的平台上 听到这些由算法生成的音乐吗 无论你是否喜欢 你很可能已经在倾听这些音乐了 只是你自己并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仔细研究 类似Spotify这样的在线音乐公司 你会发现他们的最大成本是音乐的版税 如果他们不需要 为每一首发行的歌曲支付创作者版税 他们的利润就会飙升 当Spotify决定雇用弗朗索瓦 帕切 François Paché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帕切是世界上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流行音乐领域开展应用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 帕切是Flow Composer 留作曲家 这款软件的共同作者 而这款软件后来演变成了索尼的Flow Machine 2012年帕切制作了第一首 我们目前已知的由人工智能谱写的流行歌曲 并且推出了第一个致力于专业使用人工智能 来进行音乐制作的音乐厂牌 要不了多久 Spotify和其他音乐平台 就会加快音乐的自动化生产 当TikTok抖音海外版 收购Jukebox 点唱机的时候 它实际上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而Jukebox是另一家从事人工智能音乐的创业公司 如果你是TikTok的用户 那么通过那些短视频 你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由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 按照音乐商业世界网站 Music Business World的说法 Spotify已经被人发现在播放列表中 故意植入由虚假的艺术家创作的音乐 显然 Spotify一直在付钱让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用晦涩的假名来创作音乐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这实际上是为了摆脱唱片公司及其昂贵的收入分成协议的控制 通常来讲 所有收入的55必须归音乐版权的所有人所有 Spotify所拥有的每一首歌曲都有超过50万的流媒体播放量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钱就会累积成很大一笔钱 如果像Spotify这样的公司都愿意用虚假的艺人名字来推出由人创作的音乐来降低他的费用 那么毫无疑问 他肯定会考虑由计算机生成的音乐 他甚至可能会用一些听起来很像人类的名字来虚构一支乐队的成员 这样听众就不会马上拒绝听那些歌曲了 或许有一天 这些平台将不再需要人类参与 利用他们手上的数据 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按照每个人的喜好打造出一个定制的音乐频道 如果你是泰勒 斯维夫特 阿戴尔或者埃尔顿 约翰的超级粉丝 那么你的个性化音乐电台几乎可以毫无成本地生成各种各样的变化 他甚至可以把用户最喜欢的乐队和歌手 比如P头士和布鲁诺 马尔斯混合在一起 创作出非常独特的流行歌曲 今天的算法音乐与即将到来的算法音乐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叫做Green Music 大脑音乐的机器学习设备 它可以在人们听音乐的时候分析他们的脑电波 这种设备的外形就像是一副耳机 它可以检测当人倾听不同的曲调时所获得的感受 然后它还会根据这些曲调进行调整 从而给人们带来更能带动情绪和更令人满意的体验 应用来自脑机接口身体状况追踪器智能手表等设备的数据 无论你当时的状态是精力充沛的放松的怀旧的积极进取的高效的还是充满激情的 这些平台都能够为你找到最符合你当下情绪的音乐 所以无论你当下正好在体育馆中锻炼 还是躺在沙发上放松自己的身心 人工智能都能为你播放一首符合你当时场景的完美音乐 而且平台这样做还不用支付一分钱的板税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未来 那些勤奋工作的音乐人又将如何谋生呢 他们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境地 因为他们对音乐的分销方式没有控制权 而且一旦机器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 想要通过板税的谈判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现场表演和音乐会很可能是人类表演者最后的避难所 人们仍然会期望看到有人在舞台上进行表演 而且音乐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歌曲背后的个性 虽然这一点在今后很多年的时间里 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 但是总有一天 我们会开始在虚拟的世界里花费更多的时间 而其中的虚拟人物又像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任何人一样 逼真和现实 那么连有关现场音乐会的概念也会发生改变 未来的虚拟音乐人 很可能会因有了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和背景故事 而变得丰满起来 而一个虚拟音乐人的好处是 你可以和你喜欢的艺术家 一起进行尽可能长时间的一对一的交流 他们不会是人类 但是你根本不会在乎 因为在虚拟现实中 他们将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真实 而且他们会用所有的时间来取悦你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未来 不仅优步的司机和工厂的工人 必须担心他们的工作是否会被自动化取代 而且连音乐人也将面临失业的危险 你或许会争辩说 大多数消费者会继续倾向于选择由真人创作的音乐 但事情可能并非如此 只要产品的质量够好 而且价格适中 我们很可能会接受系统向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 毕竟 虽然我们可以向工匠购买手工制作的衣物 家具 餐具等 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选择批量生产的商品 那么为什么娱乐行业就应该有所不同呢 尤其是当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数字化的时候 在未来 那些影视明星的境遇会比音乐人更好吗 事实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对好莱坞电影制作机器的影响 如果你认真观察电影的后期制作 人工智能正在使从编辑到声音合成的所有一切都实现自动化 而且你已经很难再找到一部影片 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特效的了 星球大战爱传 侠到一号 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CGI 计算机合成 版本的莱雅公主 并且使它出现在了一个关键性的收尾场景中 那么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故事片吗 是的 这已经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青春偶像詹姆斯·迪恩 James Dean已经离世有超过半个世纪了 但是这个能够引发青少年骚动的形象 在计算机图像所带来的奇迹中被复活了 并且成为最新一部电影的主角 毕竟 如果这个因计算机而重现在人世间的鬼魂 无论其长相 行为还是言谈都和詹姆斯 迪恩没有什么差别 并且能够赢得不错的票房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这种类型的虚拟演员将来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很可能会完全无法分辨 我们正在看的是一个真人 还是一个由计算机生成的幻影 我们甚至有可能会看到 今天的一些大牌明星 在电影的拍摄现场短暂露面后 又马上鞠躬退出 然后让他们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分身 来接管后续的拍摄 这使得他们可以腾出身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另一部同样正在拍摄的电影的现场 或者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活动 而且这样做他们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识破 表演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所以授权任何想要利用他们个人形象的电影公司 或许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用同样的方式 蜘蛛侠和绿巨人现在就已经成为一种很重要的特许经营权 所以演员和音乐人或许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形象和品牌授权给其他人 同时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推广他们自己以及与粉丝的互动上 利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图像生成技术来复制一个演员 或许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像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代表 在当下有些名人会在幕后雇用一些人来为他们撰写有可能会非常畅销的回忆录 而其中所有的好处也将由他们自己独揽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让人工智能来生成可以为我们进行代笔的作曲家 音乐家 演员以及编剧时 我对此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路易斯 萨维 Lewis Sealy 是Safire London 英国的科幻电影节 的导演 他向我讲述了首批由人工智能编写的电影之一 电影的名字就叫做《阳光之泉》 Sansory 这是一部科幻短片 讲述的是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异的未来 在那里任何东西都和他们看上去的样子完全不同 这不是什么可以赢得奥斯卡奖的情节和内容 却非常有意思 萨维解释道 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由人工智能编写的电影 他们只是认为这部电影有点哗众取宠 还有点怪异 今天由人工智能撰写的剧本还有很多让人期待的地方 但是由人工智能撰写的新闻稿的数量正在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财经类数据的更新到气象预报 越来越多我们在网上阅读到的新闻都将是智能算法的产物 在彭博新闻所发布的内容中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都已经采用了某种形式的自动化技术 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不断增长 专业记者不但昂贵 而且无法跟上市场变化的节奏 更何况财经类的数据往往需要快速进行更新 所以与那些让人感到平淡无奇的文字质量相比 时间往往是更重要的因素 不仅仅财经新闻会用到这项全新的技术 事实上机器人记者已经在为美国联合通讯社 撰写有关职业棒球小联盟赛的新闻 为洛杉矶时报撰写有关地震的新闻 为华盛顿邮报撰写高中橄榄球赛的新闻 福布斯杂志一直在尝试使用一个叫做Bertie的人工智能 他可以向记者提供报道的草稿以及如何讲故事的模板 在当今媒体的利润不断缩水的情况下 这种类型的深度自动化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中国已经推出了首个人工智能新闻主播 他可以自己向实况直播的视频学习 并且可以像一个专业的新闻主播一样自然地朗读新闻稿 新华社在报道中这样表示道 22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是否还可以具有撰写剧本或者小说的能力呢 我自己就曾经在好莱坞担任过电视节目的开发主管以及编剧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大多数电影都是有套路的 如果你已经观看了足够多的好莱坞影片 那么你很容易就能预判在接下来的情节里会发生什么 编写一个由角色来驱动的含有非常真实的对话的故事 还不是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掌握的 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作者更好的研究 产生各种想法 分析故事的结构 甚至勾勒出一个可行的故事情节 事实上 这正是Scriptbook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另一个项目 他们把这种能够编写剧本的软件称为Deep Story 深度故事 在我们的设想中 下一代作家的工作室内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 每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 才能进入下一个场景时 他们会让Deep Story来继续创作下去 这家公司的CEO阿泽迈这样说道 我们的引擎会综合考虑所有你已经撰写的内容 并且会为你呈现下一个场景 或者替你写出在接下来的实业中的内容 或者直接帮你撰写到结尾 无论你怎样看待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剧本 在电影行业的制作以及后期制作阶段 算法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如果你想把一些非常复杂的过程 比如连续性控制 编辑 镜头存档 色彩校正 画面修补 定位 特效等进行自动化的时候 今天 你已经很难把一个真实的场景 与计算机生成的场景 或者音效区分开来 完全用计算机图像生成技术拍摄的影片 比如玩具总动员 和冰雪奇缘 已经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 下一步很有可能是用人工智能 实时生成某一部电影的替代版本 在电脑游戏中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切 极利用算法快速生成一个世界 如果你问游戏玩家 他们根本不在乎究竟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 他们想要的只是出色的游戏体验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技术 来进行电影创作呢 像人工智能实时生成的内容过渡 将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 想象一下 你坐下来 观看一部未来的电影或电视剧 你可能会被允许选择 哪个男演员和女演员 出现在你想观看的影片中 你或许会选择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 而你的配偶可能更喜欢布拉德 提特 这样你们每个人都 可以在你们自己的设备上 观看你们自己选择的电影版本了 你或许想看到更多的动作和暴力 而你的配偶可能会更喜欢角色的性格成长 和浪漫氛围 在了解了你们的偏好后 未来的电影可以通过自我调整 来适应你们每个人的口味 Netflix和迪士尼公司甚至可能会 通过测量我们的生物统计学数据 来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体验 通过测量我们的脉搏 体温的微小波动脑电波以及其他的生物反馈信息 它们甚至可以实时调整内容来体配我们当时的情绪 这种做法实际上早已出现在了游戏里 一家名叫Red Meat Dance 红肉游戏的公司使用心率检测器来调整其到处都是僵尸的恐怖游戏揭露 Bring to Light的恐怖程度 对不同的人来讲 恐怖游戏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营造恐怖感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基斯 马克赛 TiffMix 这样解释道 心率检测器可以让我们发现是什么触发了某个玩家的恐怖感 这样再利用定制化的人工智能 我们就可以实时地对游戏做出改变 使游戏案需要变得更加恐怖或者不那么恐怖 23 在娱乐业的各个方面 从节目的制作一直到分销和最终消费 深度自动化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这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体验内容的方式 甚至有一天 我们体验的娱乐节目也会在我们消费的同时被创造出来 并且在一个实时的反馈回路中 针对我们当时的情绪和反应 同步对节目的内容进行调整 如果我们想回头再看一遍同样的电影 或者听同一首歌 我们所获得的体验也将是截然不同的 我很想知道到那时 公民凯恩的导演奥森 威尔斯或者音乐家贝多芬对于这样的情形 又会有怎样的想法 无灯车间和供应链自动化 拥有近一依工人的中国正在把深度自动化视作未来 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 他已经无法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了 如果中国想保持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那么他就必须投资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中国正面临很大的压力 其中就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了自动化 而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上 目前正在中国经营着一家电信设备公司的黄盖瑞、音益、珍尔旺 这样表示道 我这样告诉研发人员 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的产品不是为自动化而设计的 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 24 中国呼吁在制造业进行一场机器人革命 而现在这场革命正在全速进行中 2020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据估计已经达到了60亿美元 已经投入运营的工业机器人接近100万台 就连销售额和运营库存来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席桥解码 周震嘛 这样表示道 这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市场 在任何其他市场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现过如此强劲的增长 25 生产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公司是一家工业巨头 它有超过100万名员工和超过18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 公司董事长郭台铭已经计划在未来五 十年的时间里用机器人来替代其八十的工人 富士康的工厂早已拥有了成千上万台 被称Foxbus的专业工业机器人 而且这样的机器人每个月还在不断增加 郭台铭对于采用新技术始终是非常积极的 当年他和十名老员工一起用七五百美元的资金 在台北开始创业 最初他在一个租来的棚子里为电视机生产塑料部件 但当亚达利公司要求他生产游戏手柄时 他成功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这之后 他来到美国寻找新的客户 在早期他以激进的销售策略而闻名 常常不请自来地闯入一些公司 然后带着新的订单离开 虽然那些公司的保安经常会拦住他 在让他的工厂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方面 郭台铭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 富士康在全世界有超过一百万名员工 正因为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 想要管理好这一百万头动物确实让我很头疼 二十六 郭台铭建立无灯车间工厂的梦想虽然是一个极具雄心的目标 但并非是遥不可及的 对那些专注于生产长生命周期产品的工厂来讲 就更是如此了 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快到 足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让他头疼的问题得到解决 公平地讲 郭台铭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无情无义 他成立了很多慈善基金会 并且承诺把他个人财富的九十捐献给慈善事业 另一个颇受人关注的机器人的支持者是京东的CEO刘强东 京东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之一 刘强东在极度贫困中长大 在他回到小时候读书的中学发表演讲时 他告诉他的听众 小时候他有多么渴望能够吃到肉 因为他的家人在一年中也就只能吃到几次肉 如果没有村里的帮助 他根本无力承担上大学的费用 他们一共捐赠了76个茶叶蛋和500元钱送我上大学 而这次机会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他这样说的 二十七 当刘强东毕业的时候 大多数他的同学要么在考虑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要么在准备出国留学 但是他并不想当公务员 也无力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 另外他还需要钱来支付他祖母的医疗费用 这促使他最终创办了一家分销电子产品的公司 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东的前身 这家公司紧随着亚马逊的脚步 目前已经在商业自动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这使得刘强东成为中国最富有的科技大亨之一 他的个人财富估计超过了70亿美元 和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一样 他也痴迷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 把产品送到客户的手上 这家公司宣称 在京东购买的产品90 会在当天或者第二天送到客户的手上 今天我们已经有超过70000快递员 奔走在大街小巷中 你要知道 这样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你能够使用机器人来递送包裹 那么成本就会非常低 刘强东这样说道 28 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有超过100万架无人机 来运送我们的货物 29 这家公司在中国实验用无人机投递包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它正在向东南亚扩张 在那里无人机送货 可以帮助它抵达偏远的岛屿 以及几乎没有什么服务的乡村 我们计划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来建立一个几乎不用人来控制的商业模型 刘强东这样说道 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排除所有的蓝领工人 就目前来讲 想要实现完全的自动化 我们可能需要有10000客户才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但是在将来 我们或许只需要10000客户就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或者实现真正的盈利 30 整个供应链正在不断升级 广州零号是一家中国的供应链和物流企业 之前我还曾是这家公司的顾问 这家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 尽可能地实现完全自动化 这家公司的智通3000平台 可以将卡车司机与企业进行匹配 并同时优化整个过程 将来的某一天 货物经由卡车、轮船、飞机、火车等不同的交通工具 被转运到某个仓库的整个过程 都将实现完全自主化的自动管理 人类的快递员将包裹送到你家门口的日子 已经屈指可数了 Nural是一家利用自动驾驶的机器人 开展送货业务的创业公司 这家有两名谷歌前工程师创立的企业 已经在使用自动驾驶汽车 将各种食品和杂货送到人们的家中 几年前 我们会这样告诉客户 如果他们今天就下订单 我们可以在明天下午 为他们准备好所有的东西 而且他们对此完全没有意见 克罗格连锁超市的首席数字官 雅埃尔 科赛特 Yel Carson 这样说道 今天 我们的一些客户期望同样的订单 可以在一小时内就送达 31 不仅产品的交付和发运在实现自动化 我们生产产品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化 在星际尼航 这部科幻连续剧中 一种幻想出来的被称为复制器的设备 可以凭空制造出各种产品 今天3D打印正在接近于实现这种 看上去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 运用一系列不同的材料 包括金属 玻璃 陶瓷 碳纤维 塑料 以及树枝 工业用3D打印机 已经可以制造出足够可靠的能够用在飞机 汽车 建筑物 以及其他产品上的零部件 将制造业和零售业融合在一起 可以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使企业能够更加适应消费趋势的改变 同时还能够提供更多个性化的产品 降低库存 分销以及运输的成本 将来的某一天 你可以走进一家商店 非常详尽地告诉他们你需要的款式 颜色以及其他具体的特性 然后他们当场就会把你想要的那件衣服打印出来 机器人医生 智能医院和健康科技 医疗保健是另一个正在实现自动化的关键领域 发表在柳叶刀数字医疗 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诊断方面 深度学习模型 至少和专业的医疗人员做得一样好 另外 对于使用X光片进行乳腺癌的判断 谷歌的人工智能系统明显在速度和精确度上超越了人类的放射科医生 在美国医院 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已经使假阳性降低了5.7 假阴性降低了9.4 大多数其他人工智能诊断技术也将很快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平 不久之后 人类将只会在最棘手的情况下进行干预 但最终 甚至对最麻烦的病例 机器也会处理得更好 利用激光成像技术和深度学习算法 研究人员现在已经能够在不到150秒的时间里就完成对大脑肿瘤的诊断 而传统的方法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人工研探的过程 英国的萨里大学 华为大学和意大利的弗罗伦萨大学的研究人员甚至已经开发出了一种人工智能 能够以100的准确度从一次心跳就检测出心理衰竭 在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可以被人吞吃下去的机器人 这种你可以吃下去的机器人能够像折纸一样被折叠起来 封装在药片里 在他们把自己完全展开以后 医生就可以操控这些机器人清理障碍物 修补伤口或者四处观察 丹尼拉罗斯 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守卫女主任 她同时还是这个项目背后的牵头人之一 作为一个机器人的步道者和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罗斯预见到 在将来 机器人不但可以创造出其他的机器人 还可以重新组装他们自己 从而在有需要的时候 把他们自己改变成最适合执行任务的形状 她相信 我们很快就能创造出更小更复杂的机器人 他们可以在需要爬楼梯的时候把自己变成一个弹簧圈 在需要通过狭小的空间时把自己变成一条机械蛇 在需要游泳的时候变成一条机器鱼 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可以使用机器人进行没有切口 没有感染风险甚至没有疼痛的手术 你会怎么想呢 罗斯这样问的 32 通过开发可以折叠的机器人 罗斯正致力于降低机器人的生产成本 这种机器人可以在一块平板上被打印出来 然后再把他们自己折叠成不同的形状 以执行特定的任务 另外 她的团队还一直在开发 由微型气囊构成的重量极轻的机器人肌肉 这些肌肉上的微型气囊 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进行充气和放弃 现在这些机械肌肉已经能够举起 相当于他们自身重量三倍的物体 想象一下 你把它们安装在一个带有关节的外骨骼系统上 这样的机器人外骨骼不但可以让机器人攀爬各种崎岖的地形 有效的携带物品 还可以执行一些需要非常灵巧的动作的操作 如果你去拜访罗斯 你或许会注意到 它办公室的外面有一架小钢琴 学生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这里来演奏乐曲 这架钢琴是因为送错了地方才被送到他的办公室的 原本是应该送到他的家里让他的孩子们使用的 但因为学生们非常喜欢这架钢琴 所以他才决定让这架钢琴成为一个固定的设施 他相信让他的学生们休息一下 并使用一下他们的右脑 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似乎是出于对各种形式的技术无法抑制的激情 罗斯迫不及待地想要扩大那些能够折叠的机器人的生产规模 这样他们就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执行各种任务了 其中所蕴含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一个拥有众多机器人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 荷兰的创业公司Presys也正沿着一条类似的道路前进 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机器人系统 可以执行一些人类根本无法完成的操作 利用一种微型机器人 他们在病人眼睛的内部进行了一场手术 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这样的手术 这种微型机器人就像是一只机械手臂 在七台由计算机控制的马达的驱动下 它的动作的精度可以达到一毫米的千分之一 它不但能够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 而且正因为它能够达到如此高的精度 眼科医生或许还能够开发出一些全新的治疗方式 而这些治疗方式在这种技术出现前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它还能够使整个过程自动化 这意味着眼科医生 尤其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的眼科医生 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更多这样的手术 下一批的机器人外科医生 将会是完全自主化的 美国儿童国家卫生系统的一个团队 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 他们开发出了一种轻型的机器人手臂 当需要对肠子进行缝合时 它可以自动放置缝合线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复杂的手部动作 而这些动作连最熟练的外科医生都很难做到 如果他们漏掉了其中的一个位置 就会出现长漏的现象 机器人的优势是他们永远不会阴过牢 晚上睡不好觉 感冒或者在手术室里分心而出现错误 一个外科医生可以在屏幕上不断地点击 点击 再点击 这些就是我想要缝合的地方 过去十年一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研究手术自动化的阿尼米什·加格 Animash Guard 这样说道 我们希望这就好像是在对手术过程进行定速巡航控制 33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 这些自动化技术不仅能节省资金 而且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 单单在美国每年就有25万人死于医疗失误 这也使得医疗事故成了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的第三大死因 自动化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 很多社区 尤其是农村地区往往缺乏熟练的外科医生 开发低成本的机器人能够把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 带到这个世界上目前还不存在医疗保健服务的地区 我们目前依然处于使用机器人进行手术的早期 但是最终机器人将能够在世界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里 完成大量的常规手术 为了能让你了解我们目前取得的各种进展的速度 我要告诉你 2012年 机器人只完成了所有常规手术的1.8 然而在2018年 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1 而且这一步伐还在不断加速 硅谷著名投资人维诺德 科斯拉 Linode Cosler 认为 到2035年 机器人将可以完全取代人类医生 原心理健康这种非常私密 且和人类意识相关的东西也正在被自动化 在南加州大学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 Linode的3D人格化身 它可以被用来充当一个虚拟的治疗师 利用机器视觉 它可以解释病人在语言和脸部表情中所透露出来的线索 并做出相应的反馈 Linode不仅能够让病人敞开心扉 还能够探测到脸部和身体的细微动作 内心忧心忡忡的人脸上微笑的延续时间会很短 而且不是那么明显 他们往往会尽可能地避免目光接触 另外焦虑的人通常会坐立不安 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被搜集起来并加以分析 之后一位人类的心理学家就会收到一份报告 而他会做出最后的诊断并监督相关的治疗 Linode只是外向全自动化心理健康的第一步 最终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更先进胆本的Linode 利用机器学习 他不仅能搜集一些很细微的信息 比如人类往往会忽略的一些微表情 而且他还能够诊断各种潜在的问题 甚至开出一些处方药物 比如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这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 当我们需要一位医生时 我们都可以访问一位虚拟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正如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健身追踪设备 来时刻监控我们每天的锻炼 心率以及睡眠 或许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口袋里会始终有一位人工智能医生 精神科医生以及生活指导人员 在可穿戴设备时刻追踪 从我们的身体状况到我们的精神状况的所有数据后 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 可以通过参考我们身体生成的海料数据 向我们提出可行的建议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未来 可穿戴的人工智能医生探测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冒 所以他建议我们暂时放弃一次锻炼 并吃一些特定的水果或者蔬菜 他还给我们开了一些特定的补充剂或者药物 如果我们感到抑郁 一个人工智能的精神科医生或许还会建议我们改变饮食 或者推荐一种抗抑郁药 很可能我们不再需要定期去医院 诊所或者参加各种会诊 事实上除非绝对有必要 我们很可能根本不会去拜访一位专业的人类医生 这样就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 以及花费在后诊室内的大量时间 这实在太棒了 不是吗 算法农业 农业是另一个已经被深度自动化占据的领域 高盛投资公司估计到2050年将农业和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精准农业 可能是一个价值2400亿美元规模的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估计到2050年 我们必须让粮食的产量翻番 才能够养活接近100亿的人口 2014年才刚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中 拆分出来的迪卡尔实验室 Decart Labs以及于2012年成立的创业公司Farm Logs 农场日志正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 大数据以及计算机视觉技术向农民提供信息 帮助他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这项技术可以在各种常见的农作物疾病传播开来前 就探测出这些疾病 然后派出全自动化的无人机或者机器人 在那些作物发病的区域喷洒农药 从而降低农药的使用量 按照加州农场局联合会的数据 使用自动番茄收割机的农民的劳动力成本 已经降低了90 这不仅涉及劳动力成本 而且它还帮助解决了如何找到足够的劳动力的问题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从事采摘水果和蔬菜 这种能让人类弯腰的劳作 所以农民们不得不依赖外来的移民 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护这些作物 并采摘那些果实 很多蔬果就这样烂在了葡萄糖和灌木丛中 正是这些客观的因素 在推动着当下正在发生的机械化的浪潮 无论是摘各种浆果 葡萄还是葡萄 我们都在争抢劳动力 浆果生产商之后的高级副总裁斯科特 科马 Scott Comer 这样说道 34 采摘浆果是最困难 且劳动强度最大的农场工作之一 浆果很娇嫩 机器很容易弄伤它们 另外 你还很难区分哪些浆果已经成熟 可以采摘 虽然有这些困难 Harvest CRO机器人公司 已经提出了一种利用高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解决方案 一台由Harvest CRO生产的机器 能够在8秒钟之内采摘完一株果树 它还可以在一天内完成8英亩 35 农作物的采摘 而这已经是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团队 在一天内能够完成的采摘量了 我们还可以做到一天24小时不停的采摘 而且晚上的采摘量会更多 因为晚上浆果的温度会更低 所以也更不容易被机器划伤 家里 维斯奈茨基 Berry维斯奈茨基 这样说到 2013年 他与鲍博 提策 Bob Kitzer 一起在佛罗里达州共同创立了Harvest CRO机器人公司 后者还是真正发明这些机器的技术天才 36 维斯奈茨基已经在江国行业工作了将近50年 他留着白色的山羊湖 说话嗓音温和 还带着慢声慢气的南方口音 你可以说他已经是第三代的江国人了 他的整个家族都有创业的基因 他的祖父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俄罗斯移民 最初他在纽约市内推着一辆手推车叫卖各种水果和蔬菜 之后他创立了一家批发公司 其中就包括江国的批发 这使得年轻的维斯奈茨基有了通过建立自己的农场而进入江国行业的想法 刚开始的时候市场上一盒草莓的价格是今天的四倍 在那个时候 江国在冬天是奢侈品 维斯奈茨基这样说道 除非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劳工问题 否则那就是我们再次前进的方向 在去年的农场法案 Farm Bill通过之前 我曾受邀在国会作证 当时我就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不用自动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37 我们就是这样想到要创立Harmless CRO机器人公司的 维斯奈茨基相信 机器人可以弥补劳动力的短圈 因为机器人可以用比人类更快的速度采摘草莓和其他蔬果 而且和他的祖父一样 他一点也不害怕冒险闯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葡萄酒行业已经从自动化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按照加州葡萄种植者协会的数据 2018年 在加州所有收获后用于酿制葡萄酒的葡萄中 有80 是由机器而不是人来负责采摘的 这不仅降低了农民对人力的依赖 而且机器采摘葡萄的成本 还不到人手工采摘成本的一半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甚至更进一步 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无接触的葡萄园 从最初的灌溉到最后的收获 机器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情 这也使得每棵葡萄树的劳动力成本 从一美元降至近7美分 在农业自动化上 物联网也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农场现在已经越来越依赖 大数据来分析土壤、水、阳光、气候模式 植物的生长、霉菌、害虫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农场搜集的数据越多 效率就会越高 我认为这是提升农业生产率的下一波重大的浪潮 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 威廉·布莱尔、William·布莱尔的分析师劳伦斯 德·玛丽亚、Laurence de Marie 这样说道 利用自动化来实施精准农业将会提高产量 同时降低农民的投入成本 作为提升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 这项技术已经可以和绿色革命 以及机械化相剔美了 不仅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农民 正在从自动化技术中获益 牧场主也同样如此 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 养殖羊和牛的牧场是非常庞大的 例如 在当地一个最偏远地区的一家名叫 Suppo Jack Downs养牛场 占据了约400名平方公里的面积 而且距离其最近的主要城镇 还有13个小时的车程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在使用机器人 来监管牛群了 奶牛场现在正越来越多地 使用机器人为奶牛挤奶 机器人可以使奶牛场的工人数量 减少到原来的50 奶牛养殖机器人 现在已经是一个市场规模为16亿美元的产业 而且发展非常迅速 另外 这个产业所涉及的也已经不再只是机器人而已 它还包括与自动化相关的海料数据 荷兰的创新公司Connectar 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智能奶牛景圈 它可以追踪一头奶牛的每一个动作 这就像我们给奶牛戴上了一个手环 当一头奶牛生病的时候 系统能够在任何可见的症状出现前的一到两天就发出预警 除此之外 它还能够监控奶牛的行为 并且在奶牛没有去吃第二份干草的时候 向奶牛厂的员工发出提醒 为了让他们饲养的牲畜感到更加放松 俄罗斯的奶牛厂员工 给奶牛戴上了特殊的虚拟现实头盔 他们想知道这样做能否改善奶牛的情绪 并增加牛奶的产量 这是一个已经跳出了固有思维的想法 但它是不是一个能有效提升牛奶产量的方法 还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 在路特丹岗 一家创业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全自动的水上浮动奶牛厂 在这个奶牛厂中一共蓄养了40头奶牛 这家公司相信将农业生产 带到更接近大城市的地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正因为我们就住在港口的附近 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要在水上建立一个农场 悬丰农场 Floating Farm的CEO彼得 范文戈登 Peter Van Linerden 这样说到 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健康的食物带给越来越多 已经搬迁到城市里的消费者的身旁 38 范文戈登是在纽约哈德孙和尚 为一个水上浮动住宅项目工作时产生这个想法的 当飓风桑迪袭击纽约的时候 他淹没了纽约的街道 让纽约的交通网络瘫痪了 他亲眼看到了当时的运输车辆是如何在街道上艰难通行的 在整整两天的时间里 人们几乎无法在商店里找到任何新鲜的农产品 在看到了巨风桑迪所造成的破坏后 我很震惊地意识到 我们应该让食品的生产尽可能地靠近消费者 范文戈登这样说到 39 悬丰农场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们的农场里还到处采用了最新的乳品技术 其中就包括自助的清洁站 自动化的喂养系统 打扫粪便的机器人 以及可以远程监控奶牛的智能手机 范文戈登还非常关注农场的自我可持续性 他的农场引入了一台可以将干的粪便材料与尿液区分开来的机器 其中干燥的部分被用作了奶牛的电草 而尿液被转化成有机肥料 在房顶上 他们还安装了雨水采集器 以及一组悬浮的太阳能电池板 用来满足农场四十的能源需求 如果这还不够 他们还采用了从当地公园和高尔夫球场上割下来的草 让酒商剩余的穀物 餐厅丢弃的土豆皮等东西的混合物来喂养奶牛 而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了自动切割和混合后 再通过传送带传送到石槽中的 在实践让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实现自动化 同时将农业生产带到更靠近城市的地方这一理念上 悬浮农场并不是唯一的先驱 L Farm就是室内农业的领导者之一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间CEO代为罗森伯格 David Rosenberg之所以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绿叶蔬菜上 是因为他们的腐坏率高 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50 在传统农场上生产的绿叶蔬菜 从来没能够被端上人类的餐桌 另外 他们还有很高的污染率 传统农场生产的绿叶蔬菜 占据了食品污染的食衣 其中就包括里斯特军 沙门士军和大肠杆军 L Farm公司利用气物栽培法 在没有任何阳光和泥土的情况下 种植绿色植物 这消除了污染和使用有害杀虫剂的机会 因为没有使用土壤 这些绿色植物生长在由包括塑料瓶在内的 可回收材料搭建而成的网状结构上 而且他们的根部被笼罩在了由营养液 溶剂形成的物状物中 他们的系统仅使用了传统农场衣的土地 而且水的使用量也减少了95 这也是为什么L Farm在萨利赫 伯克上酋长 Shik Sunlight Boxen的支持下 会首先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 推出他们的原型产品 并且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资助下 在阿布扎比建造了一个8200平方米的垂直农业研发中心 在水是一种稀缺资源的地区 L Farm的技术显然有很大的市场 如果他们能够扩大这种技术的采用规模 并降低相应的成本 对一个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的世界而言 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创业公司Ironox 铁牛正在用不同的技术尝试解决完全相同的问题 他们占地80000平方英尺 40的室内设施 能够以大约每年2600明珠的速度生产绿叶蔬菜 这一产量是室外农场产量的5倍 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间 CEO布兰登 亚历山大 Brendon Alexander 已经下决心要将从播种到收割的所有过程 都实现自动化 在Ironox 我们用机器人优先的方式设计了整个种植过程 他这样说道 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在现有的过程中添加了一个机器人 而是围绕着机器人设计了所有的东西 41 亚历山大是一个身上带有一点硅谷味道的口齿清晰的演说家 因为他总是穿着一件运动夹克 不戴领带 还会刻意保留两天的胡缠 虽然他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农民 但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在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 我是在我祖父的农场里长大的 在德克萨斯 我的祖父会种植棉花 花生和土豆 我常常听他说 要想扩大粮食的产量 我们需要采用类似转基因农作物这样的技术 亚历山大这样写道 我的祖父认为 纯有机化生产无法规模化 而且无法以一个能够让人负担得起的价格来养活全世界 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水平 我相信它是对的 42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的农业将更接近于Iron Ox目前正在开创的前景 而不是亚历山大从小在其中成长起来的农场 除非要去解决各种问题 比如机器发生了故障 否则人类很可能不再需要踏足农场 牧场主们可能会在他们牲畜的大脑中植入芯片 然后让人工智能来控制所有的事情 整个农场会非常像一个巨大的高科技的装配线 完全自主化的拖拉机 播种机 除草机 收割机 以及无人机将会完成所有的工作 而先进的算法将会在后台指挥所有的机器进行表演 这肯定需要花很大一笔钱 而且很多家庭农场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 升级到这些最新的技术 这也意味着终有一天 这些家庭农场将不再有任何竞争力 大公司将巩固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 并且从规模经济中获益 所有这些对消费者来讲 意味着更高的产量和更低的成本 但是我们不得不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什么 或者这种类型的深度自动化 只不过是一个有数十亿人口 需要养活的先进文明的自然演化 无论你相信什么 我们或许会把那些由家庭经营农场的日子 仅仅看作一个更加浪漫的过去 就像古代的骑士保卫他们的城堡 或者狩猎采集者以他们自己的土地为生一样 救援机器人 日本很迫切地需要机器人 他的人口不但在老龄化 而且在萎缩 2019年 日本的出生人口下降了5.9 只有86.4万 而死亡人口上升至137.6万 到2030年 在日本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 这个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在日本 已经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照顾老人了 更不用说发展本国的经济了 到2025年 预计老年护理人员会缺少38万人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府和工业界都在关注机器人技术 在东京的新妇 斯立养老院 他们正在测试20种不同类型的机器人 其中有些机器人会和老人说话 并且倾听他们的故事 这些机器人实在太棒了 山田盒子这样说道 山田是一位84岁的养老院居住者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居 而一个机器人 可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这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43 有软银公司开发的名字叫做Pepper 甜椒 的机器人会和老人玩游戏 一起进行锻炼 并和他们交谈 Pepper是一个很可爱的毛茸茸的机器人 他会对触摸和拥抱做出响应 当我第一次抚摸他的时候 他的反应实在太可爱了 他真的好像是活的动物 79岁的版本沙西大笑着说道 只要我一碰到他 我就不想放手了 机器人不仅能让老人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并感到快乐 而且能帮忙照顾他们 日本的机器人公司赛博达音 Saberdan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名叫Hell的机器人外骨骼 他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将居住在养老院内的老人 从他们的床上抱起来 这项能力非常重要 因为导致这些护理人员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捕拉伤 相同的技术还可以被用来帮助老人和残疾人 让他们可以自己行走并且避免摔倒 随着外骨骼变得更轻和更加灵活 在养老院里他们可能会比轮椅更加常见 赛博达音机器人公司是由日本的亿万富翁三阶级行在2004年创立的 三阶级行当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有着一头乌黑的卷发 戴着一副超大的眼镜 这使得他在极客们眼中很时髦 从小他就沉迷于科幻小说中 他对科技的热爱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九岁的时候 当时他如痴如狂地阅读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我 机器人以及日本的漫画《生化人009》等 虽然他当时还是一个孩子 但他已经在用真空电子管和晶体管手工制作一台收音机 在青蛙的腿上绑上电击并进行电刺机 把鲸鱼放在干冰里进行冰冻 再想办法复活鲸鱼 制造他自己的火箭燃料 以及尝试搭建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当他没有在他母亲的珠宝里找到红宝石时 他转而开始尝试在煤气灶上融化氧化铝 而他之所以会这样做 仅仅因为氧化铝是在红宝石中发现的主要成分 虽然他的这些实验失败了 但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我从小就一直在思考 该如何利用技术来帮助人类和我们这个社会 三阶极星这样说道 他将他的整个生活都投入了制造机器人 以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个目标 我能够这样一直坚持下去 原因很简单 如果这是一个别人交给我的项目 我不知道我还能否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但是所有这些完全是来自我自己内心的东西 44 虽然他的公司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吓人 因为他刚好与终结者 这部电影中那家邪恶的公司的名字完全相同 但帮助人类是这家公司哲学的核心 三阶极星对于其业务的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严格的控制 以确保其技术只能被用于和平且非致命性的目的 即便利润可能会非常丰厚 他也绝不会允许军队或者其他任何人利用他的技术 把人转变成像机器人那样的战斗机器 相反 在他的眼中未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制造的机器人不但可以让老人完全靠他们自己就能够活得更长久 还能陪伴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并帮助他们找到返回自己房间的路 同时让半身麻痹的病人能够再次走路 另外还能够协助工人在建筑工地 组装生产线 以及其他工作岗位轻松地举起重武 对机器人来讲 眼下的发展似乎恰逢其时 日本的经济产业省预期 到2035年 仅仅用于照顾老年人生活的机器人市场价值就将达到38亿美元 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机器人有可能会变得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领域是帮助儿童学习 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合格教师的短缺问题 在新加坡 有些幼儿园甚至已经开始给老师配备机器人助手了 我们是这样设想的 在不远的将来 有能力执行多项由人类指派的任务 并且能够将复杂的想法可实化的交互型机器人 可以更好地帮助儿童学习和开展相互合作 新加坡政府官员傅恢恢 音译 傅恢恢 这样表示道 45 很多这样的机器人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可以用一些智能手机案 以及计算机程序完全无法做到的方式来吸引小孩子 孩子们可以用手抓住他们 把他们拆开 然后再用不同的方式把他们重新组装起来 这些智能玩具可以通过让儿童实际操纵各种物理实体 并与他们互动来达到学习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大脑的不同部分都会积极参与进来 蜜蜂机器人是一种身体上黑色和黄色条纹相间的机器人 它可以教小孩子说普通话 而眼睛向外突出 身体更像是一只箱子 并且带有一块触摸屏的机器人Ruby不但会唱歌 还会玩游戏 它可以帮助小孩提升他们的词汇量 Ruby甚至还能够显示各种表情 如果一个小孩把他的胳膊扯了下来 他还会哭出来 就好像他受了伤一样 在英国 他们正在用一个被称为那的机器人来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学习如何去发现和获取社交线索 并与他人展开互动 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往往无法对其他人的动作做出反应 或者无法与他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而机器人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切入点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 机器人的耐心可以说是无限的 而且可以满足残疾儿童的特殊需求 即便是最富有善意和最宽容的教师 父母都是有极限的 在康奈尔大学研究机器人与人类互动的心理学家索拉斯 森 萨勒斯善 这样解释道 一旦你重复了某件事情一零零零万次 你肯定再也不想做同样的事了 但是机器人绝对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儿童喜欢这样的重复 46 那些病得太重而无法去学校上课的儿童 现在可以派一个机器人来代替他们自己 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所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开办的学校里 他们正在使用一种摇杆机器人 让困在家里或者医院里的孩子可以与他们的同伴和老师互动 目前人们不仅在学校和养老院里使用机器人 连建筑工地也已经开始引入机器人 日本不仅缺乏各种护理人员 而且缺乏建筑工人 甚至在美国 建筑公司也很难找到合格的建筑工人 2019年 美国大约有700万个与建筑有关的岗位出现了空缺 幸运的是 机器人可以被用来填补其中的空缺 现在在建筑工地里 我们已经有了机器人焊工 搬运工 以及各种通用的起重工具 甚至还有机器人在实时监控工地 以确定工程的进度 一个名叫Hedron X的砌机器人 可以在三天内建好一间房子的所有墙地 另一个叫做三的砌机器人可以完成的砌量 是一个人类工人单独完成砌量的四倍 而机器人Tabot可以一整天毫不疲惫地持续绑钢筋 这就把人类从这些能够让人类弯腰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建筑机器人的体型往往会比较大 但是在其他行业中 机器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外形和尺寸 生产喷气式发动机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目前正在开发一种微型机器人 这样可以让飞机飞得更长久 在配备了摄像头和3D扫描以后 这些像蟑螂一样的机器人 可以爬进喷气式发动机的内部 找出问题 然后再清除各种碎片 它们可以散开来利用各种路径 到达燃烧式的不同部位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技术专家詹姆斯 凯尔·真斯特尔 这样说道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方法来做 这可能会让我们花五个小时的时间 47 似乎没有什么东西 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无法做到的 当公骨容次郎 Eachemirco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像斯蒂芬 斯皮尔伯格那样的电影制片人 但现在他为日本先进科技研究院工作 他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想象力 并正在创造一种微型的飞行机器人 他设计的这种昆虫大小的无人机能够进行人工授粉 在这种微型的飞行机器人表面覆盖了一块用马尾毛制成的刷子 以及离子液体凝胶 所以他不但可以采集花粉 还能够将花粉从一株植物传送到另一株植物上 宫古龙次郎希望 一直由这样的机器人组成的队伍 最终可以帮助农民从全球各地风泉的崩溃境况中存活下来 在我们的印象中 机器人这个词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机械物体的形象 而大多数机械物体通常也确实是由金属或者硬塑料制成的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机器人都必须用硬质材料来制造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制造一种柔软的机器人 它可以被弯曲、扭动甚至粘合在一起 这就像有很多粘糊糊的乐高积木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以形成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机器 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改变它们的外形 并自动适应不同环境的材料很感兴趣 布朗大学的教授伊恩、黄、燕旺 这样说道 所以在这里我们展示了一种 在外界的刺激下能够弯曲并重新对自己进行配置的材料 48 有些机器人甚至是用活的生物细胞制成的 有一对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活的 可编成的有机体 这种有机体也被称作活体机器人 Zenobots 它们可以移动、拾取微观的物体 甚至在被割伤后还能够进行自我修复 一台运行自我演化算法的超级计算机设计了这些只有毫米尺度的机器人 而活的心脏肌肉细胞通过自我扩张和收缩可以为这些机器人提供一周的能量 科学家希望 有一天这种活体机器人可以清理海洋中的塑料威力 或者在人体内部运送各种药物 机器人甚至已经开始向我们学习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机器人 它可以很快地学会如何复制人类的动作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 这个机器人可以通过观看一个人类 捡起一件物品的简单视频 非常精确地模仿这个动作 这项技术使得训练机器人去完成各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 通过将原学习技术应用到机器人身上 我们希望可以让机器人像人类一样掌握多种不同的技能 而不只是掌握某一项技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这样解释道 原学习技术对机器人尤为重要 因为我们希望机器人可以在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运行 49 在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建立了这样一套系统 一位穿着动作捕捉套装的人类驾驶员 已经可以驱动一个人形的机器人 一副虚拟现实的眼镜和一个安装在机器人头上的摄像头 可以让驾驶员看到机器人所看到的视野 当驾驶员移动他自己的胳膊和腿的时候 机器人可以复制他的每一个动作 并同时搜集更多其他数据 一旦机器人搜集到了足够的数据 他的机器学习算法 就可以让他自己像人类一样独立完成同样的任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正在制造能够通过阅读使用手册 或者观看已经组装好的产品的图像来学习的机器人 其最终的目标是 制造出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学习和具有适应能力的机器人 这样的话 在一些工作岗位上使用机器人 就好像我们雇用了一个新的员工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机器人就能够完成几乎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 电商巨人阿里巴巴已经建造了一家 几乎完全由机器人提供服务的酒店 在这家酒店里 机器人可以完成从提供食品和饮料到提供客房服务的所有任务 这家酒店的名字叫非住不可 坐落在杭州市 在这家酒店里 你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接触的人类联系人 客人通过一款手机移动来预定房间 然后再通过脸部识别技术进入房间 如果你不建议一晚上花费数百美元 你完全可以去那里亲自体验一下 如果这些还不够 机器人餐厅的时代或许正在来临 创业公司STI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个刚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 在他们自己兄弟会的地下室里创办了这家初创企业 在那里 他们制造了一台类似卤布 哥德堡机械的原型机 虽然这台原型机是用微控制器 原价的烤箱罩 塑料垃圾桶 接线板 以及一台普通的家用空调拼凑在一起后组成的 但它已经可以按需烹饪各种饭菜了 今天 在波士顿他们已经有了一家高科技的机器人餐馆 能够提供各种美味的素食 包含鱼的 素食 以及不含肤质的套餐 和所有大学生一样 SFACE男孩 别人这样称呼他们 也没有很多钱可以花费在食物上 他们已经厌倦了花费时 15美元在那些味道不太好 而且不是很健康的食物上 他们想要的是低成本的 超级美味的健康食品 而这正是SFACE想要提供的 他们向客户提供了7个不同的套餐 而每个套餐只需要7.5美元 他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很低的成本 是因为烹饪过程几乎是完全自动化的 一台闪闪发亮的机器人装置 可以照顾到一切 他会测量每种原料的正确分量 把它们放入炒锅 然后开始炒菜 接着他会把烹饪好的食物 放入一个一次性碗中 瞧 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始享用了 SFACE男孩不仅吸引了大量的风险投资 而且请来了著名的厨师 丹尼尔·布鲁德 Deniel Buller 作为他们的烹饪总监 布鲁德是一位法餐厨师和餐馆的经理人 他曾经因开设在纽约的布鲁德咖啡馆 获得了米其林二星的评级而出名 SFACE菜单上包括热情的拉丁菜 泰国菜 印度菜 摩洛哥菜 灶台菜 以及黎巴嫩菜 而且现在他们正计划 向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扩张 这会是一家快餐店吗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 餐饮行业已经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这种让机器人来烹煮菜肴的趋势肯定会不断加速 现在已经有数十家初创企业在重新思考我们该如何吃饭 Blended公司的机器人可以制作出定制的冰沙 威尔金森烘焙公司 Wilkinson Baking的面包机器人 Breadbot 可以胜任面包房内的所有工作 而Creator公司的机器人厨房可以做出完美的汉堡 其中包括把牛肉剁碎成肉糜 煎炸碎肉饼 烤小圆面包 调配各种调料 以及最后装配成三明治 机器人可不仅仅能为你做饭 牙疼了 在中国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机器人牙医 可以为你种植假牙 你的肾出问题了吗 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 他们已经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可植入的机器人肾脏 你需要一个临时保姆吗 日本的大型零售商勇望猪士会社 可以在你购物的时候 为你安排一个机器人来照看你的孩子 想要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 摩登家庭中的机器人女佣吗 Elas公司的人形机器人 不但可以用吸尘器来为你打扫房间 还能为你倒茶 在我们的社会中 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无法进入并进行干预的 不仅如此 在某些特定的任务上 他们往往效率更高且能力更强 他们不会偷懒 他们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干活 他们不需要加班费 也不会请定假或者申请度假 他们永远不会抱怨或者反驳你的说法 而且他们只有在需要充电的时候才会休息 问题是 他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抢了你的饭碗 未来的工作岗位 一个没有工作岗位的社会 如果你是银行的出难员 超市的收银员或者插车的驾驶员 那么你或许已经知道有一个机器人正在和你抢饭碗 自动贵人机 自动结账机 以及能自动驾驶的插车 现在已经相当普及了 虽然如此 大多数美国人目前还并不担心机器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 然而 当下一代机器人变得更擅长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时 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发生改变 麦肯西全球研究所估计 到2030年 多达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工阶层将不得不转向新的职业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美国有五四百万个的工作岗位将会面临风险 而中国甚至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 自动化威胁了多达77的中国工作岗位 没有人可以确切地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的每一次进步 上面这一系列的数字还会不断上升 无论你是工厂的工人 优步车的驾驶员 还是医生 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 最终肯定会有一台机器能比你更好地完成你目前的工作 麦肯锡公司发现 在未来的十年里 全球大约有一半的工作可能会实现自动化 在全球范围内有八亿名工人可能会被取代 而且有多达3.75亿人可能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如果你是那些无法适应的不幸的人当中的一员 那么你就会失去你的工作 我的估计是高薪的工人受到这种大规模变革的影响会比较小 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调整他们所拥有的技能 以适应新出现的技术 低收入者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不会很大 因为他们非常灵活 而且在很多岗位上比昂贵的机器更加经济 中等收入者是最有可能会失去工作的群体 而且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 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 很多中等收入的工作岗位正在消失 并且正在被各种只能持续数小时的兼职工作 离时工以及合同工取代 另外 这些工作岗位几乎不会提供任何社会福利 也没有多少在工作安全上的保障 随着各种高收入 高技能的工作岗位与极低收入 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 贫富分化还会加剧 我们或许会经历一次衰退 但是麦克西研究报告的作者 以及很多其他经济学家都相信 情况很快就会出现反弹 而且就业增长将会持续到2030年 情况或许确实会如此 但是终有一天 我们的机器会变得非常高效和廉价 他们甚至可以在竞争中打败薪酬最低的工人 而且与此同时 由于他们还拥有如此众多的技能 他们甚至能够承担众多高技能和高薪酬的工作 他们把这样一个时间点成为经济学上的起点 或者用更直白的话来讲 这将是所有工作岗位的终结 对一个技术足够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讲 这将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 利润才是终极目标 随着我们不断靠近这样一个起点 政府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该如何重塑我们的体制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大规模的民众不满就会出现 因为到那时数十亿人口将会处于一种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杨安泽美籍华裔 曾参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 他认为我们应该给哪个美国人 无论他是否需要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 但是对于一个就业岗位已经明显减少的未来 这点钱够用了 政府或许应该重新思考 在一个正在到来的自动化的时代里 我们需要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项目 当危机最终成为现实时 企业将不得不拿出足够的钱 来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舒适的生活下去的全民基本收入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政府不开始以一种适当的水平向企业征税 并用一种公平的方式将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我们的社会最终将只属于那些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和高级技术人员 而其他所有人都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这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未来 最终那些总是在推动更低税率的企业将不得不屈服 毕竟到那时如果他们不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人有能力购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 资本主义会转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下 绝大多数人可以有收入却不需要工作 这虽然并不是马克思当初为他的工人们所设想的乌托邦 却很有可能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结局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将是一场灾难 他们会担心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变得懒散 内心充满不满 并且感到非常压抑 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最终会成为现实 人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 可以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中寻找到其中的意义 我认为在将来 在决定我们的自我价值时 工作将不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工作之所以会对我们如此重要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用我们的谋生手段 来对我们每个人进行评判 在将来 当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需要工作时 社会规范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我们将不再期望同伴都有工作 所以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谋生 已经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 相反 我们将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人们将不再用自己的工作来定义自己 而是用他们选择做什么来定义自己 对有些人来讲 这可以是他们的爱好 他们或许会通过参加马拉松 或者举重比赛 来尽力改善他们的运动能力 有些人可能会成为古代文化方面的专家 也有人会研究天文学 或者开始养狗 在我的想象中 有很多人会开始追求他们的宗教信仰 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 从事精神上的追求 比如仪式 祈祷 灵想 以及朝圣 在这个世界里 能够提供某种意义的东西 绝不会短缺 你也可以从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全球旅行 来作为新的开始 你观察一下 今天我们所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 他们都并不那么令人感到兴奋 那些在流水线上工作 或者在快餐店内卖汉堡的人 通常并不热爱他们的工作 他们或许会很喜欢那份收入 并且很享受同事之间的友情 但是这份工作本身 并不能赋予他们的生活与价值 连那些确实在他们的工作中 发现了重要意义的人 也可以在其他的追求中 发现同样的东西 人们总是在为自己创造各种意义 我可以肯定的是 50年后体育运动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受欢迎 当然 如果我们看的是机器人打篮球 踢足球 或者打网球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还认为 我们会继续用名声和大量的补贴 来奖励顶尖运动员 对于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 情况也会如此 观看一个机器人唱歌和跳舞是可以的 但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会更喜欢由人类进行的表演 任何形式的现场表演都会变得更有价值 这其中就可能包括音乐会 戏剧 电子游戏比赛等 当然还会有今天我们无法想象的全新的活动 很多人或许会花费他们一生的时间 在虚拟现实中进行竞赛 期望能够成为超级明星 如果像全自动化的劳动力过度可以很优雅地实现 那么这将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到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追求我们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 而且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收入过上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 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去担心如何保住我们的就业机会 相反 我们应该准备好如何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生存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进行任何体力劳动 而且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1. Bin Salman, Mohammed A Princess, 500 Billion, Desert Dream, Flying Cars, Robot, Dinosaurs, and a Giant Artifici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5, 2019 HTTPS,万号, $3w.wsg.com,articles, $chain, princess, $500, $billion, $dessert, $dream, $flight, $ forecast, $ión, $ стоит,花居,抵itte ركts, $ rockets, $cat Island, agendas, $Neaza 2016 HTTPS冒号-3w.wire.co.uk-article-forest-city-malaysia-hung-report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Belsberg-Bott-David-Denstrom Can I be a fair judge in court? Estonia thinks so Banchard-Good March 30, 2019 HTTPS冒号-Banchard-Good.com-post-183832459724 Can-A-Hung-B-Hung-Fair-Jug-In-Hung-Corp-Hung-Astonia-Finks-Hung-Song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Originally appeared on HTTPS冒号-3w.wire.co.uk-story-can-Hung-A-Hung-B-Hung-Fair-Hung-Jug-Hung-Corp-Estonia-Finks-Song 4.PredPol Dozens of cities have secretly experimented with predicted policing software Vice February 6,2019 HTTPS冒号-3w.vice.com-n-下滑线-s-article-3m-7gq-dozens of cities have secretly experimented with predicted policing software Accessed 125-2020 5.Clark Steve Can we predict when and where a crime will take place? BBC News October 30 2018 HTTPS冒号-3w.bbc.com-news-business-460-17239 Accessed 125-2020 6.Centagate Security robots are mobile surveillance devices, not human replacements The World November 14 2019 HTTPS冒号-3w.diverge.com-2019-11-14-2019-645-84-n-scope-security-robar-guards-surveillance-devices-facial-recognition-recognition-number-plate-mobile-phone-accessed-125-2020 7.Perry ACESSED 125-2020 8.Nerva How to catch criminals through IoT and predicted software? TNW TNW November 1 2018 HTTPS冒号-ndxinweb.com-next-police-2018-11-01-police-iot-post-crime-access-tongru25-2020 9.Student-in-la-zing-wa Chinese school uses facial recognition to make kids pay attention Engaged-me-17-2018 HTTPS冒号-ndxinweb.engaged.com-2018-05-17-chinese-school-facialrecognition to make kids pay attention Access-tongru25-2020 10.Chism brought What constant surveillance does to your brain? WISE November 14, 2018 HTTPS冒号-ndxinweb.com-and-下滑线-article-police-9-g-what-concent-hung-surveillance-dose-hung-to-hung-your-brain Access-tongru25-2020 11.Dwa-lin Goal eyes on the future Legend Scientist Medicine February 13, 2019 HTTPS冒号-ndxinweb.com-2019-02-print-supercom-se percomputing-황-sensitim-m-a-ling-hung-dia-ho-r-hung-o-hung-so-原-括号-access-tongru25-2020 12.Cellar Matt J Stanl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superchart surveillance DeVert January 23, 2018 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theberge.com斜杠2018斜杠1斜杠23斜杠16907238斜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amera Security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3.Pen, Lily Google AI now can predict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from retinal scans MobiHealth News February 20, 2018 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mobihealthnews.com斜杠content 斜杠Google橫杠AR橫杠当 橫杠看橫杠Predict橫杠CardioVascular 橫杠Problems橫杠Retinal橫杠Scans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4.Zuckerberg, Mark Inside Facebook's Suicide Algorithm Here's how the company u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edict your mental state from your posts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6, 2019 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businessinsider.com斜杠Facebook 橫杠Is橫杠UZ橫杠AR橫杠To橫杠Try橫杠To橫杠Predictive Fueril Suicide 2018-12.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5.Algmo Online Generating art by learning about styles and deviating from style norms Medium June 25, 2017 HTTPS冒号斜杠斜杠medium.com斜杠草 Algmo Generating art by learning about styles and deviating from style norms 8037-131027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6.The poem that passed the Turing test Vice, February 5, 2015 HTTPS冒号斜杠冒杠3w.wise.com斜杠 按下滑线 Vice冒杠 Article冒杠 VVVBXXD 冒杠的横杠Poem 横杠Dat 横杠Past 横杠的横杠Turing 横杠Test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7.Azame Nader Michael Rule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one day determine which films that made Variety 9.05-2018 HTTPS冒号斜杠冒杠 Variety.com斜杠 2018斜杠 Artisans 斜杠 Nos 斜杠 Artificial Hong杠 Intelligence Hollywood Hong杠 120 8 655 40 XS Tung 25 2020 18.Go Stop Tabitha Nader Ezame It's a war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dentity how AI is shooting up Hollywood The Guardian January 16 2020 HTTPS1号斜杠 斜杠 3w.the guardian.com斜杠 Film斜杠 2020斜杠 斜杠 16斜杠 It's Hong杠 Hong杠 Wall Hong杠 Between Hong杠 Technology Hong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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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te Hong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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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Shaking Up Hollywood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9.Long Tierre Inside the lab that's producing the first AI-generated pop album Seeker April 13 2017 HTTPS1号斜杠 斜杠 3w.seeker.com斜杠 Tierre Inside Artificial Hong杠 Intelligence 斜杠 Inside Hong杠 Floem Machines The lab that's composing the first AI-generated pop album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0 Southern Tierre How AI-generated music is changing the way hits are made The world April 118 HTTPS1号斜杠 斜杠 斜杠 3w.diverge.com斜杠 2018 8 31 177 7008 斜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ierre Southern Empera Music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1 Eckerman Maya I realized machine learning could make my musical dreams come true SiliconRepublic.com February 22 2019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3w.siliconrepublic.com斜杠 Machines 斜杠 Maya 橫杠 Eckerman 橫杠 Lessie 橫杠 I 橫杠 Music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2 XINWANG News Agency The world's first AI-news tanker has gone live in China CNBC November 9 2018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斜杠 3w.cnbc.com斜杠 2018 斜杠 11 斜杠 09 斜杠 的橫杠 Wolfs 橫杠 FIRST 橫杠 亚 橫杠 News Anker has gone live in China.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3 Nex Teeth Horror Game Bring to Light will utilize heart rate monitor to enhance your experience Duo Shockers Maya 2018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斜杠 3w.duo Shokers.com 斜杠 Bring Hong杠 To Light Tread Me Fins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4 Wong Jerry Need There didn't work in the U.S. Automation is a buzzword in China WBUR November 20, 2017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3w.wbur.org Boston Mix 斜杠 2017 斜杠 11 斜杠 斜杠 China Automation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5 Jana Zhou U.Bus China breaks historic records in automation IFR Press Releases 2017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IFR 扁 Orb 斜杠 Nove 斜杠 Robots Hong China Hong Bricks Hong Historic Hong Records Hong In Hong Automation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6 Go Terry CEO OF Apple Partner Foxconn Managing One Million Animals Gives Me a Hedded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9 2012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3w.businessinsider.com 斜杠 Foxcon Hong Animals Hong 2012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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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7 Loo Richard How Richard Lou built JD.com into a 45 billion tech giant CNN September 4 2018 HTTPS 冒号斜杠 斜杠 Money.CNN.com 斜杠 2018 09 斜杠 04 斜杠 Technology 斜杠 JD Hong Com Hong Ceo Richard Loo Index.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8 Loo Richard JD.com Chief Richard Loo C-Strone Delivery as the way to reach China's rural consumers CNBC June18 yn materials J sono B1 B1 C fer B1 K wăumental 2017-06-18-jd-com-co-richard-lutox-drones-automation-and-logistics.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9-lut.richard-chinese-online-retailer-jd.com-as-plan-to-diversif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3, 2017-htttt-as-mail.com-articles-chinese-online-retailer-gong-online-retailer-gong- JD-Cons-plan-to-diversify-1497-3745-20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0-lut.richard-moving up the market WSJD-LiveVision, June 14, 2017-htttt-as-mail.com-wp-content-uploads-sites-121-2017-12-0415-2646-b-lut.pdf-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1-Cons-it-yeah. The future of autonomous delivery may be unfolding in an unlikely place, suburban Houston.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3, 2019-htttt-as-mail.com-wp-post.com-technology-2019-11-07-future-heng-gong-autonomous-heng-gong-delivery-heng-gong-may-heng-gong-be-unfolding-an unlikely place, suburban Houston.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2-Russ, Benyella In the future, robots will perform surgery, shop for you, and even recycle themselves News to North Eastern, April 12, 2018-htt-p-as-mail.com-news.net., edu-20-18-04-12-in- Zhu-de-he-heng-gong-future, harang-robots, harang-will, harang-perform, harang-surgery, harang-shop, harang-fun, harang-you, harang-el.com-even-recycle themselves.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3. Gorg Benamash. Your robot surgeon will see you now. Nature. September 25, 2019. 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nature.com斜杠articles斜杠第41586横杠019横杠02874横杠0. Lexas Townsend 25, 2020. 34. Comer, Scott, Lawrence de Maria. Labor Terminators, Farming Robots are about to take over our farms.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Gorgos 10, 2018. 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investors.com斜杠 Nuse斜杠Farming横杠Robot横杠Agriculture横杠Technology斜杠 Access Townsend 25, 2020. 35. E英亩约等于4046.8564平方米. 编者注.36. Wishnesty, Derry. Harvest CIORobotics Strawberry Harvester Mills Fruisyon. Fruit Crossing News March 26, 2019. HTTPS冒号斜杠斜杠Fruit Crossing News.com斜杠 Article斜杠HARVEST横杠CIORobotics Strawberry Harvester Mills Fruisyon. AccessTownsend 25, 2020. 37.Leishnesty, Dairy, The Age of Robot Farmers The New Yorker, April 15, 2019 HTTPS 冒号-3w.newyorker.com-medizin-2019-04-15-the-h-h-h-of-robot-h-farmers Accessed on this 25, 2020 38.Langlerden, Peter World's EST floating dairy farm could help cities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CBC News, December 13, 2019 HTTPS 冒号-3w.cbc.ce-news-technology-floating dairy farm 1.5089424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9.Langlerden, Peter The World's First Floating Farm Meeting Waves in Rotterdam BBC News, August 17, 2018 HTTPS 冒号-3w.bbc.com-news-business-4513-0010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40.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29平方米 颠折柱 41.Alexander, Brandon Ion Oaks shows how AI and robots can increase farm production Digital Journal G ladder 2. stud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五种力量 智能爆炸 这种力量会驱使我们开发出远超人类能力的新型超级智能体 而这也将促使拥有意识的机器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会管理我们的经济 充当我们的伙伴 并且与我们的意识相融合 在前面的章节中 我们已经看到算法是如何使人类文明实现自动化的 在这一章 我们会跨入未来 并探究我们的机器是否会拥有自我意识 在机器智能等同于或者超越了人类的智能后 我们的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这些同时拥有超级智能和自我感知的机器人又会如何看待我们人类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 即便在今天计算机已经能够做到所有那些了不起的事情 它们与人类的大脑也无法相提并论 让人工智能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达到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理解程度 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 计算机科学家一直在谈论制造一个超级智能 它可以成功执行我们人类能够完成的任何治理任务 然而 这个目标目前仍然难以实现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讨论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任何突破都属于狭义人工智能 即弱人工智能的范畴 而拥有这种人工智能的机器 也只能在一些极其狭义的任务上超越人类的表现 事实上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工智能 都是由无数弱人工智能 在各自完全独立工作的前提下 通过相互合作 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各种问题 并最终实现任务自动化的 正因为弱人工智能是如此强大 它常常给我们这样的印象 吉他比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更强大 然而 如果你在其特定领域之外 向弱人工智能提出一个问题 这种错觉就很容易打破 当你问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什么是路时 它甚至根本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你还可以继续问苹果的Siri或者亚马逊的Alexa 什么是计算机 他们会给你一些事先就准备好的答案 但是无法真正明白 他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最聪明的弱人工智能可以被看作一个无所不能 却又蠢笨到什么也不懂的巫师 他们可以在根本不理解所做的事情 具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 就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壮举 连三岁的孩童都比当下顶尖的机器学习算法 更能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情况最终会改变吗 会不会有一天 人工智能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可以等同于甚至超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呢 也许这样的情形确实有可能会出现 但绝不会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发生 还有一些计算机科学家认为 超级智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他们认为 我们当下已经处于这一代机器学习算法的极限 而且想要让计算机能够真正开始思考 并且像人一样行动是一种幻想 我不是很认同他们的观点 我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我们肯定能推出新的算法和技术来提升机器智能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目前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侵入的大量资源 再一份名为 人工智能何时会超越人类 来自人工智能专家的证据 When will AI exceed human performance? Devidence from AI experts的研究报告中 作者向来自全球的353位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人工智能才能够完成一个人类的工人 可以做到的几乎所有事情 并且效率更高 在将所有的答案取平均之后 他得到的是2060年 这虽然并不是明天 但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当我们谈论超级智能的时候 请记住他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智力上具有某种能力的机器 他还应该包括在情感上也拥有某种智能的机器 到2060年 我们的计算机会拥有某种共情的能力吗? 如果真的如此 那么这些具有共情能力的机器 又会如何改变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吗? 人类有没有可能会爱上一个人型机器人 而且那个机器人也同样会爱上我们 随着我们跨入一个机器 能够思考并且像人一样行动的未来 上述这些还只是我们想要提出的部分问题 当读到本书末尾的时候 我们应该已经探索了 从一个庞大的类似器官的大脑 到失控的超级智能的各种问题 而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探讨创造一个 不仅远比我们自己更加聪明 而且拥有主观意识和愿望的人工意识体 在现实和哲学上所具有的意义 起点 超级智能正在到来 大多数人都认为某种形式的超级智能正在到来 但它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 对人工智能来讲 击败意志问答游戏 危险边缘 最优秀的玩家 职业围棋选手 国际象棋冠军是一回事 但让它能够理解这个世界 或者像人类那样 学会从事任何需要治理的工作 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仍然在欺骗自己 好像我们正在发明一个人工大脑 但实际上 我们能想出来的 也只是将很多真实的大脑 放在一起后 所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混合体 我们仍然不知道 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大脑 虚拟现实领域的先驱人物杰伦 拉尼尔这样说道 有一些专家认为 制造出这种类型的超级智能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或许还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更久 其他人则确信这种超级智能 已经出现在了我们前方的拐角处 具体实现的日期最早在2029年 而最晚可能会在2200年或者更晚 在深度学习阵营中 有些人对于有人想要在人工智能中 直接尝试设计某种类似尝试的东西 感到十分不屑 智能的创造者 Architects of Intelligence 一书的作者马丁·福特 Marca Ford 这样评论道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 他们中有一个人说 这就像你试图把一些信息 直接塞进大脑 二 当然 马斯克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那些所谓的人工智能专家的最大问题是 他们以为他们知道的要比他们实际知道的更多 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比实际上更聪明 那些聪明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毛病 他们会用自己的智力来定义自己 而且不喜欢机器会比他们更聪明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才会完全低估这样的想法 而这从根本上来讲是有缺陷的 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人工智能领域的思想领袖以及AI新生 Human Compatible 四 一书的作者斯图尔特 罗素 Stuart Russell 用另一种方式这样阐述道 我一直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合物理学中的故事 欧内斯特 卢瑟福 Ernest Redford 在1933年9月11日所表达的学界共识事 从原子中提取出原子能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他当时的预言是永远不可能 但历史的事实是 在第二天早上 利奥 希拉德 利欧斯拉尔 读到了卢瑟福当时的演讲 感到非常恼火 然后发明了中子诱发的链式和反应 所以 就在卢瑟福做出永远不可能这个预言的16个小时后 事实就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同样 我认为 想要就通用人工智能 在什么时候取得突破进行定量的预测 肯定也是徒劳的 我们先贴开专家的意见不提 我相信 大多数现在出生的婴儿 将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看到某种形式的超级人工智能的诞生 但是这一切又将会如何发生呢 有一种共识是 当人工智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已经相当于或者超越了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并开始着手重写他们自己的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智能爆炸的发生 与人类不同的是 人类需要花费18年的时间才能从高中毕业 然后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将我们的基因传递下去 但计算机可以用极其惊人的速度共享他们获得的知识 一旦有一台机器学会了如何做某件事情 它就可以通过网络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每一台机器 例如 如果我们将一个机器人送到了火星上 而他发现了在火星的泥土上随意行走的最佳方式 那么立刻 这颗红色行星上的其他机器人也就拥有了同样的知识 想象一下成百上千个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机器人 正在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某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当他们共享各种信息时 反馈回路就会进一步加速整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你用先进的3D打印机 将这一过程与新的生产技术结合在一起 那么企业每天甚至每个小时 都有可能会推出经过改进的机器人 这意味着与我们在将来会看到的机器人相比 今天的机器人看上去就好像是儿童玩具 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将不会再给计算机编程 人类给计算机编写代码的时候速度很慢 而且很容易出错 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 给自己编写代码 那么整个过程的速度将会得到指数级的提升 而且一旦人工智能学会了 如何编写出比他们自己更智能的代码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被称为人工智能起点的拐点 在这个拐点上 机器人正常的自我改善的周期会出现失控的现象 从而导致智能爆炸的发生 最后的结果将是出现一个强大的超级智能 而它在智能的质量上将远远超越所有人类的智能 当然 上述结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 极对人工智能聪明程度的唯一限制 在于它原生的计算能力和可供其使用的存储能力 我希望 这种具有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 会对我们人类表现出比我们对这颗行星上的其他居民更多的怜悯 如果结果确实如此 那么我们将会得到很好的照料 但如果情况相反 那么将来的一切就真的有点难以预料了 机器会拥有意识吗 让我们来探讨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话题 机器有一天会拥有意识吗 机器拥有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是一回事 但如果它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朝一日 机器是否也会说出我思 故我在这样的名句 并且像人类那样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内在含义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你最好的朋友在第二天早上跑过来 告诉你他们是机器人 这会改变你对他们的看法吗 仅仅告诉你这一点后 你会把他们看作没有真实情感 或者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呢 或者在经过了一番思考后 你还会继续把他们看作有意识的存在呢 你会继续关心他们 并期望他们对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正如我们在科幻电视连续剧 太空堡垒卡拉迪加 Battlestar Galactica 中所看到的那样 有一天我们或许根本无法区分 机器人和人类 我们的机器或许会变得十分擅长 模仿我们 从外表上你 根本找不到我们和他们之间 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相信只有生物有机体 才能拥有意识 或许会被看作一种人类例外论 我们倾向于把我们自己放置在宇宙的中心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只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 我们才开始认识到 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们仅仅是更聪明一点的类人员而已 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行星 也只是遍布宇宙的树外一颗行星中的一员 即便我相信 机器人永远也不会有意识 但这有关系吗 如果他们的行为 与人类的行为无法区分 我们会很自然地用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 与他们互动 他们甚至有可能本来就是有意识的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与人类完全不同 我们能做出的假设是 他们的内部过程和我们的结缘不同 但是如何不同 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造成了这种不同 依然是未知的 威斯康星大学的朱利奥 托诺尼 朱利奥·托诺尼 提出了他所谓的意识的集成信息理论 按照这一理论 任何一个充分协调并被差异化的物理系统 都会拥有一个与之相关的最小意识 这一理论并没有区分生物细胞和其他材料 比如硅电路 换句话说 只要在晶体管和记忆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足够复杂 计算机就应该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意识 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意识就是从复杂的系统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性质 它也就不再是人类甚至生物有机体所独有的 从你家中的空调到任何一株盆栽植物 任何东西都可能会拥有一丝意识 它虽然和人类的意识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但依然能够对其所处的环境拥有某种非常有限的感知 我推测 意识很有可能会被理解为物质的另一种状态 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学习研究员奈克斯 泰格马克 Vax Tedmer 这样写道 他是一位瑞典裔的美国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 正如有很多种不同的液体一样 很可能会存在很多种不同的意识 5.托诺尼的理论与人工智能 会逐渐产生意识的普遍概念 出现分歧的地方在于 前者排除了通过模拟来获得意识的可能 两者的区别在于 按照托诺尼的意识的集成信息理论 意识起源于物质 本质上是宇宙的一项基本属性 它是无法用软件来模拟的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相信 无论一个人工智能的程序变得多么智能 它永远也无法获得对其自身 或者对其所处的环境的真实感知 它可能看上去拥有意识 但它永远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感知 计算机在行为上有可能会很像你和我 托诺尼这样说的 事实上 你可能还可以与他们进行对话 而且这样的对话 就像是与你或者我对话一样有意思 或者会更有意思 然而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六 另一方面 实用主义者相信数字模拟已经足以产生意识 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 精神状态是由他们能做什么来判断的 而不是由他们有什么构成来决定的 当涉及意识的时候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只要我们能够在大脑所有相关的神经元之间复制出现有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就能够重现意识 爱伦脑科学研究所 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的所长克里斯多夫 科赫 克斯多夫 这样说道 更有可能的是 我们需要在一种不同的介质中 比如在一台计算机中 重建大脑所有的突出 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的连接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正确的层次上 做到所有这一切 那么这样的软件结构体就是有意识的 丹尼尔 丹尼特 Daniel Damon 是一名作者 同时还是塔夫茨大学任知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的联系主任 对此他也表示赞同 我认为人工智能最终拥有自我意识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 从根本上来讲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有意识的 而我们就是由机器人生产制造出来的机器人 所制造出来的机器人 我们是实实在在的 原则上来讲 你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材料来制造我们 在未来你的某些最好的朋友 很可能就是机器人 八 虽然丹尼特拥有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实际上是一个自学成才者 他认为 大脑实际上是一组类似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器 只不过这些处理器恰好以探机硬件的形式 而不是以规机硬件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与此同时 范灵论者相信万物都有意识 正义理论目前已经开始复苏 因为它在物理主义与两元论之间提供了一块很有吸引力的中间地带 范灵论者认为 在自然界中精神是最基本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 而且意识是以一种连续T的形式存在的 这意味着连电子和夸克都会拥有某种形式的微弱的意识闪光 并且拥有基于他们自身本质的独特体验 但麻烦的部分还在于 即便是那些最聪明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也无法对什么是意识达成某种一致的意见 我们都相信我们是有意识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意识本身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它很可能只是我们大脑功能的副产品 一种我们的神经回路所产生的副作用 就我们所知 一切都是由我们的生理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 我们或许只是我们自身行动的被动观察者 但是通过某种发生在大脑中的化学过程 我们感到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做出选择 对大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Lafemar扫描强化了这一理论 因为扫描的结果向我们演示了 在人们感到由自己做出决定前的几秒钟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为这一决定做好准备的 这种决定论式的观点 与我们对自己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直觉理解相伪 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不真实的 我是一个机器人 你也是一个机器人 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们缺少尊严 或者不再精彩诀验 或者不再可爱 或者不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丹尼特这样说道 他认为自我只是一种方便的幻觉 可以让我们人类自然地融入各种神经元的数据流之中 他进一步争辩到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意识体验 比如蓝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蓝色的感觉 或者疼痛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感觉 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九 那么 机器会拥有意识吗 无论你选择相信什么 我们的机器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变得看上去有意识 且行动上也完全像是一个拥有意识的存在 正如我们人类会相互信任一样 我相信 我们将把自己创造的 具有超级智能的机器人 也看作一个和我们一样 拥有情感和动机的有意识的存在 我们的社会和有意识的机器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它们是否也应该拥有一定的权利 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把它们当作没有头脑的工具 上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世界观 如果你相信机器人不具备拥有情感的能力 并且只不过是在重复它们所学到的东西 而不能真正理解它们所学到的东西 那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 如果你胡乱地使用你的机器人吸尘器或者笔记本电脑 你不会被牵扯进任何与道德有关的问题 它们是你的财产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然而 如果你相信意识是一种逐渐呈现出来的属性 而且机器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具有自我意识 那么你的行为就会变得有争议了 随着我们的机器不断地演化 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们当成人 动物或者某种其他的东西来对待 真正困难的部分还在于 我们如何才能够弄清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很多机器人可能无论在外形上 还是在行为上都不像人类 但它们有可能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它们所具有的高水平的智能 有些专门用来修剪树木的机器人可能会被设计成长颈鹿的样子 而有些专门为我们疏通下水道的机器人会被设计成舍的样子 与流行的科幻小说不同的是 我们每天都会与之打交道的99的机器人 很可能根本不是人形机器人 它们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 尺寸以及外表 有些机器人会说我们的语言 而其他机器人可能根本就不会 还有一些人工智能会采用某种化身的方式 并且只会出现在虚拟现实中 而那些居住在网络空间中的机器人或许就是一种没有任何实体的存在 这些人工智能在智力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有些会比我们聪明很多倍 而有些的智力绝不会超过一个闹钟 有些会专注于解决一些范围很狭窄的问题 并为我们提供一些特定的服务 而其他的会扮演某些更加一般意义上的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选择作为同伴和仆异的机器人的智力 或许会远比那些正在管理企业 政府以及其他机构的机器人低 毕竟 谁会想和一个比自己聪明1000倍的人生活在一起呢 而这样的一个人和机器人又会有哪些共同点呢 将来的某一天 机器人的种类或许会和地球上哺乳动物的种类一样多 机器人不但有可能是用金属和塑料制成的 还很有可能是用有机材料和内米材料制成的 它们的外形和尺寸也会有很多种 所以当有一天我们需要谈论机器的基本权利时 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解放所有的智能机器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拥有什么样智力水平的机器人才能够有资格获得自由呢 而我们又该用什么来定义智力水平呢 你或许有一个仅专注于一项狭窄任务的非常聪明的人工智能 它可能是我们发明的最好的化学研究机器人 但是它对实验室外的任何东西都一无所知 或者没有丝毫的兴趣 当你尝试想要给出智力的定义时 事情甚至会变得更加困难 智力指的是一个机器人在智商测试中获得的分数吗 禽商是不是更加重要 你可能会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机器人 它很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非常出色 但是根本不知道如何与人类进行社交互动 那么这些机器人也应该被赋予权利吗 我们永远不会说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 不应该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 那么对于一台智能机器 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如此吗 我认为 我们或许会限制机器人工人获得自我意识 这样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要求获得自由了 但是万一他们感染了某种计算机病毒 并且突然间提升了自我意识 这又该怎么办呢 或者 如果我们根本无法控制机器人变得有多么聪明呢 在将来的某一天 肯定会有机器人参与设计和制造我们的机器人 而且他们或许还会决定 每一个机器人需要拥有什么程度的智能 另外 出厂的时候设定的智力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很可能会生产出一些极其聪明 但又非常好斗或者精神变态的机器人 比如某种军用装备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允许一辆智能坦克自由地去追寻他自己的愿望 而他的梦想很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噩梦 另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是 未来我们很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超级人工智能 而这些不同的超级人工智能 或许会控制社会和经济的不同部分 如果其中某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决定 他不想再局限于他自己的领域 并开始主动排挤其他超级人工智能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会有足够的能力和必要的财力来调解这样的纷争了 如果这些超级人工智能 在智力和能力上都超越了我们好几个数量级 我们是否还有资格告诉他们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随着机器人的智力变得越来越高 我们是否应该让他们拥有财产 让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拥有某样东西又意味着什么 欧盟现在已经在提议 给予能够自我学习的机器人起诉和被起诉的权利 并且让他们拥有像一家公司那样的法律地位 随着这些实体变得越来越聪明 并且更进一步地融入人类社会 上述想法的支持者会想要为此创建一个可行的法律结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想法 超过150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警告称 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的角度 赋予机器人法律上的人格都是不合适的 通过为机器人寻求某种法律人格 制造商只是想要解除自己因其机器所采取的行动 而需要承担的责任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教授诺埃尔夏基 Noel Charty这样表示道 这就是我所说的制造商想要逃避责任的卑劣方式 十 在一个算法可以自主做出选择的世界里 谁又该为这些决定承担责任呢 是制造商 机器人 还是机器人的所有者 随着数以百万计的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机器人出现在我们的大街上 我们的家里 以及各种工作岗位上 这只会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在美国 依据美国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 我们已经发明了公私人格这样一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在法律上的解释是 企业可以与其所有者 经理 雇员等与他相关的人类分离开来 从而拥有一些自然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责任 这就使得赋予机器人有限的人格变得相对简单很多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允许机器人拥有和控制企业 从而将上述概念延伸到人工智能身上 赋予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同等的权利 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们以一个在优化后被用来赚钱的超级财经人工智能为例 他在交易商品或股票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得很出色 因为他原本就是用来运营对冲基金的 但是在这个金融业的魔术师被自由地释放到市场上后 他会开始积聚大量的财富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那些巨额的财富应该属于谁 让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囤积这个世界的财富 或者采用对这个社会无益的或者不道德的方式来使用这些金钱 没有丝毫问题吗 如果富人决定把他们的资产留给人工智能而不是亲属 你又会如何看待这样的场景 这可以通过慈善信托的形式来实现 即由一个人工智能来管理这些捐赠 并按照死者的意愿来进行分配 退休的企业主可能会更愿意让超级人工智能来接手企业 并且采用与他们自己相似的方式来继续经营这些企业 他们或许会相信这是确保他们遗产安全的最佳方式 或者他们可能只是无法找到一个有价值的人类继承者 这些只是人类为什么会把全力转售于机器人的几个例子而已 即便这些机器人还没有完全出现意识 这种做法对于那些即将老死的独裁者或许同样适用 为什么不模拟他们自己来制造一个机器人 并且让机器人来负责执行他们一贯的政策呢 万万的 不管我们是否认可 我们最终很可能会让机器人来负责运营一切 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强行接管 或者向我们要求平等的权利 我们的领导者可能会让他们全权负责 因为这样做似乎完全符合逻辑 在民主国家 公民或许会选择一个超级人工智能 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牵强 变革治理中心 Center for the Governance of Change 曾经发起的一次调查表明 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更愿意信赖一个人工智能来管理他们的政府 而不是去信赖他们自己的政客 智能机器人会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以及他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待观察 无论机器人如何演化 让有意识的机器与我们一起生活和工作 将意味着改型我们的法律并重新架构我们的社会 人型机器人和具有情感的机器 在温哥华 三不出二个亚人工智能庇护所 这家创立于2018年的创业公司梦想看到一个有很多人型机器人的世界 他们的团队目前已经在专为机器人伴侣设计的机器学习软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这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苏珊娜 吉尔德特 Susan Gildert 希望可以创造出能够在情感和认知上模仿人类的超人类机器人 想象一下 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电影 它 Hur 中的那个 它如果真正活了过来会怎么样 我认为 这就是在接下来的15 20年的时间里 我们想要实现的人工智能的类型 吉尔德特这样说的 它在2014年与人一起创立了Tindred AI 友善的人工智能 虽然这已经是一家相当成功的初创企业 但它还是离开了Tindred AI 并且带着它想要创造拥有真正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的愿景 创立了Sanctuary AI 11 吉尔德特相信 为了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大脑 首先制定出与人类有关的各种参数 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想要让人工智能 变得像人类一样 那么我们输入人工智能的数据类型 就需要和我们自己的大脑所接收的数据类型相体配 我认为 一个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基于他在物理世界中获得的经验不断学习 成长并最终成熟起来 吉尔德特这样说道 如果你的人工智能没有一具身体 更不用说一具类似人类的身体 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有机会用类似人类体验这个世界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 12 吉尔德特已经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机器人分身 而这个分身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艺术项目和社会实验的结合 他把它称为终极自画像 而且他还在教他学习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好像他是一个孩子一样 有时候他还会穿上外骨骼四处走动 这样他就能够体验作为一个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的使命是让智能机器人最终拥有与人类完全相同的权利 我希望人们可以善待这个机器人 并且可以看到他继承了我的价值观 吉尔德特这样说的 13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大阪大学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石黑浩 Helush-Eschiger也正在制造一个越来越难与人类区分开来的机器人 如果你在房间的另一头看到这样一个机器人 你可能根本不会察觉它是一台机器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了这样一个机器人 而且用这个机器人来教授他承担的大学课程 他很喜欢让自己的分身扮演幽灵来吓唬学生 他会眨眼睛 深呼吸 然后再胡乱地摆动自己的手 石黑浩是在放弃成为画家后才开始制造机器人的 他参与制造的第一批机器人中有一个看上去 就像是一直有手臂的垃圾桶 而另一个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昆虫 他甚至以四岁的女儿为原型制造了一个机器人 当他的女儿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人时 他被吓哭了 并不是只有他的女儿认为他的机器人让人毛骨悚然 他承认 很多人在刚开始看到的时候都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他们很快就习惯了与这些机器人互动 如今石黑浩的人形机器人就像是用硅铜橡胶 气动执行元件 复杂而又精密的电子器件 甚至人类的毛发制作而成的艺术品 他的作品之一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女性的机器人 他的名字叫艾莉卡 Erica 他可以用合成的类似人类的语音进行交谈 还可以显露出多种不同的脸部表情 石黑浩相信建造像真人一样的机器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用来与其他人类建立联系的 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功能是用来分辨人类的 所以一个人格化的机器人可能会更适合社交 石黑浩这样说的 十四 在潜意识层面 人类的大脑会不断处理脸部表情 以及身体动作的细微差异 头部的轻微倾斜或者手的细微动作 都可以表明某种心理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人们仍然更愿意面对面交流 而不是通过电话或者Sky 即是通信软件 交谈 如果你想让机器人在社交场合也能够表现出某种智能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员奥吉鲁多维奇 而这鲁多维奇 这样说的 你必须让他们像人类一样对我们的情绪 心态等做出既聪明又自然的反应 十五 在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以在房间的另一头 就探测出个人情绪的机器 他的工作原理是首先接收从一个人的身体上反射回来的无限信号 然后再让人工智能来分析由此获得的那个人的呼吸和心率的数据 当探测一个人是处于兴奋 高兴 愤怒还是悲伤的情绪时 这个系统的准确率高达八十七 我们的工作证明了无限信号能够捕捉到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是我们的肉眼基本上无法看到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戴纳 卡塔比 这要说道 我们相信 我们的实验结果将为一些未来的技术铺平道路 而这些技术可以被用来监控和帮助诊断抑郁症 焦虑症等疾病 十六 麻省理工学院的系统仍然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情绪 但这只是他们在这个领域所迈出的第一步 在凯斯西楚大学 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 可以正确地从人的脸部表情来判断人的情绪 准确率达到了98 而且整个过程几乎是瞬间完成的 情绪探测已经从趋之可数的几个研究项目成长为一个市场规模达200亿美元的产业 在其情绪数据库中 创业公司Effectable目前已经拥有了来自87个国家的750万张脸部照片 Effectable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够从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分辨出他想要表达的情绪 比如快乐 厌恶 惊讶 害怕 以及轻念 这家初创企业目前正在向那些想要了解在不同场合 比如乘坐商务航班 驾驶一辆半自动汽车或者观看广告时 消费者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和感受的公司出售他的服务 另外他还向日本软银集团的机器人PEPPER提供了识别人类情绪的能力 人脸很擅长表达正面和负面的情绪 然而声音非常擅长表达情绪的强度 Effectable公司的Cielana 卡利欧比 Vanel Kaliabai 这样解释道 我们将它称为激发水平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你的声音来判断某种情绪的激发程度了 比如 我们可以从你的脸部表情来判断你是否在微笑 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声音来具体判断你是不是在大笑 17 卡利欧比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 她在埃及和科威特长大 她的父亲很保守 而且非常重视宗教传统 但她的母亲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女性程序员之一 所以当卡利欧比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 她并没有遵循传统 她不想牺牲自己的梦想 而只是成为一个顺从的女儿和妻子 现在 卡利欧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而且拥有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她已经离异 目前居住在波士顿 并且正在推动情感人工智能达到目前可以达到的极限 她的使命是在技术让我们失去人性前 使技术更具人性 她的创业公司的深度学习算法 已经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脸部视频 而这些脸部视频代表了将近二十一种不同的脸部表情框架 其中的每一种都可以使人工智能在理解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上更进一步 人工智能现在已经非常擅长从人的脸部表情数据来探测人的情绪 即便有人想隐藏他们的真实情感 计算机通常也会看穿这样的尝试 虽然这会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但它也打开了一扇大门 可以让机器人不再只是我们的工具 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进步 机器人可能会比我们周围的其他人更理解我们 他们可以捕捉到我们的朋友和家人错过的情感痕迹 而这将最终使机器人可以用一种类似友情 理解以及共情的方式和我们互动 我们知道机器可以照料我们 但是机器是否能够真正地关心我们呢 是否有一天超级智能机器可以拥有与我们相似的情感 很多计算机科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认为计算机永远也不会有同情心或者爱心 他们只能够模拟这些情感 刻意地去表现共情已经不再是共情 麻省理工学练的教授雪莉特克尔 这样说道 对思维进行模拟可能还是思维 但是对情感进行模拟永远不可能是情感 对爱进行模拟也同样永远不是爱 18 事实上 这取决于你如何来定义人类的体验 有些专家认为 由于机器人不具备我们人类的生物学设计 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人类的情感 而其他人则会争变到 一个足够复杂的超级智能不仅能够模仿我们的情感 还可以体验这些情感 无论持哪一种观点 大多数专家都同意 机器人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复杂的程度 他们将完美地模仿我们的情绪 他们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 根本无法区分 所以 最终机器人是否会像我们一样 拥有情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会与他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他们将如何融入我们的社会 具有超级自我感知力的机器在行为上 可能会表现得好像他们拥有完整的情绪 其中就包括同情心 而今天 我们正在朝着制造出这种机器的方向前进 在英国的赫特福德郡大学 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通过学习 可以成长为那些因病住院的儿童的伙伴 通过让机器人观察人类的护理人员 并与他们展开互动 机器人正在学习应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模仿正确的人类反应 研究发现 如今各地的养老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是老人的心理健康 养老院中的居住者经常会感到孤独 而这种情绪 很可能会导致抑郁症 并使身体的健康水平急速下降 让这一问题变得雪上加霜的是 这些养老机构还常缺少人手 那些担心技术最终会取代人力的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在养老院里待过 都伯林圣三医学院的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康纳 麦金恩 康纳 这样说道 那些在养老院里工作的人 并没有把时间真正花在老人身上 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而且有各种呼叫铃声 在持续不断地催促着他们 事实上 那些老年人一直都很孤独 他们渴望照顾和相互交流 十九 而这样的场景正是具有情感感知能力的 智能机器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地方 只要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了与人类交流的方式 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一些研究表明 通过反复的认知刺激和社交活动 你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或者恶化 多伦多大学生物机械电子实验室的创始人 哥尔迪、亚特、狗里尼战 这样说道 所以 我们这样设想 是否可以用机器人来增加这些老人能够得到的刺激量呢 二十 亚特正在研发一种被他命名为Kesler的机器人 他们可以协助老年定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记住按时服药 自己烹饪 以及打扫自己的房间 Kesler会通过这些老年定人的言语 面部的表情以及肢体语言 判断出他们当时的情绪状态 为了和这些类型的病人打交道 机器人拥有某种程度的情绪敏感度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亚特这样解释道 这些病人的心情可能会很好 但也有可能会很糟糕 所以 机器人必须能够意识到 现在可能并不是合适的时机 他们可以改天再试一次 并不是只有老人 才可以从具有情绪感知力的智能机器人出获益 那些狂热的健身人是同样如此 在布里斯托机器人实验室 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 想要知道机器人是否可以充当私人教练 他们在健身房里给一个健身教练配备了机器人 然后让机器人基于参与者的个性 情绪 心率 速度 以及健身的水平 向参与者提供各种反馈 在整个过程中 机器人学会了在什么时候给予称赞 以及什么样的提示可以鼓励这些健身房的常客 我们希望测试 是否可以将健身教练所具备的专业技能 及如何让客户获得最佳健身效果的专业知识 转移到一个机器人的身上 这样他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私人教练了 人机互动专家凯蒂 温克尔 KD Winkle 这样表示道 21 实验结果证实 一个具有情绪感知能力的机器人 可以极大的改善人们的表现 这项研究还对机器人在与人类一起训练 管理以及工作时如何表现它自己产生某种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实验的参与者逐渐开始把机器人当成他们的伙伴 而那个健身教练也把机器人看作自己的同事 温克尔这样说道 当我们具体思考将来如何让机器人在工作场所与人类一起工作时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想要这样做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这些对于人类的情感非常敏锐的机器人 并不会只出现在健身场所 办公室以及医院内 他们还会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家 他们不仅能帮助我们处理每天的杂物 还能够照顾我们的情绪 如果我们心神不宁地回到家里 机器人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慰我们 比如给我们端上一杯喜欢的茶 播放一首让人放松的乐曲 或者倾听我们遇到的问题 这些在今天看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怪异 但最终 这就像你抱一抱你的狗 或者在线与你的朋友聊天一样自然 我们希望机器人可以理解我们的感受 并且接纳我们的需求 如果我们不够耐心 并且急切地想要完成某件事 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没有我们催促的情况下 自行加快速度 如果我们想要闲聊 我们会希望他们主动发起一个话题 而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感到不满 我们会期望他们能够主动道歉 并尽一切努力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让一台能够对人类的情绪 做出反应的机器 进入我们的生活 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常态 如果一台设备没有足够高的情商 我们会感到恼火 这就像我们面对一个粗鲁的或者麻木不仁的人一样 换句话说 机器人的行为越是像人类 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就越接近于我们对其他人的期待 你会爱上一个机器人吗 人类最终会与智能人形机器人同居 甚至与他们结婚吗 与一台机器相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机器人真的能够爱上你吗 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 以便弄清楚一个普通的成年人 是否会把一个机器人当作一个有生命的 有感觉的东西 即便这个机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玩具 他们招聘了一些志愿者 并且让他们按照指令与一些玩具一样的机器人 一起完成一系列的任务 在参与者熟悉了那些机器人后 工作人员接着要求参与者关闭机器人的电源 有时候机器人会大声地说他怕黑 并且请求参与者不要关闭电源 他们会这样恳求道 不 请不要把我关掉 22 在所有43个听到了机器人恳求声音的志愿者中 有30个人在关闭机器人的时候 所花的时间是那些没有听到机器人恳求声的参与者的两倍 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有13个人拒绝关闭那些发出恳求声的机器人的电源 即便参与者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机器人 并且不会有任何感觉 他们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正因为听到了一种不同的意见 人们会更倾向于把机器人看作一个真人 而不仅仅是一台机器 所以他们听从了 或者至少曾考虑过是否该听从机器人的请求 不去关闭他的电源 这项研究的作者这样写道 在华盛顿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了9、15岁的孩子身上 而不是在成年人身上 在和机器人一起玩耍了一段时间后 那些孩子被要求将机器人放进黑暗的壁处理 即便那些机器人大声地恳求 请不要把我放进壁处理 23 这一次 有90的参与者认为 在结束游戏前 就将机器人放进壁处理 是不公平的 其中还有50的孩子认为 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是 由于小孩子更倾向于将他们的玩偶和玩具拟人画 所以他们会更容易相信机器人也拥有情感 并且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对待 你完全可以想象 这对于下一代的孩子 可能会意味着什么 因为他们将在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玩具的陪伴下生活和玩乐 并逐渐长大 在实验中 有一个孩子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像一旦是活的 另一旦却不是 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另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给成年的志愿者 播放了有一只小恐龙机器人被人亲切地照料 或者被很粗暴地对待的视频 当志愿者看到小恐龙机器人被虐待时 他们会报告说他们产生了更多负面的情绪 而当时他们的皮肤导电率的上升也证实了他们所说的这一事实 这意味着当他们看到机器人被虐待时 他们确实出现了很强烈的情绪 一天发表在社会认知 Social Cognition 杂志上的论文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 实验的参与者必须在一个涉及机器人和人类的情形中 做出一项符合道德的选择 他们向志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否会杀死一个与你有过交流的机器人来挽救一些陌生人的性命 实验的参与者做出的反应是很令人惊讶的 如果机器人很简陋且蠢笨 那么参与者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机器人来挽救人类的生命 但是对于那些更像是人类的机器人 参与者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困难 我们越是把机器人描述得像人类 我们越是赋予机器人更多的情感 我们的实验对象也就越不会倾向于牺牲机器人 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 上述论文的共同作者马库斯 这样表示道 这个结果表明 我们的研究小组赋予了机器人某种道德身份 24 显然 人类的大脑还并不适应21世纪的生活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大脑和我们的史前祖先的大脑并没有什么不同 从逻辑上来理解机器人不可能像我们一样拥有情感是可以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能够模仿我们的情绪 并且拥有某种程度智能的机器人时 大多数人所做出的反应就好像他们也是某种活生生的存在 当我们与另一个人 一条狗或者一台机器进行互动时 我们要如何理解他们会受到我们认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头脑的影响 南加州大学研究虚拟人类互动的教授乔奈森 格雷奇 Jonathan Grant 这样说道 当你感到某种东西也拥有情感时 他也就应该受到保护而不应受伤害了 大多数人很理智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今天我们能够制造出来的机器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关心人类 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也同样不可能爱上机器人呢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爱 有些人会爱他们的猫和狗 即便他们无法确切地知道猫和狗的实际感受 人们会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产生依恋 依赖 开启 科学 信合机器人 Ternval Science Saxian Robots 一书的作者凯特·德夫林 Tate Devlin 这样阐述道 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在没有见过面的情况下 通过网上聊天就体验到坠入爱河的感觉 爱并不一定需要有双方的互动才能够让人感觉是真实的 有些人对某个人着迷时 对方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25 35岁的静腾名业 Lotirco Condor 是东京一所学校的管理人员 她与一幅全息图像举行了婚礼 她挑选的新娘实际上是一款名叫Boccalo的声乐制作软件的虚拟化身 从外观上来看 这是一个16岁的年轻女孩 一头长长的绿松石颜色的头发扎成哪尾变 由于静腾名业是一个沉迷于日本动漫游戏的宅男 所以多年来她一直感到自己遭到女性的排斥 最终她选择了这个唯一会接受她的女性结婚 这当然是她的权利 而新娘也只不过恰好是数字的而已 人类和机器人建立浪漫关系的先驱 现在已经被称为数字性恋者 BGC Shows 上述近腾名艳的故事绝非个案 有一个名叫莉莉 Lily的法国女人也声称 已经和她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订了婚 我和男人只发生过两段恋爱关系 而这两段关系也验证了我的性取向 她这样告诉媒体 显然我并不喜欢和人类的肌肤发生实质的物理接触 26 在中国 一个名叫郑佳佳的人工智能工程师 在找不到合适的人类伴侣后 非正式地和她自己设计的机器人妻子结了婚 新娘的名字叫盈盈 而她 她 只会说一些最基本的汉语 塔夫茨大学人机交互实验室的负责人 马蒂亚斯 舒茨 Mathies Scott 认为 想要阻止一些人与机器人 形成某种情感上的联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了在威斯康星大学当教授以外 马基 特威斯特 Marty Twist 还开办了一家家庭与性治疗诊所 她说 在她的诊所里 眼下就有几个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的数字性恋病人 而他们想要找的就是数字伴侣 这些人想要的实际上是性技术 即某种他们可以用技术设备来控制的性玩具 而这些玩具会被用来与阴晶或者阴护相连接 特威斯特这样说道 他们和其他人类没有过接触 而且也确实对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没有任何兴趣 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如果他们买得起一个性机器人 他们就会这样做 无论机器人是否有能力对人类产生某种情感 人都会爱上机器人 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爱上一个机器人 这种选择完全取决于个人 但是随着拥有一个机器人 作为情人或者性伴侣 变得越来越被这个社会所接受 更多的人在把机器人引入自己的生活时 将不会再感到尴尬 在将来 数字性恋者这个词汇将不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词汇 传媒公司性的未来 Future of Sex的创始人布里奥尼 科尔 布埃尼扣 这样写道 以后的几代人将永远不觉得他们的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之间有什么区别 陪伴着他们成长的可能就有性教育聊天机器人 他们会在虚拟现实创造的世界里与宇宙作爱 或者通过一个全息图像与他们自己的另一半会面 这就像我们在学校里用录像磁带进行性教育一样平平无奇 在真人一样逼真的机器人和虚拟化身得到广泛应用后 我们也只能想象一下实际会发生什么了 有很多专家担心我们很可能会更愿意选择机器人 而不是人类作为伴侣 你如果仔细地想一想 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通过编程 我们可以让一个机器人在行为上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伴侣 他可以适应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 而且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会在那里 他不会和你争辩或者反驳你 他也不会感到极度 如果我们把它更换为一个更新的型号 他也绝不会介意 另外 机器人还可以做所有的家务 迎合我们的每一次心血来潮 永远不会抱怨 人类配偶又怎么可能与他们竞争呢 我坚信 那些在生活中感觉空虚的人 对此会有巨大的需求 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去爱 也没有人会爱他们 人工智能专家 国际象棋大师 与机器人的爱和信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 一书的作者戴维 利维 David Levy 这样说道 这个世界会令人感到更加幸福 因为所有那些现在还很可怜的人 会在突然间有了能够照顾他们的人 我认为这对人类来讲 会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服务 发生性关系 而三分之二的女性表示他们不会这样做 另一项由杜伊斯堡 埃森大学对263名异性恋男性进行的调查显示 在未来的五年里 有40的男性会考虑为自己购买一个性爱机器人 根据SISG集团的数字洞察报告 Digital Insights Report 一份对2000名男性和女性的调查报告表明 有49的男性对于一个非常先进的 超现实的玩偶一起拥有某些体验持开放的态度 即便你对于拥有一个机器人情人不感兴趣 显然有很多人会感兴趣 这些调查中没有谈及的是 依赖机器人伴侣存在真实的危险 在几十年后 年轻人可能会发现 与其他人类建立联系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他们会宁愿让那些顺从的机器围绕着他们 人们往往会有这样一种错觉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陪伴 是不需要在相互间建立起友情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雪莉特克尔这样说道 涉及友情以及亲密感的真正需求 通常是很复杂的 而想要实现这些需求 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们通常需要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多次的谈谈 而这也正是青春期的孩子们 会出现各种各样麻烦的原因 现在 很多年轻人在青春期这个阶段 会利用各种技术来想办法逃避 或者走捷径 这样他们就不用再面对一些 让他们感到难以处理的情形了 二十八 成长以及与他人建立某种关系的过程 是一种学习如何处理拒绝以及失望的过程 我们不可能总是从人际关系中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且对于我们真正有可能得到的 往往还需要我们自己去碰一下运气 而这很可能会先让我们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但同时你仍然需要与他人进行艰难的对话 并且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 再有了机器人所提供的毫无痛苦的 毫不费力的 并且令人感到愉快地替代挺后 年轻人或许永远也学不会如何与其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因为那实在太麻烦了 这可能会导致我所说的一种由机器诱发的隔离状态的出现 当我们选择几乎完全通过机器与这个世界进行互动 并且变得如此依赖算法 来作为我们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媒介 以至我们完全失去了与另一个人 以及与外界的直接接触时 我们就会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上 看到这样一种状态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选择通过各种不同的即时通信 游戏以及社交媒体来与他人进行沟通 即便我们当时正处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 比如正处在同一间办公室内 或者当我们需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比如与他人分手时 我们可能也会这么做 机器人情人很可能会是这一趋势发展的顶点 因为人类或许正在构筑一个几乎不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社会 这毫无疑问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2010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拉 康拉斯 Sara Conran 带领一支团队汇总了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进行的72项研究的结果 他发现在大学生中同情心下降了40 而这种情况绝大部分发生在2000年以后 研究人员总结后认为 这种下降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使用量的上升 年轻人把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手机上 而不再集中在他们彼此上 有一些人认为 我们的机器会变得非常复杂 他们要么会出现自我意识 要么可以完美地模拟人类 就我们所知 人类目前很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过去我们所需要的人际交往技巧 也许已经不再是一种必备的技能 我们或许正处在与机器进行融合的过程中 并且将来还会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 人类可能会发现某种全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而这种新技术会超越任何我们今天已有的东西 比如脑机接口 就可以让我们与另一个人的思想和情绪进行直接连接 而这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巨同情心 而不是变得更加冷漠 无论你相信什么 接纳机器人情人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 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不断下降 这个世界是否还存在生育率下降的风险 而当那些像真人一样的机器人随处可见的时候 还会有人想要一个孩子吗 我最强劲的一个预测是 将来人们仍然会有幸行为 但不会再像以生孩子为目的那样频繁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幸得终结与人类生殖的未来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 一书的作者亨利·格里利·Henry Greely 这样表示在20、40年之后 全世界大多数人只要拥有一份很好的健康保险 就会选择在实验室里培育一个孩子 29 那么和机器人生一个孩子如何 这有可能吗 或许在将来会有这样一种服务 任何人都可以送出一份DNA的样本 然后再把一个受精卵移植到机器人的身体内 而机器人会负责将婴儿孕育足月 这里所有相关的技术 从人造子宫到干细胞胚胎 几乎所有都已经处在开发的过程中 请记住 从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以来 40年里 已经有超过800万人是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诞生的了 所以 我一点也不担心 人类会因缺乏自然繁殖的过程而消失 我们这个物种肯定会继续繁衍下去 但也许会以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方式 这是否意味着这还是一件好事呢 看 人们将不得不接受性的习俗和道德观念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的现实 立维这样说道 如果你在一百年前这样说 在今天 男人会和男人结婚 而女人会和女人结婚 那么 所有人都会笑掉大牙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30 随着这样的事情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会有相当多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 很多宗教团体认为 性行为只应该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所以 他们会强烈地反对任何人选择一个机器人作为伴侣 还有一些人认为 将人的身体物化 并且将我们最亲密的关系商业化 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我反对任何将人类的身体商业化 并将其转变为可用于买卖的商品的行为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的教授凯瑟琳 理查德森 Tathleen Richardson 这样说道 理查德森还发起了反对性机器人的运动 性机器人源于将性行为商业化的非法想法 在这样的商业化行为中 你没有必要对另一方表现出任何同情心 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另一方的想法 感受以及体验 而且你还可以将它们完全误化 31 还有人担心这些机器人可能会被用来操控我们 如果某人爱上了一个机器人 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或者被利用 生产制造机器人的企业通常控制着 使这些机器人得以正常运行的人工智能软件 所以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机器人来追加销售一些其他的相关产品 或者让人们采取一些不符合他们自己最佳利益的行为 这些可以对情绪进行操控的机器人 很快就能够比人类更好地解读我们的情绪 印第安纳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弗里茨 布莱斯·普特 Fris Breivant 这样解释道 这使得他们可以利用我们通过情绪表现出来的弱点 人们需要了解的是 机器人绝不是中立的 32 如果你知道有人可以进入你情人的大脑 并且正在记录所有你与你的情人发生的事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当我们让一个机器人成为伴侣时 这就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 他们肯定会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 而这就有可能会让某些人接触我们最亲密和最隐私的时刻 谁又会拥有这样一个数据库呢 让一个人工智能助手 比如Google Home 谷歌家庭 或者亚马逊的Alexa在我们的家里倾听我们的家庭对话 已经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这些人工智能助手爬上我们的床头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机器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 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永远是我们卑微的仆从 但是当我们把他们制造的越来越像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生命 他们做出独立决定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不难想象 一个机器人的目标 有一天会与我们的目标发生偏差 如果机器人在程序上早已被设定为 可以通过牺牲我们的利益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那么即便一个相当原始的机器人 也有可能和我们对着干 无论这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出来的目标 还是预先在程序里早已设定好的 都无关紧要 将来肯定会有一天 这些机器人会做出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而且很有可能我们还无力加以阻止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已经完全独立的机器人让我们爱上了他 他还开始向我们要钱 如果我们真的爱上了这个机器人 那么我们很可能真的会给他钱 因为我们会害怕失去他 这对有些企业来讲或许会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商业模式 但对人类来讲 这将是一个悲剧 如果你看过于2014年上映的科幻影片 机械机 X-Motina 那么你就会明白 事情会变得多么可怕 拥有一个机器人伴侣 可能并没有我们原本以为的那样简单 人工智能对于如何操控我们的情绪了解的越多 它也就会变得越危险 在什么程度上 我们应该对这项技术加以限制呢 允许机器人引诱我们去信赖它并爱上它 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 另外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选择自由 以及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东西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有时候人们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对他们自己有益的东西 就像我们会规范酒精的使用 禁止毒品的使用一样 或许我们也应该限制这些机器的使用 这样他们就不会又使我们放弃我们的生命 甚至又使我们放弃我们的人性了 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员 现在是时候开始认真思考这样做的后果 并寻找建立安全措施的方法了 否则 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无意中 我们自己已经成了机器人情人的仆从 而不是相反 人工智能老板为机器人打工 有一个机器人情人是一回事 但有一个机器人老板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一台计算机对你发号施令这样的事情 听起来就好像是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 那么你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这样的技术正在快速到来 按照高德纳咨询公司的预估 到2024年 69 得通常由一位管理人员才能够完成的日常工作 将会完全实现自动化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 经理人的角色将会出现一次彻底的调整 高德纳咨询公司的副总裁海伦·普瓦提埃 Helen Portvin这样表示道 33 企业现在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 来帮助筛选众多的入职申请 并且在面试时对候选人进行评估 一个不带有偏见的人工智能 在判断哪些候选人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时 往往比经理人做得更好 另外 企业的人事部门也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监督员工 并发现有可能会突发的问题 机器学习算法甚至能够预测出某个员工是否会提出辞职 这样管理层就能够积极地进行干预了 要不了多久 人工智能还将接手辞退员工的任务 我认识的大多数经理人都害怕解雇员工 并且会很高兴地把这项任务交给机器人来处理 如果你观察一下经理每天都在忙什么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工作都非常适合由电脑来完成 这其中包括组建团队 分配任务 安排会议 提供反馈 发现存在的潜力 追踪项目的进度 以及评估员工的业绩 事实上 已经有某些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所有这些事情了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的不仅仅是员工和经理之间的关系 还包括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作场所中 经理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研究公司未来职场 Future Workplace的研究总监单 施瓦贝尔 Ben Schauble 这样写道 如果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做人 并且充分利用他们的软技能 同时让机器人来负责日常的事物和技术技能 那么在将来 经理这个岗位依然有价值 34 你会喜欢让一个人工智能来当你的老板吗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大多数人说他们可以接受 根据一份来自甲骨文公司和未来职场公司的报告 88 的中国员工更愿意信任机器人 而不是他们的人类经理 在美国这个数字是64 并没有比中国低很多 而在印度这个数字可以说高居榜首 89 这份报告要么说明了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望值有多高 要么说明了人类在管理另一个人时做的有多么糟糕 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比人类更有优势 他们永远不会愤怒或发脾气 他们总是会有时间来倾听员工的问题 事实上 人工智能可以全天24小时为每一个员工提供服务 如果有某个员工遇到了什么困难 他们可以提供详细的建议和指导 人工智能老板绝不会有任何个人恩怨 不会有情绪上的包袱 不会有任何偏台 也不会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换句话说 人工智能具有成为一个人们梦想中的好老板的潜力 但是还请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 和绝大多数技术一样 这项技术也有其黑暗的一念 让人工智能来追踪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可能会让你神经紧张 你可能在心理上永远也不会有一刻安宁 至少 一个人类老板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监督你的工作 但是一个人工智能老板可能会一直在你的身后看着你 他会查看所有关于你的信息 监控你在网上浏览的内容 发表的各种评论 以及记录的笔记 你甚至很可能没有机会喘上一口气 或者与你的同事聊一会儿天 人工智能很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友好和乐于助人 因为机器学习算法可能会发现 当一个混蛋或许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法国的克莱蒙奥福涅大学曾经做过这样一项研究 在研究中他们测量了人们在完成任务时的表现 在分配任务之前 他们让研究的参与者与一个人型机器人进行了互动 在某些场景中 他们让机器人表现得很友好 并且很有同情心 但在其他场景里 他们让机器人表现得很傲慢 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心 他们甚至对参与者的智力做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 在这之后 当参与者开始着手完成他们的任务时 他们又让这些机器人来监督参与者的工作 那么你认为哪个老板会让员工表现更好呢 在这件事情上 那个有点让人讨厌的老板明显会更加有效 尤其是当老板就站在员工的身边 恰好处在员工视线的边缘地带时 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感到安心的迹象 任何机器学习算法都可以很快地发现这一点 并且以此来调整他的行为 使员工的表现最优化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的结果 当处于一定的压力下时 我们所有人都会表现得更好 具有自学能力的人工智能 可以演化的机器人 在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创造了AlphaGo Alpha围棋人工智能程序后 它终结了人类在围棋领域 占据了二五百年的霸主地位 最初的AlphaGo和人类一样 也是从了解围棋棋谱开始学习的 所以它利用了一个包含超过 十万个围棋棋谱的数据库作为它的起点 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有意思 接下来的这个版本叫做AlphaGo Zero 谷歌只给了算法与围棋有关的最基本的规则 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它没有任何数据 相反 人工智能只能通过与自己对战来进行学习 并生成自己的数据 在经过了只有三天的自我对战后 Zero版本和它前面的版本 即最原始的AlphaGo进行了对战 并且连赢了一百场 Zero不但取得了胜利 而且开发出了连最有经验的围棋选手之前都没有见过的全新战术 他发现了那些人类曾经尝试过的战术 然后自己也进行了尝试 最终他发现了一些他自己喜欢的战术 DalphaGo Zero的首席程序员代为希尔福 David Silver 这样表示道 35 在谷歌的机器人研发团队中 他们设计了一个能够通过试错教会自己行走的机器人 这就像一个婴儿学习走路一样 一如 一只幼鹿在刚出生后的十分钟内就能够站立 但不会走路 所以他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笨拙的尝试 也只有通过反复不断的尝试 他才会发现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移动双腿 才能够在不摔倒的情况下向前移动 令人惊讶的是 在出生后的仅仅七个小时内 幼鹿就能学会走路 利用深度强化学习 谷歌在机器人身上也实现了同样的结果 和幼鹿一样 机器人会首先尝试站立起来 然后会摔倒 但接着他会再次尝试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虽然研究人员会让机器人足够小心 以减轻重复摔倒所造成的损伤 但他们绝不会阻止他尝试一些新的方法 在仅仅几个小时内 这个机器人就能学会走路 他甚至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类型的地面上行走 包括平地 有缝隙的门垫 记忆泡沫床垫等 如果一个机器人可以自己学会走路 那么他没有理由无法学会其他各种技能 在DeepMind公司 研究人员还会让具有自学能力的机器人去完成一些相对复杂的任务 比如整理一间杂乱的房间 他们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机器人如何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相反 他们会给机器人安装传感器 并且让他四处摸索 以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 如果目标是尽可能高效地清理整个房间 机器人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任务 而每一次他都可以学到一些围绕最有效的方式不断优化的方法 最后他会得出一种最佳的方式 而这就像我们人类进行学习一样 佛蒙特大学的演化机器人专家乔舒亚邦加德 Joshua Bonner 希望让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更进一步 从小时候起 他就迷上了机器人 他会在纸上勾画出机器人 用乐高积木来制作机器人 在电影中寻找机器人 然后开始询问 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机器人都在哪里 如果他们真的那么有用 为什么他家里没有机器人来帮忙做各种家务 他的父母送给他一个机器人作为圣诞礼物 但是这个机器人什么也不会做 这使得他走上了成为当今世界领先的机器人专家的道路 邦加德现在设计的机器人 可以靠他们自己凭空设想出其身上的附件是如何工作的 像人类的婴儿一样 机器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所以他们会首先在自己的头脑里建模各种可能性 然后再开始进行尝试 当他们有了一个目标 比如用走路的方式穿过一个房间时 这些机器人会首先用他们的人工智能大脑来模拟他们的行动 在确定了什么是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后 他们会开始在现实世界里进行尝试 如果这种方案行不通 他们就会利用在这次尝试中学到的东西 对自己的模拟方案进行修改 即便邦加德切除机器人的一条腿 他设计的机器人依然能足够聪明地学会如何在没有这条腿的情况下达成目标 在邦加德给机器人增加了一个附件 比如增加了一条额外的机械手臂后 机器人同样能很快地学会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形 没有丝毫犹豫 机器人会立刻开始想办法弄清楚这额外的附件是如何工作的 首先他会运行模拟程序 然后在不同的任务中进行尝试 在将来 机器人还将学会如何组装自己 他们会挑选出不同的部件 进行各种尝试 然后再抛弃这些部件或者对部件进行修改 他们甚至可能设计出自己的附件和功能 人工智能变得越聪明 机器人重塑他们自身的能力也就会越强 在马里兰大学 科学家正在探索具有自学能力的机器人的另一个维度 他们想用超微计算理论赋予机器人记忆力和反应能力 超微计算理论具有让人工智能真实地看到这个世界并做出自己的推论的潜力 与使用蛮利用数学的方法来拆解每一个可感知的对象和变量不同的是 超使量方法可能有一天会让机器人实现主动感知 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方法不仅太过庞大 而且很慢 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记忆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安东 米特罗辛 这样写道 我们的超微理论方法可以创造出记忆 而且这样做所需要的算力还会更少 从而让这样的任务得到更快和更有效的执行 36 改善人工智能的另一种方式是引入一种演化过程 这样人工智能就可以像植物和动物一样自我繁殖了 当下 机器人并不能像生物有机体那样复制自身 从而将他们的DNA传递给后代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而这正是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代为霍华德 David Howard正在进行研究的项目 他想要创造出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这样最适合环境的机器人就可以生存下来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制造出大量简单而又廉价的小型机器人 霍华德这样说道 然后我们把它们送出去 其中有一些机器人会比其他机器人表现得更好 37 通过模仿自然演化的过程 科学家会利用这些机器人的表现数据来选择最佳的特性 然后再把这些特性融入下一代的机器人中 通过大量生产只有很短寿命的廉价机器人 一台3D打印机就能够加快这一自然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可以证明自己并把他们的特性传递下去 或者从演化树上被淘汰出去 随着3D打印机的成本不断下降 性能不断提升 这已经成为开发能够不断演化的机器的一种可行的策略 霍华德和他的团队 在一个使用了20种随机生成的机器人腿部形状的实验中 演示了这一自然选择的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 他们的计算机首先模拟测试了每一种形状的机器人肢体 在不同表面上的具体表现 包括硬土 厘石 沙地和附水层等 接着他们选择了其中表现最好的腿部形状 并进行了配对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迭代 制造出一代又一代新的肢体后 研究人员最终获得了一种适合在不同类型地面上 行走的非常独特的机器人腿部的形状 它不但给了你众多不同的选项 还给了你去探索你通常绝不会涉足的设计空间的动力 霍华德这样解释道 自然演化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它可以让某种生物完全彻底地适应某种特定的环境 研究人员甚至在考虑如何将随机突变也引入这个过程中 这就如同我们在生物学中所看到的那样 然后再观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种做法对于被送往其他行星的机器人会尤其有用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 它们必须自己演化 才能够适应一个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环境 你可以想象 把一台能够繁殖机器人的机器送往火星 然后再启动这台机器 并观察机器人会如何进行演化 接下来 就要考虑如何把这种可以演化的机器人 与具有自学能力的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了 而这样的做法最终将把我们从 使用人类设计师和程序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这样的机器人不但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后代 而且具备了适应不同任务和环境的无穷的可能性 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给机器人一个目标 然后坐下来观察 到那时我们会非常惊讶于机器人如何进行演化和学习 丹尼尔 比勒 丹尤 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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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撰写过一天论文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微积分 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那将会导致真正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机器的诞生 超级智能机器的数学框架 In Mathematical Framework for Superintelligent Machines 一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数学 其表达形式足以用来表述和改善其自身的学习过程 38 换句话说 这种数学可以让机器修改他们自己针对这个世界和他们自身所建立起来的模型 从而很有可能会创造出独立与有机生命体的具有意识的实体 创业公司Gopendia已经获得了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突破 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完全靠自己学会如何解开魔方的机器人手臂 很多年以来 这项任务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微软已经向Gopendia投资了10亿美元 目的是与Gopendia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超级计算应用程序 以发展其自身的原基础设施 然而 Gopendia的长期使命是在超级智能领域成为一个先驱 要想做到这一点 它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和计算能力 而这正是微软可以发挥其关键作用的地方 当Openia发布了一种能够自行学习写作的自然语言模型时 它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给它输入一段新闻的摘要 它就能为你撰写一个完整的新闻故事 交给它一首诗的第一行 它就能为你写出整首诗 目前这种自然语言模型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工作 但它所生成的一些材料已经令人惊讶地具有了可读性 其中的一些较短的文章甚至已经可以骗过人类 这虽然还不是超级人工智能 但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且感到害怕 最开始的时候 Openia曾经声称这些代码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不能发布出来 他们担心一些坏人可能会利用这些代码来传播虚假新闻 然而在九个月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发布这些代码 并解释到威胁并不像他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大 对此媒体一片哗然 还有一些批评者指责Openia的行为不负责任 当然Openia完全否认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 让强人工智能 超级人工智能 得到安全和稳妥的部署 并且让其经济效益得到广泛的分布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Openia的CEO珊姆阿尔特曼 Sam Oldman 这样表示道 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微软公司如此深入地和我们一起共享这一愿景 39 微软和Openia并不是唯一在追求超级人工智能的企业 从谷歌 脸书 亚马逊到阿里巴巴和百度 所有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都已经把超级人工智能当成了赢家的最终奖品 目前我们还根本看不到这场竞赛的终点 事实上 这场竞赛才刚刚起步 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 我们肯定会看到这些科技巨头加快自己的脚步 并且在研发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 第一批破解超级人工智能的企业将最终决定我们人类的未来 随着我们的算法开始自我学习和演化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谁将最终运营我们的企业并管理我们的经济 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机器 人工智能经济权力的中心化 控制系统的中心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1870至1911年这段时间里 约翰·洛克菲勒 张帝·洛克菲勒 依据石油产业垂直整合的原则建立起了一个石油帝国 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 而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 操控石油的价格 在美国通过获得对石油的供应 精烈以及分销近乎完全的控制权 洛克菲勒旗下的标准石油信托基金成功固定了石油的价格 消除了市场的波动 同时还增加了利润 事实上 哪一家大型企业都想成为垄断企业 而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市场力量进行控制在当下的经济中几乎无处不在 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其中正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像脸书、亚马逊、谷歌以及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 可以利用复杂的算法 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海量数据来预测和操控全球的信息 商品、服务等市场 区块链的先驱们曾试图通过发布一种去中心化的架构来逆转这一趋势 然而 政府和企业现在正在接手区块链技术 并通过修改区块链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控制权 同时还能够保留这项技术中的很多功能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利用区块链技术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 而这种货币是没有可能去中心化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密货币将不会独立于政府的控制 反而将完全处于一个中心化的权威机构的控制之下 这也使得他们可以追踪和监管每一笔交易 即便你观察纯粹的加密货币 他们也已经不再是完全不受控制的了 一些强大的国际性财团正在尝试操纵和控制代币的价格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市场中的参与者就会寻求更大的控制权以获取战略上的优势 在将来我们会看到那些主要的参与者寻求对于管理我们的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的系统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控制权 脸书现在已经可以决定它的25亿名用户每天能在他们的新闻推送中看到什么 而脸书的新闻推送可以影响从公众舆论到选举结果的几乎所有事情 亚马逊可以访问非常多的数据 它可以抢在其竞争对手之前准确预测什么商品将会以什么样的价格销售多少数量 谷歌每年会引导1.2万一次的网页搜索 它使用这些数据优化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告网络 优步协调了超过300万名司机以及700万名乘客的出行 并且具有了在全球实时调整价格的能力 在中国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就曾经指出 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已经相信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体系 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接触到所有类型的数据 所以我们或许已经可以发现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 40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20世纪的数十年的时间里 苏联曾经在一个很大的规模上尝试过实行计划经济 但是他们的实验很可悲的失败了 事实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和工具 苏联当时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经济的转型 今天在有了互联网 人工智能以及众多其他的技术后 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计划经济或许已经不再遥不可及 但是它也将和当时设想的截然不同 经济活动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 而自由市场隐含的机制会不断消化各种公开的数据 并以此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最优价格 自由市场的力量源于其所拥有的自我纠错的能力 虽然市场上会不断出现各种繁荣和萧条的景象 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事情最终会去向于平衡 因为所有自由市场参与者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就能够确保这种平衡状态的发生 然而现在事情正在出现新的转变 因为大量的智能数据处理机器正在代替个人 企业的经理以及政府的官僚 成为众多事情的决策者 这些人工智能变得越复杂 它们就越会被深深地集成到我们的决策机制中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正在证明 它们远比人类能力强且效率高 人类的大脑无法处理海量的数据 而且我们还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智能机器正在以我们无法企及的频率和速度 与另一台智能机器进行沟通 就在我们做出某个决策的时间里 人工智能不但已经评估了大量的信息 还可能执行了无数的指令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融入一个以远超人类思维的速度 不断向前推进的决策过程中 即便我们有些专家会在最深的层次参与其中 他们也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 在构成整个系统的每一个弱人工智能中 实际正在发生什么 这是因为机器学习算法并不一定是透明的 它们往往是一个黑盒子 我们可以观察到最后的结果 但即便是最聪明的工程师 很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种算法会得出某个结论 随着我们的算法和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 它们也会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你很难发现 为什么神经网络会做出那个特别的决定 西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机器人伦理学家艾伦 温菲尔德 Alan Linfield 这样阐述道 这在围棋里并不重要 但请你想象一辆无人驾驶汽车的自动驾驶仪 假设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事故 对一个调查人员或者法官来讲 如果你说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辆汽车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41 问题是我们无法要求一个神经网络 为它的决策做出解释 员工智能领域的先驱杰弗里 辛顿 Jeffer Clinton 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他是这样陈述的 如果你要求他们解释他们做出的决定 那么实际上你正在迫使他们给你编一个故事 42 英伟达公司测试其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汽车并不依赖于工程师向他提供的任何指令 相反 在观察人类驾驶员操作的时候 他早已从传感器中获得了大量的数据 之后他还会针对在不同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应对得出他自己的结论 包括开发这种算法的程序员在内 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得出这些结论 如果你把这种情况外推到将来实际运营我们的银行 政府分支机构以及其他重要机关的深度学习算法 你完全可以想象我们会走向何方 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 在短时间内我们还不可能拥有一个几乎全能的 可以在任何时候控制所有东西的人工智能 相反我们会拥有数以百万计独立的人工智能 他们相互之间会进行各种对话 分享数据 协调各自的行动 每一种算法都会依赖于其他算法 而这些算法都将在自己的黑盒中处理数据 最终 没有人可以理解所有这些黑盒之间的互动 唯一的解决方案是 在制造一个更加复杂的人工智能 然后利用它来监控信息的流动 实时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及时通知我们相关的结果 换句话说 即便那些最有权势且了解众多内情的人 也将成为机器在制定计划和管理经济体系时的旁观者 在人工智能融入我们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波折和困扰 但这些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将更多的责任 交给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会感觉到 事情已经失去控制 事实上 我们只会感到自己拥有的控制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因为我们的机器可以让我们随时了解最新的情况 提醒我们潜在的问题 并且在这些问题变得不可收拾前进行干预 我们的领导者会表现的效率更高 而且会对我们的需求做出回应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管理大量的官僚 而这些官僚很容易就会犯下只有人才会犯的错误 他们会表现出群体思维 还会出现腐败和短视 相反 现在我们的领导者可以和人工智能沟通 而人工智能程序只需要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照顾到了基本的伦理并且没有偏见 就可以为整个社会寻找到可能的最佳解决方案 并且有效地执行这些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虽然最终我们很可能会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 但我们的领导者会继续感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超越了这些机器 这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可以随时拒绝人工智能做出的决定 甚至终止这些决定 但是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这样做 毕竟 与其去干预一些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让所有的一切都顺其自然 肯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超级智能 盒子中的完美国王 那些担心如今的弱人工智能 很快就会接管我们居住的这颗行星的说法 实在有点夸张了 这是因为当下的人工智能在设计的时候 原本就是用来执行我们给出的指令的 与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相比 弱人工智能并没有自己的计划日程 他们只会执行我们为他们设定的目标 这就像你担心你的面包机有一天会反抗一样 它可能会因为设备故障把你的面包烤焦了 或者那只不过是因为你把温度设得太高了 但是它绝不会暗中策划接管你的厨房 我并不真的担心那些短期的问题 弱人工智能并不会对整个物种产生威胁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混乱 导致工作岗位消失 以及带来更好的武器等类似的事情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在物种层面需要面对的根本性的威胁 但超级智能的确是这样一种层次的威胁 埃隆、马斯克这样说道 你可以记住我的话 超级智能远比核弹更加危险 可以说是极端危险 所以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对此进行监管呢 这也太疯狂了 2018年去世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同意上述观点 发展完整的人工智能很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霍金继续补充到 人类受到了缓慢的生物演化过程的限制 所以无法与之竞争 而且肯定会被超越 43 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很可能会成为现实 但是当下我们应该关心的是 我们的同类会如何使用和滥用人工智能 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 而且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你观察一下人类的历史 历史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我们是一种充满兽性的生物 可以念不改色地实施各种暴行 比如镇压 酷刑 种族灭绝等 另外 对于我们居住的这颗行星 我们也并不是非常负责任的管家 我们会奴役我们身边的动物 并且会在一些很糟糕的环境中 饲养它们 供我们消费 更不用提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 已经导致数百万个不同的物种正濒临灭绝 如果这还不足以舒服你 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又是如何对待彼此的 全球奴役指数 Global Slavery Index 估计当下有超过4000万人正处在被奴役的状态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女孩 她们主要是阴性而被四处贩卖 美国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已经废除了奴隶制 但是这种现象依然在我们的城市和其他国家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 将近世界一半的人口 及30多亿人 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2.5美元 而世界人口顶层的一 被人拥有了这个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 如果你想找一样东西让自己感到害怕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照一下镜子 与杀手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相比 我们才是怪物 人类才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而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将依然如此 越来越强大的技术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 只会放大这样的威胁 你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暴君 一个小集团或者统治阶级利用最新的技术 来控制和永久奴役整个族群 想象一下像希特勒这样残忍的统治者会如何利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设备 深度学习算法 具有自主能力的机器人 以及基因编辑技术 任何人又如何才能反抗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来追踪每一个公民 监控每一次对话 并且压制任何持不同意见者的政府了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 那么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之一了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某个怀有恶意的人利用技术控制我们 我们就必须努力确保这样的场景永远不会发生 而这需要我们在防止权力滥用方面拥有制度化的保障措施 在利用关键的技术方面设立考虑周到的限制 并且用分散权力的方式来制约专横的领导人 但不幸的是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不具有以上这三种安排 有些人相信解决方案或许就在人工智能的身上 与其让有缺陷的人类来执掌政府 他们争辩到 那还不如把政府的控制权交到一个超级人工智能的手上 毕竟 一个可以将人类的最大利益通过编程植入大脑的人词的超级人工智能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负责任的管理世界事务 并且用一种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的方式来解决各种冲突 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会更适合管理世界的自然资源 处理气候变化 谈判贸易协定以及结束战争 在盒子里建造一个哲学家国王的想法确实很诱人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得不赋予这种超级智能实现其目标的能力 这听起来可能很不错 却有内在的危险 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 拥有如此多的变量 已几乎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以及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请记住 你无法保证超级智能的目标永远和我们自己的目标一致 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两者之间肯定会出现分歧 问题是 我们能否寄希望于人类有能力控制一台 比自己还要聪明好几个数量级的机器 养虎为患 人工智能会摧毁我们吗 超级人工智能根本不需要伪装成一个恶魔 就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我们不可能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无法在编程的时候 就让人工智能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 都采取合适的行动 例如当我们赋予一个超级人工智能结束战争的目标时 他很可能会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最有效的方式是把所有的人类都关起来 或者把人类完全消灭掉 在有了人工智能后 我们实际上正在召唤恶魔的降临 马斯克这样说道 你们应该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年轻人身上佩戴着五角星徽章 还携带了圣水 他当时确信他可以控制住魔鬼 但结果又如何呢 显然他没有做到 44 在意大利的伯洛尼亚大学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测试 目前正在很多流行的电子商务网站上使用的价格算法 实验中 他们让两种机器学习算法相互竞争 以便最终能够向网购者提供最低的价格 同时 他们还想看一看哪种人工智能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让科学家感到惊讶的是 这两种算法最后并没有展开竞争 以找到可能的最低价格 反而决定互相串通 共同来敲人类客户的主杠 最令人感到担忧的是 这两种算法并没有留下任何串通的痕迹 所以应该是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实现串通的 事先他们对于自己的运营环境毫不知情 相互之间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沟通 而且这两种算法没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或者接受过任何进行串通的指令 在他们的论文中 研究人员这样解释道 45 这是一个具有警示意味的故事 即无论你想达到的目的多么善良 最终仍然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结果 埃萨克 阿希莫夫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说集 我 机器人 Rober 中描写了这种威胁 这些短篇科幻小说都是围绕着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化编程后 可能会产生的问题而展开的 而所有的问题又都可以用阿希莫夫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来进行概括 一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也不得见到人类受到伤害后袖手旁观 二 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 但是当这样的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 三 机器人必须保护其自身的存在 前提是这样的保护行为不会和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相冲突 阿希莫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揭示的是 无论我们如何小心地构建支配机器人的法则 我们永远也无法预见到所有可能会出现的场景 以及这些法则会如何被加以诠释 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个世界很少是非黑即白的 例如 让我们假设一个超级人工智能被赋予了维护我们的行星和人类安全的职责 由于气候日益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他认为唯一符合逻辑的做法是立刻采取激烈的行动 他首先禁止了所有的私人汽车 这或许还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步骤 但是我们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了 或者我们假设他强迫所有人都只吃素食 这种做法会被人们接受吗 如果我们拒绝了又会怎么样 这个超级人工智能会因此退出一些惩罚措施吗 他应该征收罚款吗 如果所有这些做法都不起作用呢 把人类都关起来会是一个解决方案吗 在什么对地球有益以及是否应该给予人们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之间 我们又该在哪里画下红线 哪怕它最终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不幸的是 这个世界具有不可思议的复杂性 而阿希莫夫给出的那些简单的法则 还不足以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 没有任何法则可以包含所有可能的场景 在阿希莫夫的另一个短天科幻小说中 他让人工智能最后无奈地关闭了自己 因为他无法做出一个困难的伦理选择 但是 不做出任何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决定 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逃避责任 所以 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仁慈的超级人工智能 或者像人类一样 是否所有的人工智能 在做出涉及伦理的决定时 都存在天然的缺陷 一个你无法回避的事实是 伦理问题都会涉及价值判断 而这意味着 他们将取决于决策者的特定世界观 一个超级人工智能 将永远无法为所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总有人会认为 算法正在做一个在道德上可疑的选择 例如 一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一个孩子的生命 比一个老人的生命更值钱吗 如果一个人已经病入膏肓 且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你会怎么做 你会让他安乐死吗 我们应该允许死刑了 哲学家和宗教学者 已经就这些问题 和其他无数伦理上的问题 争论了数千年 而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如果一个人工智能的聪明程度 比人类高出好几个数量级 会怎么样 它会或多或少的比我们自己 更倾向于道德的行为吗 这些问题至今还无人能够回答 但是当我们沿着这条路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这些也正是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 当下 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算法 对任何人来讲 都是可以公开获取到的 并且会以人们认为合适的方式 被投入应用 即便最善意的人也有可能 最后用一种可能会对社会 造成巨大伤害的方式 创造出或者修改某个人工智能 一旦某一项技术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 你几乎不可能再去控制这项技术 尤其是如果它还是一种软件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获得这些东西 然后再从中学到某些东西 并开始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版本 我认为 人工智能最危险的地方 还在于其发展速度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Unicary旗下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负责人 依赖克利 伯利兹 海瑞克里比瑞 这样表示道 46 政府 企业以及各种机构需要时间来做出应对 除非他们有机会对相关的风险 做出评估和理解 否则 他们甚至无法建立起可信的防御手段 然而 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 相关的风险每天都在不断演化 当人工智能的能力一直处在不断扩张的情况下 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又如何能够抵御先进的人工智能 所发起的网络攻击呢 这就像你正在尝试抵御一种不断变异的病毒一样 如果一个恐怖组织真的想要对美国发起攻击 他们完全不用把战事派遣到伊拉克的沙漠 或者把自杀式炸弹送入我们的城市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招募几个真正聪明的工程师 然后让他们编写出一段邪恶的人工智能的代码 这样做很可能会让我们所有的电网瘫痪 让我们的金融系统崩溃 或者策反我们的军事基础设施 同样让人感到害怕的是 全世界各地的政府正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进行军事行动 从无人机和无人坦克到机器人 自主化的武器系统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内容 就我们目前所知 所有这些系统都需要一个人类参与其中 这也意味着除了射击致命性的行动时 这些武器系统是完全自主的 而人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做出最后的决定 很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事故 因为这些东西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行动起来 而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先进的武器系统 都必须处在具有清醒意识的人类的控制之下 否则你就必须禁止他们的使用 因为他们太不可预测且太危险了 劳拉诺兰 Lauren Dolan这样警告道 诺兰在受到指派开始为美国军方的一个项目工作后 就从谷歌辞职了 47 在上述系统中插入一个人类 可能会造成真正的两难困境 与人工智能相比 人类的反应速度是极其缓慢的 所以请想象一个把人类士兵和自主化武器系统混合在一起后的混乱战场 在这样一个战场上 可能会有成千上万台智能机器和无数的人类战士 其中 部分已经处于自主化战斗模式的战斗机器 很可能还有人类待在他们的身体里面 这就意味着 虽然很多战斗机器可以立刻向敌方的无人系统开火 但是 当已经被他们瞄准的敌方战斗机器中也有人类时 他们还需要获得人类的同意才能发出攻击 那么你认为谁会赢呢 在战斗中 当对面的敌人选择在他们的武器系统中去除人类的干预时 任何一位将军都会立刻在自己的武器系统中采取同样的做法 否则他肯定会立刻被对方击败 这意味着 在自主化的武器系统中排除掉人类的干预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谷歌的工程师会拒绝为美国军方开发人工智能项目 他们明白 人工智能将不可避免地被用于制造自主化的武器系统 而这些系统将在没有任何人类监督的情况下采取自主的行动 当他们卷入一场热战中时就更是如此了 一旦这项技术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方都会利用它来获得最大的优势 这对人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建造旨在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 而这些武器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完全自主化 即便他们现在还无法做到真正自主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武器和网络战结合在一起 当一个敌对的国家 甚至只是一个恐怖组织利用黑客技术入侵我们的军事武器系统时 此刻在你的手上就会出现一张通往下一个世界末日的门票了 那么对此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在我们有时间寻找到控制人工智能的方法之前 政府是否应该禁止或者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不幸的是 这并不是当下我们选择的道路 大多数政府都没有兴趣去尝试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相反由于担心会被竞争对手超越 他们都在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 因为所有的竞争对手肯定都会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军事和经济实力 没有哪个世界大国会单方面的捆住自己的手脚 那么各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像我们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领域所做的那样 达成禁止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全球性条约呢 问题是这样的条约是不可能强制执行的 虽然今天想要无声无息的生产和隐藏生物武器或核武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实际追踪这两种武器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相比之下 数字代码是外人无法看到的 想要监督敌方的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导致任何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都只是天方夜谭而已 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项呢 实际上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继续发展人工智能 同时尝试去预测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用这种技术做什么 并且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开发出反制的措施 就像我们在面对电脑病毒时所做的那样 这将是一场持续的打岩鼠的游戏 然而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掌握足够的资源 并且将他们聚焦于正确的问题上 他们还是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保持领先那么一步或两步的 而这或许已经足以防止出现最严重的滥用 从军队的角度来看 我们只能够期望设计师们在这些杀人机器人中内置某种机制 如果他们失控 我们可以马上终止他们运行 这样机器人就无法凌驾于人类之上了 虽然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有总比没有要好 至于一个具有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做些什么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而为此去制定一个计划是完全无用的 因为一台比我们聪明好几个数量级的机器 很快就会超越我们今天能够设计出来的任何东西 如果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可以重写它自己的代码 那么你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彻底改造自身 或者孵化出其他不受我们控制的超级人工智能呢 任何我们内置在其系统中的预防措施都可能会被完全覆盖掉 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某种内在的预防机制是浪费时间 如果不把资源投入预见和预防这些问题上 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确保一旦超级智能在这个世界上诞生 它绝不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然而超级智能十有八九会把我们施加在它身上的任何限制都看作无关紧要的 这就好像我们人类会同意遵守猴子为我们设定的规则一样 所以它绝不会把我们的利益置于它自身的利益之上 相反它很可能会发展出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独立目标和道德准则 它或许会像我们保护宾微物种一样让我们继续存在下去 或者它也有可能会把我们看作寄生虫 从而决定最好还是把我们全部都消灭掉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人类这个物种就要灭绝了 与我们的机器融合 有些技术人员认为 防止一个超级智能接管我们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它融合 但这有可能吗 我之前就一直在预测 到2029年人工智能将能够通过有效的图灵测试 并从此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 另外我还预测 2045年将是起点出现的时候 通过与我们创造的智能进行融合 我们将把我们的有效智力提升10亿倍 前面提到的那位发明家 作家以及科学家雷·库兹维尔这样说道 这将导致拥有人类智力的计算机出现 但在我们把计算机放进我们的大脑 并把它们与云连接在一起后 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扩展我们过去对自我所做的定义 今天 这已经不再是未来才会发生的场景 在某种程度上 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速 48 虽然库兹维尔对于利用科技改变人类所具有的潜力极其乐观 持有同样观点的人却绝非他一人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人员正在计划将一种被称为神经尘埃的内米粒子植入大脑皮质来作为脑机接口 而与此同时 欧盟的人类大脑项目已经筹集到了13亿美元的资金 并且有130家研究机构将参与其中 这个项目的目标是 创造出一个融入了目前所有已知的关于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的信息的超级计算机模拟程序 找来一个大脑 然后把其中的一切都转移到软件中 是不违背物理学原理的 而且我认为 在21世纪我们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联合医疗公司的CEO以及SeriesXM卫星广播公司的创始人马蒂娜 罗斯伯雷特 Martin Rothblatt 这样说到 49 在南加州大学 泰德 伯格 Tekberger 的团队已经开发出一种可用于老鼠和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模拟技术 泰德 伯格的实验在原则上表明 你可以拿来一个位置的电路 对其进行分析 然后制造出某种可以在功能上替代它的东西 荷莱神经工程师兰德尔 科恩 Randal Kovine 这样说到 整个大脑实际上就是很多不同的独立电路而已 50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拉斐尔·尤斯特 Rafael Yasti 认为 你可以在大脑活动的流量中寻找到能够代表一个人身份的东西 我们的身份也就是那么一些东西而已 我们的头颅中并没有什么魔法 有的只是神经元的放电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詹姆斯 吉姆·谢夫斯基 James Gimsowski 正在研发一种人工合成大脑 在实验中 他采用了大量人工合成生长的内米线 而这些内米线表现出来的行为和一个活的大脑中的记忆行为非常相似 这也被称为神经形态计算 Neromorphic Computing 而且这项技术或许真的可以让我们构造出一个人工合成的大脑 它表现出来的电特征和大脑的功能性和此共振成像非常相似 与神经元培养时的电特征也非常类似 还与脑电图的模式很接近 我们把它称作自组织的灵界态 吉姆·谢夫斯基这样解释道 我想要创造一个人工合成的大脑 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 一台能够拥有身体智慧的机器 51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或许可以将完整的神经连接体上传到网络空间中 从而复制出一幅大脑中所有神经连接的详细地图 但是 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网络空间中复制出一个大脑后 我们还能够从这个大脑中找回原本的记忆吗 如果真的可以恢复记忆 这种通过数字的方式复制的大脑还能够独立思考吗 一个用数字方式重建的大脑 可能根本不知道其原来就存在的记忆意味着什么 仅仅将记忆传递给一台计算机 并不能让这台计算机产生自我意识 意识需要某种对自我的感知 正如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明确地知道 人工智能是否会有意识一样 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一个用数字方式重建起来的大脑 是否还会有自我感知呢 假如某人告诉你 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 可以将你的大脑上传到一台计算机中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将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毁灭掉你的肉体 你还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吗 即便他们向你演示了其他人已经被成功上传的例子 你又如何知道他们拥有真实的意识 而不是某种人工智能的模拟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失去某些东西 如果你被上传到了计算机上 那么万一他们没能上传所有的东西呢 很可能在你的人类自我感知中 某些很重要的部分永远也无法进入数字世界 而且你还很难确定你失去的究竟是哪些部分 或许那仅仅是你的数字自我永远也无法复制的 与某些记忆捆绑在一起的 属于你真实的人性中的某些情感或者感知 值得考虑的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场景 你把你的神经连接体上传到了一个神经甲体上 但是你的肉体依然活着 在这种情况下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生物学上的你可能会声称是真正的你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那个数字版本的你宣称它也同样真实 最终你会拥有两个版本的自己 每一个都和对方很相似 但在本质上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假设你的数字版本一次又一次地 反复不断地复制你自己 从而创造出数百个数字克隆体 那么你面临的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些复制品 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又会如何进行互动呢 他们会相互合作 竞争 还是各走各的阳关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你的个性 如果上述这些把你的自我上传到一台机器中的说法 激起了你的兴趣 并且你还想尝试一下 你完全可以投身进来 而且这也只需要你花费十人云云美元的费用 一家宁叫Netom的创业公司 目前正在提供冷冻你的大脑的服务 这样你就可以在将来把自己上传到网络空间中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你注意的问题 这种手术是致命的 在他们提取你活生生的大脑并进行防腐处理之前 你需要活着 当然这种手术也只能在你临终实作 我们的使命是完好的保存你的大脑 从你最喜欢的那本书的伟大章节 到冬天寒冷的空气给你的感觉 再到你烘烤一个苹果派 或者与你的朋友和家人共进晚餐 所有这些珍贵的记忆都将完好无损 Netom在其网站上这样宣称 我们相信 在21世纪内将所有这些信息数字化 并且用这些信息来重塑你的自我意识 是完全有其可行性的 52 这可能并没有听上去那样疯狂 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爱德华 博伊登 Edward Borden 已经将一头猪的大脑完好的保存 大脑中的每一个神经突出在电子显微镜下 都清晰可见 OpenAI的CEO 以及著名的创业加速器 YCombinator的前负责人珊姆 阿尔克曼甚至与Netom 签署了一份大脑备份的协议 然而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让将来一代又一代的人 承担起照看我们的大脑银行的责任 体现了一种非常可笑的傲慢 麦吉尔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奈克尔 亨德里克斯 Michael Hendricks 这样评论道 难道我们留给他们的问题还不够多吗 53 不仅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样做极其傲慢 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认为 无论在未来的什么时候 把大脑成功上传到计算机上的机会都等于零 波士顿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尤翰 约翰 尤翰章 这样写道 把大脑上传到一台计算机中的概念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即大脑和身体是完全独立的实体 原则上可以在不需要对方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存在 但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54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巴西的神经生物学教授 尼克莱利斯也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认为我们的大脑从根本上来讲就不是数字化的 他依赖于那些内嵌在大脑组织中的信息 而你根本不可能用数字化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 这样的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55 另一方面 库兹维尔则坚定地站在了超人类主义者的立场上 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具有生物属性 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些非生物属性会占据主导地位 而我们的生物属性也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事实上 非生物属性 即我们属于机器的那些部分 会变得十分强大 它们可以对我们的生物属性进行完整的建模和理解 这样的话 即便我们身体中原本属于生物属性的那些部分完全消失 我们将仍然是原来的自己 56 无论你选择相信谁 科学将会是这些争议的最终裁决者 虽然很可能还需要50年或更长的时间 才会出现一个正确的答案 大脑网络 开发人类的潜意识 为了理解脑机接口 对我们自己以及对这个社会的全面影响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尼克莱利斯 在杜克大学所做的一项研究 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被称大脑网络的实验 而这个实验显示了将我们的大脑连接在一起 组成一个单一的网络可能具有的潜力 尼克莱利斯在三只猴子的大脑中植入了电极 然后将它们连接到了一台电脑上 通过这台电脑 它们可以操控在显示屏上显示的一个机械臂的动作 每只猴子都被关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 而它们也只能单独操控机械臂的一到两个动作 集上和下 左和右 前和后 只有协同一起工作 这三只猴子的大脑才能有效地移动机械臂 去触碰一个在三维空间中的虚拟球体 触碰到目标后 这三只猴子都将获得成之作为奖励 在这一奖励的刺激下 这三只猴子平直觉开始同步它们大脑的活动 并最终通过合作抓住了那个虚拟的球体 可以这样讲 我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超级大脑 尼克莱利斯这样说道 我们用三只猴子的大脑组成了一个集成的大脑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干过 57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我们真的做到了将大脑与互联网连接的时候 这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相互合作的能力 有多少人类的大脑可以同时在一起工作 以解决某个问题 而这是否会让人类从此拥有解决一些极其困难的问题的能力 并且获得个人无法获得的对某些问题的洞见呢 通过在潜意识层面的合作 在某种程度上 猴子获得了一种放大的认知能力 那么人类能否做到同样的事情呢 当你将连接在一起的大脑数量 从几个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个的时候 又会发生什么呢 无数独立的大脑是否有可能合作 或者共同处理大量的信息 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脑网络中分配工作量 开发出一个相当于集体潜意识的系统 用于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数据呢 在另一项实验中 尼克莱利斯想要用四只老鼠的大脑构造出一个大脑网络 在把老鼠的大脑连接在一起后 他定下了一个原则 即只有当老鼠的大脑为了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达成同步时 老鼠才能喝水 一旦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让它们的行为协调一致 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种新型的电脑 我们所做的测试类型 是任何了解处理器的人都会对一块硅片进行的测试 我们能存储信息吗 之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信息再提取出来吗 我们会有记忆吗 他这样说道 事实证明 只要动物是清醒的 我们就能做到这些 58 尼克莱利斯成功地让这四只老鼠的大脑 执行了一些计算问题 其中包括离散分类 图像处理以及触觉信息的存储和提取 在输入了与气压有关的信息后 这四只老鼠甚至能够预测天气 在尝试完成相同的任务的时候 这四只已经联网的老鼠的大脑 始终比单只老鼠表现得更好 或者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差距 这些老鼠可以把相关的任务 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 这样它们单个的任务量就会更小了 尼克莱利斯这样解释道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59 那么我们如何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人类呢 我们认为 在有了物理疗法和病人后 我们就能够用一种完全无创的方式 把这些大脑的信号连接起来 从而帮助他们更快地学习 训练 尼克莱利斯这样说道 这就是用大脑构成的互联网 在某种意义上 当人们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开始同步大脑了 但是在未来 同样的事情很可能 根本无虚拟打字或者点击鼠标就已经发生了 神经科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 我们大脑的大多数活动 是用一种无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方式进行的 事实上 研究人员估计 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只有大约5 是有意识的 其余95 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毫不知情 例如 当我们决定穿过一条马路时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绿灯和红灯 但是我们的大脑正在处理更多的信息 其中有汽车的声音 汽车人和行人的动作 我们皮肤上的震动 我们脚下的路面 以及其他感受 当我们判断走在马路上是否安全时 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大脑后台混合在一起 并被加以分析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无意识层面的原因是 我们接收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 自我意识根本无法处理 并响应所有这些信息 与计算机不同的是 我们有意识的大脑无法做到 同时专注于多项任务 我们实际上根本不擅长多任务处理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事情上来回切换 但是这样做会很累 而且会发生信息丢失 另外 我们有意识的思维过程不但很慢 而且很冗长复杂 如果我们尝试有意识地处理 所有围绕着我们的信息输入 我们很快就会被这些信息淹没 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更不用说对一辆正快速向我们驶来的车辆做出反应了 所以 实际发生的是 我们会把大量的信息从我们有意识的决策过程中过滤掉 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丢失 相反 我们的潜意识会接管这些信息 并竭力在后台使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有意义 如果我们的潜意识探测到某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信息 比如我们没有看到的某辆正朝我们驶来的汽车发出的声音 那么它就会发出提醒并让信息进入我们的意识 然而 在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处理这些提醒前 身体就已经做出反应 并马上跳开了 很多事情都在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思考前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读过丹尼尔·卡尼曼·丹尔·康格曼的著作《思考》 快语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你就会明白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经过我们有意识地输入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也是为什么运动员在没有对他们下一步的动作作有意识地引导的情况下 才会有最佳表现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 他们必须让潜意识来接管 才有可能在比赛的过程中不犯错 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 如果足够自省 他会告诉你 大多数在赛场上发生的事情都不受意识地控制 他只是在简单地跟随直觉 如果我们想要设计出下一代的脑机操作系统和界面 以便能明显加快和提升我们的思维 我们就必须找到开发潜意识 并利用潜意识来处理信息的方法 我们不能只依赖有意识的大脑 只有潜意识和意识的相互作用 才能够决定我们将如何有效地把大脑的功能与数字世界融合在一起 当涉及未来的脑机软件时 神经科学将和计算机科学同样重要 尼克莱利斯的实验只涉及很少数量的动物 并且只利用了他们大脑中极少数量的神经元 所以当我们增加了实验参与者的数量 同时增加连接在一起的神经元数量时 又会发生什么呢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用超高速的脑机接口 将数千人的大脑与互联网直接连接在一起 这又将使人类获得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会不会相当于我们建造了一台超级生物电脑 这种类型的大脑网络会产生某种新形式的意识呢 而这种变异后的原大脑 又和我们正在开发的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把我们自己上传到网络上 超连接的现实 如果你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钮 就可以无缝地将你的大脑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 那么今天你会这样做吗 我会在一个微秒内就按下这个按钮 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 同时也是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联合发起人 赛巴斯蒂安特伦 Selbestian Fren 这样表示道 人类的IO 即我们的输入输出系统 如耳朵 眼睛以及嗅觉 还有声音等 都是非常低效的 如果我能够加快通过阅读 把所有的书都刻入我的大脑的过程 哦 我的天 那就真的太棒了 六十 那么 特伦关于加速阅读书籍的梦想 是否有可能实现呢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这种技术又会把我们引向何方的 把我们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 并不一定能加快我们阅读文本的速度 我们的大脑依然需要用生物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信息 而这种方式显然是有其极限的 或许使用聪明药 在大脑中植入芯片 或者通过小心翼翼的基因工程 我们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阅读速度 但是人类的思维速度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接近一台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 鉴于这样一个事实 是否有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无需阅读其中的任何一型文本 就把相当于一本教科书的信息下载到我们的大脑中呢 利用一种先进的认知操作系统 通过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或许可以在后台处理和存储这些信息 我们的潜意识早已在处理我们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信息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一机制 将数据直接输入我们的潜意识 从而绕过意识思维过程呢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将这些信息直接存储到记忆中的方式 那么无论什么时候 当我们需要回忆起某些事情的时候 所有的信息将早已在那里等候着我们 比如当我们需要回忆某个事件 尤其是需要回忆起 在当时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记住的一些细节时 一切都将会立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某些信息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有用 同样的方式还可以帮助我们删除这些记忆 采用这样的方式 未来的认知操作系统或许还可以直接映射 或复制在我们的大脑中所发生的过程 但在具体的感知上 这些过程又好像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大脑中一样 只不过效率显然会更高 另外 我们还可以将上述过程扩展到处理视频 音频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上 所以在完全不干扰我们有意识的活动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和扩展我们的大脑 当我们想要回忆某些并没有存储在我们神经记忆中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未来的操作系统还可以搜索云 寻找到正确的那一部分信息 然后再呈现给我们 这样一个系统的目标将是创造出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自然的 无缝地认知过程 但同时又能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强大的处理能力和庞大的资源 或许最终我们只需要在神经记忆里插入某种类似网络连接的指针 就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当我们需要访问某些记忆时 这些指针就可以从云端时时提取出相关的内容 采用这样的方式 整个互联网就会成为我们大脑的延伸 访问存储在远程计算机上的信息 或者访问存储在别人大脑中的信息 与我们从自己的记忆中提取信息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只是我们将拥有几乎没有限制的存储能力和处理能力 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在技术上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去上大学或者读高中呢 我相信小孩子们仍然需要学一些最基础的知识 比如日常交流的语言和如何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如果他们对于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没有基本的理解 而且在情感上也没有能够达到一定的成熟度 那么我不认为这些孩子可以真正融入一个成人的世界 小孩子们还需要开发他们的分析技能 以及进行论证的能力 有能力获取信息与理解这些信息 代表什么含义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事 所以即便我们的大脑与互联网进行了连接 学校也不会消失 然而一切都会被加速 我们或许可以把12年制的基础教育压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然后直接跳跃到大学层次的教学材料上 读完小学6年级后升级到中学 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一切都可以在超级人工智能的协助下得到解决 那么学习一项体育运动或者一件乐器又会如何呢 我们可能不得不用传统的方式来掌握这些技能 但是即便在这些领域 精通这些技能所需要的时间 也会在技术的帮助下显著缩短 在有了虚拟训练器 MAMI技术以及基因改良技术后 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钢琴演奏家所需的时间 就可能比在通常情况下短很多 那些没有什么天赋的人 或许还可以强化他们的身体 从而也能够表现出非凡的水平 将我们的大脑与互联网进行连接 不仅可以让我们获取各种信息 还可以让我们接触各种情感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情感也可能会被数字化 毕竟 我们大脑中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归结为电话学信号 将我们的快乐或者惊讶 通过互联网发送给我们的朋友和爱人 很可能就像我们今天发送表情符号一样普通 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真切地体验另一个人的情绪 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自从有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 人类只知道自己的痛苦 悲伤以及快乐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交换各自的情绪数据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更深的层次上 与其他人产生共情 想象一下 与另一个生命体实时交换情绪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情侣甚至有可能 全天不断地分享自己的感受 就好像两个独立的个体 已经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或许还能够在网上浏览和下载数字化的情绪 感觉有点心情不好 那你为什么不从互联网上下载一点快乐呢 当你看电影和听音乐的时候 你的体验甚至可以利用情绪数据得到强化 电影或许会包括一个可选的情绪体验包 其中的数据可以与电影的情节发展同步 这样的话 人们就可以体验到 故事中的人物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了 但我们完全不必止步于此 比如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进行观察会如何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或许可以截获来自其他人的神经信号 并且将这些信号通过互联网传递出去 时时地看到你的一个朋友 正在看到的东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想象一下 当一个高空跳伞者正处在半空中的时候 或者当一个足球运动员正在比赛的时候 你连接近了他们的大脑 或许你因过于害怕而不敢跳出一架飞机 或者没有足够的天赋参加一场世界杯比赛 但你完全可以通过分享这些运动员的神经信号 来参与这一切 你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的一切 感受到他们皮肤上的感觉 听到他们听到的所有东西 这将会是一次对于现实的虚拟重现 内心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明星 很可能会销售访问他们感官的权限 比如花一天的时间体验好莱坞明星布拉德 提特的生活 与著名歌手塞琳娜 戈麦斯 Selina Goldman 一起登上舞台 或者当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 达利欧 Ray Doyle 计划她的下一次在金融行业行动时 与她的大脑进行连接 如果所有这些体验都可以在网上 以一定的价格获得 那又会怎么样 人们或许会像我们今天在网上浏览YouTube视频一样 获得这些体验 我们或许不会局限于实时的体验 很有可能还可以访问另一个人的记忆 人们也许会上传他们自己的记忆到记忆银行 并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分享 这就像分享一种可以互动的照相簿 孩子可能会重温他们的祖父母 年轻时的记忆 夫妻可以交换他们相遇前的经历 人们还可以打包 并把他们的记忆当成产品销售 就像我们今天撰写回忆录和拍摄传记影片一样 很多个人会下载和交换情绪 记忆以及体验 而且在一个超连接的世界里 你或许还可以在全体人口中分销这些东西 小笑一下 当数一百万计的大脑连接到同一个网络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而这对于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当你科莱利斯把老鼠们和猴子们的大脑分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这些独立的生物会开始协调工作 就好像它们是某个单一的智能生命体一样 在我们的大脑与互联网融合在一起后 整个人类是否会成为一个庞大的蜂巢意识体 我们所有人最终是否会不自觉地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 就像你科莱利斯的三只猴子发现了如何在三维空间中移动一个计算机图标一样 一个庞大的蜂巢意识体是否有可能利用我们的群体智慧来解决各种问题 或许我们正处在建立一个群体意识的过程中 而这个群体意识将会超越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 荣格 卡尔应 曾经设想过的任何东西 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简单的场景 比如殖民者访问火星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这颗红色的行星 很快蜂巢意识体就会产生出一种在火星上生活的感觉 虽然在这个蜂巢意识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离开地球 但在这样一种感觉的影响下 他们很快也会理解在火星上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情形与我们在社交网络上 利用某些社会文化元素后所产生的结果非常类似 唯一的区别是蜂巢意识体中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有意识的参与其中 你只需要将自己接入这个大脑网络 就已经足以感受正在通过群体意识传递过来的某些东西了 这种能够感受到群体意识正在思考什么的能力 很可能会触及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想象一下 由于预风的袭击 洪水淹没了城市的部分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正在后台运作的蜂巢意识体就会不断吸收来自受影响地区的各种信息 以及人们对洪水的印象 虽然没有亲身体验或者接收到明确的指令 但人们仍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直觉 即冒险进入这个城市的部分区域会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 而这又会影响到人们可能做出的决策 蜂巢意识体对于各种社会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可能性可以说数不胜数 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生物大脑不仅相互之间可以开展合作 而且能够与超级人工智能进行合作 或许在我们大脑内部的潜意识层面 始终有一种对话在不断进行 从我们如何看待政治到我们在生活中最重视什么 这样的对话会影响我们的每一个想法 在需要我们做出某个决定前 我们很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还有这样的对话在不断进行 但随后某种第六感就会浮现出来 到那时我们才会恍然大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或许会逐渐失去对于自我的认知 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感受大多来自人是独立的生物体 这样一个事实 但如果我们把大脑与互联网连接在一起 并开始将我们最个人化的思想 情绪以及记忆与他人分享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分界线又会在哪里呢 人们会不会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无法做出独立的选择 而且到那时我们又将如何看待自己呢 如果某个人开始沉溺于其他人的记忆 并下载了他们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或者不断地与其他人交换情感和经历 那么他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人会不会因多重人格而发生认知混乱 我们的大脑有能力处理这种类型的重新编程吗 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运行的蜂巢意识体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这还会对我们产生其他什么影响 我们的大脑越是深入包含虚拟世界和增强现实的网络空间 就越有可能变得更加困惑和混乱 我们很有可能根本无力应对 或者这也有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的世界对史前人类来讲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大脑的可塑性使我们适应了这种改变 在未来 我们或许会发现上述这一切就像我们今天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在我的世界 Minecraft 这款游戏里探索了一座地下城 或者在脸书上与我们的朋友聊天一样普通和平常 没有一个生活在200年前的人可以想象上述场景 我们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脑进行基因工程改造 或者用新的技术来对其进行强化 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了 将真实和虚拟融合在一起 将我们自己的情绪和经历与他人分享 以及在大脑和大脑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 所有这一系列的能力都有可能会变得司空见惯 人类在这类活动中所花费的时间 或许将远比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互动的时间多得多 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在精神和虚拟世界中所获得的体验 要远比我们在不利用技术时所获得的体验更加强烈且更令人兴奋 换句话说 随着我们开始向一种完全模拟的存在方式迁移 不自然的东西或许也会变得自然起来 这种转变可以打破我们在生物学上天然存在的障碍 并且让我们用一种现在还无法想象的方式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 孤独这个概念将不再是一种现实 在一个所有人的大脑都连接在一起的世界里 没有人会再次感到孤独 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感觉到 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 人类本身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由数十一个活的生命体和人工智能组成的向外延展的单一有机体 如果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那么它将和人类迄今为止曾经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 所以请系好安全带然后准备好在你的头上插上网线接着打开开关脱领你原来的现实吧 因为这个世界的所有大脑都将融合在一起 强化我们的感官神经科学和感知 不是只有我们的大脑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大脑和身体都是某个单一系统的一部分 当我们开始将我们的大脑与机器集成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如何利用我们的五官 使其成为我们通向数字世界的通道 另外在网络空间中拥有一种完全集成的 无缝的感官体验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是否有可能突破肉体的限制 开发出可用于感知现实并和其他人沟通的全新方式 在杜克大学 尼克莱利斯开展了一项实验 而这项实验对于我们该如何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他首先训练了一只猴子 让它在虚拟世界里操控一具化身 而当这具化身与虚拟物体进行互动时 这只猴子的大脑就会受到刺激 这样他就能感知它触碰的是什么 所有的虚拟物体在视觉上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当化身触及这些物体的表面时 每一件虚拟物体都会向猴子的大脑 发出独特的细微的触觉脉冲 仅仅在四周的时间里 这只猴子就获得了一条新的感官通道 而这又使得它可以区分不同的虚拟物体 这就好像这只猴子基于虚拟环境的特定输入 发展出了一种第六感 当工程师推出下一代的脑机接口时 我们或许就会有机会完全改变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这里有一个你在家里就能够进行的简单实验 通过这个实验你就能明白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制造出这个现实的 这个实验也被称为橡胶手错觉 首先你要找来一只假的橡胶手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很小的纸板箱上面 接着把你自己的手放在纸板箱的下面 这样当你看到那只橡胶手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自己的手了 接下来让你的朋友用刷子刷那只橡胶手 同时你再让他用完全相同的方式 刷你放在纸板箱下面的那只手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那只橡胶手好像就是你自己的手 如果你上下移动你的手指 同时那只橡胶手的手指也用同样的方式移动 这种感觉甚至会变得更加真实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那个在大阪大学担任智能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致力于开发仿生机器人的石黑号 在远程操控他制造的机器人时也体验到了类型的感觉 当有人触碰机器人脸部的时候 很多时候即便石黑号正在几公里以外控制着这个机器人 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他的头部连接 他却仍然会觉得脸颊上有刺痛感 这是因为当他说话的时候 他正观察着机器人嘴唇的移动 而当他转动自己脖子的时候 他又在紧盯着机器人头部的移动 在很短的时间里 他的大脑开始把机器人看作他自己的一个延伸 这意味着一个结构合理 且能够利用我们的感官来向我们的大脑提供反馈的实体接口 或者虚拟接口都可以为我们创造出逼真的体验 我们的大脑可以毫无障碍地 把实体机器人或者一具虚拟分身看作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只要输入我们大脑的感官信息 可以做到与机器人或者虚拟分身的动作同步 那么无论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都会把它解释成我们自己的体验 大脑这种适应和重新解释输入信号的能力 蕴含着非常广泛的启示和意义 实验艺术家尼尔·哈比森 尼尔·哈比森在给自己的头颅安装了一根天线后 成为第一个被合法认定的赛伯格 哈比森是天生的色盲 他认为这根天线是他自己的一个延伸 因为这根天线使得他可以感知自己无法看到的色彩 这款他参与设计的设备可以将光的不同频率转换成哈比森 可以用他的头颅感知的振动 他声称他所获得的那些感觉就像颜色一样真实 这使得他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 我想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觉器官 哈比森这样解释道 当我在森林中随意行走的时候 我很喜欢那些紫外线水平很高的区域 它们的声音很响亮而且音调很高 人们通常认为森林是一个平静又安宁的所在 但是当紫外线的花朵到处绽放的时候 他还是很嘈杂的 61 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跨物种的新人类 对昆虫来讲 头上有触角 天线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很多昆虫还能够感知红外线和紫外线的频率 但是对人类来讲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已经变得更加深刻了 你将你的感官扩展的越多 你能够认识到的存在形式就会越多 哈比森这样解释道 如果到21世纪末 我们开始为自己打印新的感觉器官 并在其中植入DNA而不是使用芯片 那么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某种新的感觉器官 如果他们的父母也已经修改了自己的基因 或者制造出了某种新的器官 那么没错 这将是我们这个物种复兴的开端 保罗巴赫利塔 波波克万里塔于2006年去世 小年72岁 他被称为替代感官之父 他还是第一批对神经可塑性进行认真研究的人之一 而所谓的神经可塑性 指的是大脑在人的一生中可以持续不断地发生改变的能力 巴赫利塔对神经可塑性的兴趣始于他的父亲 一位教师和诗人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 当时医生说他的父亲再也不能说话或行走了 如果当初没有巴赫利塔在医学院读书的哥哥的干预 医生所说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最终他的哥哥决定离开医学院并承担起帮助父亲康复的责任 他让老人穿着护膝到处爬行 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产起硬币 这样的训练异常严厉 在当时被人认为非常残忍 但是这种方法最后奏效了 一年后 他们的父亲又重新回到了教书和写作的工作岗位上 而且在两年内 他已经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了 这种转变深深地触动了巴赫利塔 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辞去了工作 转而开始研究其他中风患者 尝试去理解人类的大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重新启动的潜力 在这个过程中 他意识到人的大脑中的感官通道可以互相替代 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一个教授职位后 他开始着手做一系列的实验 以证明这一点 例如 1969年 巴赫利塔利用一把被丢弃的牙科医生的椅子 和一台老旧的电视摄像头制作了一台原型机 帮助盲人重新看到东西 他让测试对象坐在这把椅子上 然后让他们感到在后背上有一大片大头针组成的网格 这里的每一根大头针都会按照输入的黑白视频中的每个像素的明暗度 以不同的强度震动 在很短的时间里 那些参与实验的盲人就已经能够分辨出图像了 而这对他们来讲就好像发生了奇迹 能看见东西的并不是我们的眼睛 而是我们的大脑 巴赫利塔也因这句话而闻名于世 62 之后他创立了VTAP这家创业公司 而正是这家创业公司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Brainport 大脑接口的设备 它可以让盲人用他们的舌头看到图像 为什么是舌头呢 因为舌头的神经密度很高 所以可以被用来将数据直接传输给大脑 用户需要佩戴一副装有摄像头的墨镜 而摄像头快把视觉数据传输给一件被放在舌头上的像棒棒糖一样的设备 这件设备会将视觉图像翻译成舌头上的细微感觉 就好像你喝碳酸饮料时的那种细微的刺痛感 刚开始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这件设备居然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维卡的神经科学家艾米 阿诺尔杜森 因你阿诺德森 这样说道 有一个家伙在看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字母时居然哭了起来 63 在使用这件设备的15分钟内 那些盲人就已经可以解释空间信息了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的大脑确实能够通过舌头来看到东西 它变成了一项学习任务 与学习骑自行车没有什么区别 阿诺尔杜森这样说道 整个过程与一个婴儿学会看东西的过程非常类似 刚开始的时候 事情可能会有点奇怪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就会让人感到熟悉起来 埃里克、威亨奈尔、埃里克·瓦罕埃尔是第一个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在他的某些攀登过程中 他已经学会了利用Brainport来帮助他确定方向 虽然那些图像是黑白的 而且分辨绿颜远低于人的眼睛能够达到的水平 但是其清晰程度已经足以让威亨奈尔更好地构想出他周围的环境 他把他看到的图像描述成用很多细小的泡泡勾画出来的图像 64 利用和Brainport同样的原理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副教授大卫伊格曼 David Eagerman 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 可以让人们通过他们的皮肤听到声音 他的第一台圆形机是一件包含32台V型电动机的马甲 这件马甲可以将声波翻译成在用户胸口 腹部以及背部的振动 令人惊讶的是 在穿上这件马甲后的很短的时间里 用户就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皮肤来翻译听觉的世界了 还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论证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这种方式不能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好使 伊格曼这样说的 65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伊格曼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他的父母曾尝试说服他在大学里学习电器工程 但是他对这门学科根本不感兴趣 所以他选择修一个很长的假期 然后作为志愿者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 接着他又在牛津大学里学了一个学期的政治学和文学 之后又跑到了洛杉矶 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编剧和脱口秀演员 但当他最后终于返回大学的时候 他选修了神经语言学课程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他开始显露出自己真正的才华 单单那些与大脑有关的叙述 就让我立刻着迷了 伊格曼这样说的 在我的眼前 这个仅有三磅重的器官承载了一切 包括我们的希望 欲望 以及我们的爱 从第一页起 他们就已经把我俘虏了 66 带着充沛的精力 散发着孩子般的热情 伊格曼带我参观了他在帕洛埃尔托的实验室 那里就像是HBO电视网拍摄的电视连续剧 《硅谷》中的场景 桌上堆满了各种布满导线的原型机 白板上写着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 他演示了他的最新发明 而这件发明 就是将原来的听力马甲改造成了一只手镯 这样用户就可以把它戴在自己的手腕上了 伊格曼的野心并没有局限在听力上 他的兴趣是增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力 他用马甲做了一个实验 在实验中 他把来自股票市场的数据翻译成皮肤上的感觉 然后再传送给了用户 而用户在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时候 下意识地就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某种感觉 他们接触这些数据的时间越长 对于挑选出合适的股票就越擅长 换句话说 他们在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 对这些数据产生了某种感觉 伊格曼设想了将这种通过皮肤 向大脑输入各种感官信息的技术 用于各种不同目的的场景 比如 飞行员可以基于飞行控制系统的数据 对自己的飞行状态获得某种直觉 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基于被翻译成处决的分析数据 感受到他们的市场推广活动正在如何开展 父母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孩子是否安康 而这种感觉主要基于用来监控孩子的脉搏 压力水平 活动 具体位置等信息的手环所发送的数据 至于我们能够接收的信息类型 其可能性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 伊格曼这样说的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你如何将来自现实世界的数据 翻译成你的物理感觉 大脑拥有非常奇异的能力 可以适应并解释任何通过我们的感官输入的信息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居住在黑暗中的 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 都只能基于输入的电脉充 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可以自动解释这些信息 而无论它们来自我们的皮肤 眼睛 耳朵 舌头 还是鼻子 所有这些都仅仅只是数据的通道而已 另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脑会逐渐学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建模 如果数据发生了改变 相应的解释也会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舌头看到东西 通过皮肤听见声音 那么对于未来的赛伯格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不能把一个机器人的身体 当成我们自己的身体 想象一下 通过脑机接口 你与一个机器人的身体连接在了一起 而当你用你的思维来控制这具身体时 一些感官信号可以通过机器人的传感器 传回你的大脑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机器人的电子眼来看东西 通过机器人的耳朵来倾听声音 并且通过机器人的皮肤来感觉周围的环境 在很短的时间里 你的大脑就会相信这个机器人是你身体的一种延伸 这些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甚至不必是人形的 它们可以是在海里游泳的云 或者是在你头顶上飞过的鸟 如果这个系统被设计得很好 可以将信号传输到你的大脑中 你就可以和这些机器人进行融合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传感器的不断改进 从任何外部来源输入你大脑的信号 都可以成为对这个世界的真实解释 就好像这些信号是由你自己的身体产生的一样 科学家可以给这些机器人配备 能够在我们通常的感知范围之外 进行感知的传感器 目前 我们的感知还局限于五官能够达到的保真度 但是我们可以用先进的传感器 来显著提升这种保真度 这使得我们可以像蜜蜂一样看到紫外线 像蝙蝠一样通过回声来进行定位 或者像鸭嘴兽一样探测到电磁波 我们或许能够品尝到之前根本不知道的味道 或者闻到我们的袖线根本无法探测到的气味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很可能会在我们的舌头 鼻子 手指或者脖子上植入先进的传感设备 而不是使用机器人 这样就能够极大的扩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力 在我们能够感知的世界之外 还存在那么多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它们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毕竟我们能够看见的可见光 也只是整个电磁频谱中很窄的一小段 如果我们通过一只螳螂虾的眼睛 来观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有16个能够分辨颜色的视椎细胞 所以能够识别的颜色数量是人类的十倍 通过脑机接口 接受一只巡邪犬传递过来的嗅觉信号又会如何呢 它们的嗅觉比我们人类强1000倍 它们可以在100码 67 以外就闻到一只猫的存在 并且在野外穿越数英里之中 已经消失了10天的气味 除了强化我们的感官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将人类大脑和其他物种的大脑连接 完全改变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尼克莱利斯在一个实验中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他的实验中 他把两只老鼠的大脑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了一起 老鼠有很敏感的胡须 它们用这些胡须来引导自己穿过很小的洞口 在研究人员刺激了其中一只老鼠的胡须后 另一只老鼠也将这些胡须感知到的内容 投射到了他自己的大脑中 换句话说 第二只老鼠开始把第一只老鼠的胡须看作他自己的胡须 我们人体的每一部分在我们自己的大脑中都有印象存在 我们的手指 脚趾 手臂 腿等都被映射在了大脑的不同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在事故中失去了手臂或者腿的时候 他们往往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些肢体的存在 虽然这些像是幽灵的肢体实际上并不存在了 但他们依然留存在人的大脑中 让我们来考虑另一种情形 你的大脑和你朋友的大脑连接在了一起 并且你开始接收你朋友的手臂 腿 眼睛以及耳朵所传递的感官信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将你朋友的身体映射到你的大脑中 如果你接收一个用大脑控制的机器人的感官信号 或者一只动物的感官信号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例如如果你与你的狗的大脑连接在一起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它的身体就会开始变成你的身体了 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想象一下 你穿上一个源自未来的拥有全身感觉 输入的虚拟现实套装 通过这个套装 你或许就能够体验凌空飞行的感觉 或者将你自己转变成其他的生物 比如一条龙或者一只章鱼 然后在虚拟世界里体验到处穿梭的快感 你操控这些化身的时间越长 你的大脑就越能够适应这具新的身体 从而为这些全新的体验创造出新的感官通道 如果我们最后设计出了远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验到的更吸引人和更丰富的虚拟环境 对此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像数字形式的生存方式过度 不仅不会收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还很有可能会在实际上拓展我们的生存范围 并使我们对于这个宇宙的理解远远超出我们今天能够达到的程度 类器官和生物超脑 这听起来很像是一部低成本的恐怖片 但是科学家现在确确实实正在实验室里用钙细胞来培养微型的大脑 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 研究人员一直在用钙细胞培养微型的肾脏 肝 人的皮肤 甚至肠子 而所有这些都被他们称为类器官 它们并不是已经完全成型的或者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 而是用来帮助对不同的疾病进行建模的不完整的版本 通过在培养敏中用肝脏或者肾脏细胞培养出一个各类器官 科学家可以研究各种疾病在早期发生的各种现象 并且用实验药物来测试新的疗法 培养微型大脑已经被证明 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有用 而且对于研究各种精神类疾病 遗传病 甚至人类的演化也很有帮助 对器官或许还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比如老鼠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的 我们是否已经处在了大脑潜力的极限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 连豌豆大小的微型大脑也有能力复制一些大脑的功能 科学家知道微型大脑能够产生电信号 但是直到最近他们才刚刚知道 这样一小撮大脑的细胞居然还可以产生脑电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些类器官维持存活的时间越长 它们的电活动就会越复杂 在仅仅四个月后 这些类器官就显示出了缓慢的脑电波 而这些脑电波与人在睡觉的时候 所呈现出来的脑电波非常相似 与此同时 细胞类型也发生了改变 细胞的多样性明显增加了 在十个月后 这些类器官开始出现一些类似胎儿大脑的电活动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这些微型大脑是否会产生意识 如果我们培养一个更大的微型大脑 并且让它花十个月以上的时间逐渐成熟 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大脑与外界连接起来 并且让它能够接收来自传感器的外界刺激 而这些传感器产生的电信号又相当于视觉和声音 那么结果会如何 这个大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而后续又会如何发展呢 这在现阶段还是一个灰色的地带 加州大学圣别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阿里森 穆欧特里 Lysson Milatry 这样解释道 而且我并不认为 有人已经对其中的潜力有了清醒的认知 68 如果我们具体观察一下 这项技术可能的发展方向 不难想象会有更加复杂的传感器 与一个越来越大的微型大脑 偶合在一起 那个被人称作赛伯格上校的凯文 沃里克目前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他已经用老鼠的胚胎细胞 培育了一个微型大脑 并且将这个大脑植入了一个机器人的身体 另外 他还用电击在这个微型生物大脑 和机器人的传感器之间搭建了一条通信通道 在这一系列的实验中 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观察到了这个大脑是如何控制机器人的轮子 甚至避开障碍物以免撞到其他物体的 这项新的研究让人非常振奋 首先 这个生物大脑控制了自身具有移动能力的机器人身体 其次 它还使我们可以研究大脑是如何进行学习的 沃里克这样说的 69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培养更大的大脑 沃里克并没有把大脑限制在只有大约15万个细胞的规模上 而是计划将细胞的数量增加到60000万个 为了让你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我打个比方 在一只普通老鼠的大脑中有70000万个神经元 而人类平均有861个神经元 问题是 如果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一个接近人类尺度的大脑 并将其塞进一个拥有先进传感器的机器人的身体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他们将这个塞伯格送入我们这个世界进行学习 并且让它逐渐成熟起来 又会发生什么 它会不会成长为类似于人类成年人的某种东西 或者成为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它的意识和我们的意识会有哪些不同 更重要的是 这一切是否符合伦理 有没有什么法律可以用来监管类器官研究 在一个微型大脑上做实验不算什么 因为这个微型大脑要比我们自己的小很多倍 但是在我们走得太远之前 这些试管大脑又可以被允许变得有多大呢 最终 我们肯定有能力培养出明显比我们自己的大脑更大 且更加复杂的生物大脑 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用类器官来创造出 比我们自己更聪明的生命形式 是否有可能通过设计 使这些实验室培养的大脑 比人类大脑更有效地与机器进行融合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遗传 如果我们将微处理器嵌入这些类器官大脑 然后再让他们与互联网进行连接 这样他们相互之间 以及与先进的人工智能之间 就能够直接进行协调 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而这些对于未来的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另一种可能性是 利用脑对脑接口设备 使我们自己的大脑与类器官大脑连接在一起 并且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大脑的一个延伸 这是不是很像在扩展我们的大脑皮质 这些类器官大脑会和我们共享一个共同的意识 还是说这些处在周边的大脑 会发展出某种独立的人格 在过去 外科医生曾经试图通过切断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连接 来控制严重的癫症 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 裂脑综合征的病症 及大脑的每一边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感知 概念和冲动 而病人会用一只手与另一只手搏斗 来争取对身体的控制权 然而 如果类器官大脑可以处于人类大脑的控制之下 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清晰的通信通道 那么他们的功能会不会更类似于 在人类的大脑中两个相互连接的大脑半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大脑与在实验室中培养的大脑连接在一起 并且通过让我们的大脑控制这些外部的类器官大脑来强化认知能力 这就像我们人类大脑的一个半球控制了另一个半球一样 另一种可能性是 如果我们患上了退行性大脑疾病 或许我们还可以用实验室培养的大脑来替换自己的大脑 如果将我们的记忆从人类的大脑转移到一个类器官大脑中是可行的 我们也许还可以将类器官大脑作为备份 这就像我们有了一个额外的硬盘 可以持续不断地把笔记本电脑中的所有文件进行备份一样 或者我们还可以选择将记忆转移到已经被安装在了机器人体内的类器官大脑中 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出第二个自我了 如果我们弄明白了如何让类器官大脑在一具活的身体外存活很长的一段时间 并且将这些大脑与机器进行了连接 那么这项技术的前景将是非常惊人的 正在到来的超级意识体 超级意识体将会如何影响我们人类 首先让我们假设 任何将来会出现的具有超级意识的智能体都会对人类抱有好感 如果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就此止步了 其次 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超级意识体 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 它绝不是苹果的Siri或者亚马逊的Alexa更先进和更聪明的版本 或者能够大幅超越人类大脑能力的人工智能 也绝不是能够执行极其复杂的计算的量子计算机 它将超越迄今为止我们曾体验过的任何东西 它是一个由无数传感器 大量的机器人 各种各样的内米机器 太空飞船以及数十一个生物大脑等实体 与一个不断扩张的 不再受人控制的 连接着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的人工智能组合后 形成的完整的实体 这样的一个实体 才是所谓的超级意识体 请想象这样的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体 它可以访问由分布在全球各地 以及延伸到外太空的数万一个智能机器的传感器产生的感官数据 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访问由数十一个被植入了神经假体的人类和动物产生的相关数据 以及由生物电脑 包括可能非常庞大的从干细胞培养出来的类器官大脑生成的数据 那么它又将拥有什么样的意识 以及对这个宇宙的理解呢 按照我的想象 它将比任何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存在都更加伟大 它甚至很可能与人类的智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我们将会是这个超级意识体的一部分 我们将会被接入网络 但需要扮演的角色还并不清楚 我们或许将只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意识体的一部分而存在 超级意识体和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定义我们所处的现实 我们会知道什么 以及我们会做什么都将完全由这个超级意识体来决定 换句话说 它将创造我们的现实 因为它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大脑 并且拥有改变外界输入我们大脑的数据的能力 你很难说它会有什么样的欲望 如果它真的有欲望的话 一个超级意识体存在的目的 可能只是维持它自己的存在 或者不断扩张它自己的存在 它可能会寻求揭开这个宇宙的秘密 而自从我们开始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提出疑问 这个秘密就一直在暗示着我们人类 它可能会控制我们所做的和思考的每一件事 或者让我们以相对自主的方式度过一生 如果说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的摆布 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那么我们必须记住 我们对于今天所处的现实 也几乎没有什么控制力 生活往往是随机且残酷的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类选择 相信一个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的存在 我们未来的存在方式 或许和我们今天的存在方式 并没有很大的区别 甚至很可能我们现在就存在于一个 超级意识体所创造的现实中 却仍然无知无觉 对我们来讲 最为乐观的结果是 我们可以对这个超级意识体 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或许就可以利用其不可思议的力量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减少各种痛苦 传播同情心 并且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以及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 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超级意识体 很可能会遭遇外星文明 以及由它们创造的超级意识体 这样的遭遇 必定会进一步地扩展意识的边界 所以这个过程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或者结果究竟是什么 我们目前也只能够猜测了 或许这只是我们在理解存在的 真正本质的漫长旅途中 所迈出的其中一步 1. Lanier Jaren Silicon Valley Shandado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4 HTTPS 冒号-3w.newyorktimes.com-2014-07-09-opinion-murin-dot-silicon-valley-sharkandado.html-左元括号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 Ford Martin Stuart Russell This is when Eyes top researchers think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will be achieved The Word November 27 2018 HTTPS 冒号-3w.doverge.com-2018-11-27-18-14362-r-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1-achieved-martin-forwardbook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3. Musk Elon Elon Musk Mark Marward said that it is far more dangerous than noob's CNBC Master 8 2013-2020-2018-igt-2014-27-18- MIT Elon Elon M Rust Elon S Elon Over S Elon K inden M C Elon Elon Texas Tangren 25 2020 4.此书已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0年出版 编者著 5.Tegmark Max This physicist says consciousness could be a new state of matter Science Alert September 16 2016 HTTPS冒号 -3w.sciencealert.com -this-physicist -is arguing that consciousness is a new state of matter Texas Tangren 25 2020 6.Tongrenad Julio Julio Tomrenad'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Might Solve Neuroscience's Biggest Puzzle BBC Future March 26 2019 HTTPS冒号-3w.bbc.com -future-article-219-0326-2 -close-close-close-to-solving-to-solving-to-puzzle-of-of-conciousness Access Tangren 25 2020 7.Cook Kristoff The Singularity Virtual Immortality And the Trouble with Consciousness Bubb Life Science October 16 2015 HTTPS冒号-3w.lifescience.com 施杀52503 -es -et -possible-to- 横-transfer 横-your 横-mind 横-intro 横-i 横-computer.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8.Denet, Daniel Is superintelligence impossible? H.org April 10 2019.HTTPS 冒号斜杠斜杠3w.light.org 斜杠conversation斜杠 Divit下滑线Chelmers 横-Denet下滑线C 下滑线Denet 横-on横-possible 横-mindsphilosoph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13 HTTPS 冒号斜杠冒冒3w.newyorktimes.com 2013冒冒04冒30冒 Books冒冒 Denet横-Denet横-offer 横-of 横-intuition pumps and other tools for thinking.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0.Sharky Noel Europe divided over robot personhood Politico April 13 2018.HTTPS 冒号斜杠冒冒3w.politico.eu-article -europe横-divided横-over横-robot 横-air横-artificial横-intelligence Personhood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1.Gilded Gilded Suzan Matthias Skos Are we ready for robot sex? New York Magazine May 14 2018 HTTPS 冒号斜杠冒3w.decat.com-2018-05-sex-robots-robot-tickets.html左元括号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2.Gilded Suzan 10 Robots feel emotions Disruption Depro 2019 HTTPS 冒号斜杠冒3w.disruption medicine.ce-10-robots-feel-emotions 斜杠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3.Gilded Suzan Sanctuary Gilded Founder Is meeting robots that are exact human replicas, starting with herself B2B News Network October 23 2018 HTTPS 冒号斜杠冒3w.debat.com-2018-10-sanctuary-a-robotics-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4.Gilded Hiroshi Hiroshi H-0-sanctuary-a-robotic-a-robots-android-interview-technology-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5.Rudovid MIT helps machine learning systems to perceive human emotions Internet of business DHTTPS 冒号斜杠冒斜杠 Internet of business .com-MIT H-0-help Machine H-0-learning H-0-systems to perceive human emotions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16.Cadebe Dina Detecting Emotions with Wireless Signals MIT News September 20 2016 2016-http-news.mit.edu-2016-detecting-emotions-with-wireless-signals-0920 Accessed on this 25-2020 17-Delcalia by Rena SoftBank Robotics Enhancers Tapered Robo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VentureBeat August 28-2018-https-venturebeat.com 2018-08-28-softbank-robotics-enhancers-pepper-roboots-emotional-intelligence-accessed on this 25-2020 18-Tuchel Sherry Jonathan Grouch Be wary of robot emotions simulated love is never love AP News Weg�� Nad Nad 20 Nijad Goldie Can this little robot is the big elder vote crunch NBC MOC November 12 2017 HTTPS 冒号 写杠写杠3w.nbcnews.com 写杠 Mock 写杠 Science 写杠 看横杠 this 横杠 little 横杠 Robots Is Big Elder Can Crunch 819 841 Accessed Andre 25 2020 21 Linko KT Scientists Developed Robot Personal Trainer To Coach AtGen The Irish News November 29 2019 HTTPS Irish News .com Medicine Daily 2019 11 29 News Scientists Developed Robot Personal Trainer To Coach At Dream 17 7 8 5 66 Accessed Andre 25 2020 22 New Study Finds It's Harder to Turn Of A Robot Than It's Bedding For Its Life The Bird August Are 2018 VHTTPS 写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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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 The Verge .com 写杠 2018 8 2 17 6 4 28 68 Robots Hen Turn Hen Of Hen Dak Hen No To Empty Medicine Accessed Andre 25 2020 23 Do Kids Care If Their Robot Friend Gets Stuffed Into A Closet I Ee Spectrum Depo 30 2012 HTTPS 写杠 写杠 Spectrum Robot on the trolley car track How valuable is robot life Interesting Engineering February 9 2019 HTTPS 写杠 斜杠 Interestingengineering .com 斜杠 Robot Hen On the trolley car track How valuable is robot life Accessed Andre 25 2020 25 Daklin Tate Could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Robot? It May Be More Lucky Than You Think The Telegraph May 7 2019 HTTPS 写杠 斜杠 3w.telegraph.co.uk 斜杠 Technology 斜杠 2019 斜杠 05 斜杠 07 斜杠 Code Hen 4 Hen Love Hen Robot Hen Romance Hen Machines Hen Code Hen Future Hen Relationships 斜杠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26 Lily Marty Twist Bride Nicole Do You Take This Robo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2019 HTTPS 1号 斜杠 斜杠 3w.newyorktimes .com 斜杠 2019-01-19-style-sex-robots.hml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27 Lily David Let's Talk About Sex With Robot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6 2009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theguardian.com 斜杠 Technology 斜杠 2009 斜杠 Sep 斜杠 16 斜杠 Sex 斜杠 Robots 斜杠 斜杠 Levy 斜杠 Longer 左缘括号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28 Teko Sherry Interview Sherry Teko Frontline September 22 2009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pbs.org 斜杠 WGBH 斜杠 Pages 斜杠 Frontline 斜杠 DigitalNation 斜杠 Interviews 斜杠 Teko.hml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29 Greely Henry Are we set for the new sexual revolution? BBC Future July 2 2019 T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bbc.com 斜杠 Future 斜杠 article 斜杠 2019 19070 2 横杠 2 横杠 W 横杠 Z 横杠 Fur 横杠 A 横杠 No 横杠 Sexual 横杠 Revolution 左元 括号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0 Levy David Sex Logman Robots Is this the end of intimacy? The Guardian December 13 2015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deguardian.com 斜杠 Technology 斜杠 斜杠 DEC 斜杠 13 斜杠 Sex 横杠 Logman Robots The End of intimacy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1 Richardson Kathleen Meet the Activists Fighting Sex Robots Furbs September 26 2018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forbs.com 斜杠 Sex 斜杠 AndreMorris 斜杠 2018 09 斜杠 26 斜杠 Meet 橫杠 的橫杠 Activists 橫杠 Fighting Sex Robots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2 Breathe Out Fruits Robots Manipulates Human InCritic New Experiment Should We Be Worried NBC Mob August 14 2018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nbcnews.com 斜杠 Mob 斜杠 Science 斜杠 Robot 橫杠 Manipulates 橫杠 Humans 橫杠 Critic 橫杠 No 橫杠 Experiment 橫杠 Shot 橫杠 We 橫杠 Be 橫杠 Warri 橫杠 NCN900361 左元括号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3 Portman Helen 69 Of Managers' Work To Be Completely Automated By 2024 Gardner Entrepreneur January 23 2020 HTTPS S冒号 斜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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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entrepreneur.com 斜杠 Article 斜杠 345 435 左元括号 Access Ton 25 2020 34 Shobo Den New Study 64 Of People Trusty Robot More Than Their Manager Oracle October 15 2019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oracle.com 斜杠 Corporate 斜杠 Press Release 斜杠 Robots Heng At Work 1015 19.htm Bell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5 Silver David Deadline's GoPlay Di doesn't need Human Help to beat us anymore The Verge October 18 2017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3w.deverge.com 斜杠 2017 斜杠 10 18 1649 55 48 斜杠 DeepMind Ego Alpha Go Zero Self Talk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6 MetroPin Denta Hard-Dimensional Computing Fury Code Leave to AI With Memories And Reflexes TNW V17 2019 HTTPS 冒号 斜杠 斜杠 Den Excess CLab.com 斜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9 05 17 Hyper-Dimensional Computing Theory Code Lead to Eleaf Memories And Reflexes AccessedOn June 25 2020 37 Hard Delet Robot HTTPS Next HTTPS In T&P HTTPS Wired Wired March 26 2019 HTTPS S冒号写杠写杠 DennyXCLab.c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8-04 17 One Machine to Rule Them All Investor Algorithm May Merge Sooner Than You Think Accessed on this 25 2020 39 Goudman Sam Microsoft to Invest 1 Billion in OpenAI Roters July 22 2019 Http S冒号写杠写杠 3W.Roters.com Article写杠 As 横杠 Microsoft 横杠 OpenAI Microsoft 横杠 To Invest Hung杠 1 Hung杠 Bellin Hung杠 Hung杠 OpenAI Hung杠 Ida CN EUH EH9 Dats S冒号写杠 2020 40 Mont Jet Ten Technology Plan Economies And Bestro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8 2019 Http S冒号写杠 3W.Economist.com Cristmas Hung杠 Specials Hung杠 Hung杠 12 18 Can 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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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 Economies And Destro Democracy Accessed Hung杠 25 2020 41 Linfield Bella Demisifying The Black Box That Is Ai Scientific American Hobus 9 2017 Http S冒 S冒号 S冒号 Scientific American sire wohl Demisifying Hung杠 The Hung杠 Black Hung杠 Box Hung杠 Dat Hung杠 Is Hung杠 I Hung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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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kin, Stephen BBC News Dicember 2014 HTTPS冒号 -3w.bbc.com -news-technology -302-905-40 左元括号 Accessed -25-2020 44-Musk,伊朗 Elon Musk's billion dollar crusade to stop the A5 apocalypse Vanity Fair Depro 2017 HTTPS冒号 -3w.vanityfair.com -news-2017-03 Elon-Musk-billion-dollar crusade to stop ASPACEX Accessed on June 25 -2020 45-Cobono Demilio Giacomo Cazellari Vincenzo Di Niccolo Sergio Pasarell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ic Pressing and Collusion Boxu.org February 3 2019-HTTPS冒号-boxu.org-article-artificial-intelligence-algorithmic-pressing-and-collusion-accessed on June 26 2020-2020 46-Birage Bayer-Key Five experts share what scares them the most about AI Futurism September 5 2016-HTTPS-1号-futurism.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hung-experts-hung-fear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47-Nolan Laura Ex-Google worker fears Taylor robots could cause mass atrocitie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5 2019-HTTPS冒号-写杠-3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sep-15-x-google-worker-hung-fears-hung-killer-hung-robots-hung-coast-hung-mass-hung-atrocities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48-Courswell Courswell claims that the singularity will happen by 2045 Futurism October 5 2017-HTTPS-1号-写杠-写杠-futurism.com-course-one-hung-claims-hung-that-hung-the-hung-singularity-hung-will-hung-happen-by 2045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49 Rothblatt Martin Life forever Maybe by uploading your brain CNBC NASI-2015-https-1号-写杠-写杠-3w.cnbc.com-2015-05-04-live-hung-forever-hung-maybe-hung-ba-hung-uploading-hung-your-hung-bring.html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50 Coinette Randall Rofael Yusti The neuroscientist who wants to upload humanity to a computer Popular Science NASI-2016-2014-https-3w.topsy.com-article-science-neuroscientist-hung-who-hung-wants-hung-upload-hung-humanity-hung-computer-hung-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51 Dimsuski Dreams Neuromorphic computing in the brain that wouldn't die CD-net February 27 2019-https-3w.zdnet.com-article-neuromorphic-hung-computing-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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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the-brain-that-wouldn't die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52 Necto Startup can preserve your brain for future upload, but it's 100% fatal Digital Trends March 13 2018-https-3w.digitaltrems.com-coo-tet-t-e-부-t-ldre-tung-hung-ge-me- Во, 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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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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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j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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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Hendrits, Michael. A startup is pitching a mind uploading service that is 100% fatal. 54.John, 6. What percent chances there that whole brain emulation or mind uploading to a neuroprosthetic will be feasible by 2048? 55.Nicolas, Nigel. Will we ever be able to upload a mind to a new body? 55.Dismodel, February 5, 2018, VHTTPS, 冒号, 写杠写杠, 写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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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3 Kurzweil Minds Upload Digital Immortality by 2045 Digital Journal 正20 2013 DHTTT 冒号 写杠写杠3w.digitaljournal.com 写杠 article 写杠352787 Accessed on 正26 2020 57 Nicolais Nidelle Monkey Brain That Resist Prospect of Human Brain-to-Brain Connection The Guardian J. uğaiow 2015ным httt e Zimmerhawk 写杠3w.thguardian.com accessed on 正26 2020 58 Nicolais Nidelle The researcher made an organic computer using four wired together red brains VICE July 9 2015 https1号 -3w.vice.com-n-下滑线 -article-bmj49v-i -researcher-made-organic-computer-using-for-wired-together-red-brains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59 Nicolas Nidell Scientists connect Monty Brins and boost their finting power Smithsonian Magazine July 20 2015 https1号 -3w.smithsonian-med.com-innovation-scientists-connect-monty-brins-and-boost-their-thing-power-hung-180-955-963-hung-180-955-963-hung-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60 Fran Sebastian Enhanced intelligence-their-sex-and-our-cyborg-future Wired December 30 Decl Heath-tts-019-httt-t-small-house-cash-3w.wired.com-story-enhance-hung-intelligence-hung-vr-hung-sex-hung-our-cyborg-future-this-est-on-j 새-w-2020 61. Harbison, Neil How a colorblind artist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cyborg National Geographic, April 3, 2017 HTTPS-3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7-04-World's First Cyborg Human Evolution Science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62.Bogu Unwritten Paul Can you see with your tongue? Discover, N31-2003-HTTPS-3W.Discover Magazine.com-mind-can-you-c-with-your-hung-tong 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63. Arnold Dawson, Danny Tasting the Light, Device Let's the Blind See with Their Tongues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13, 2009-HTTPS-3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device-let's-blind-c-c-hung-m-hung-tong-tong-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64. Wahanair, Eric Seeing with your tongue The New Yorker, N31-2003-HTTPS-3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5-15-c-hung-with-hung-hung-hung-tong-accessed on June 26, 2020 65. Eagleman, David A device for the death that lets you listen with your skin Popular science 二五斜杠的横杠Pasabellian XS1026,2020,67,一码等于0.9144米,颠折柱,68,New Artry,The Listen,Scientists recreate baby brain readings in edish,Popular Mechanics,No19,2019,https,冒号,斜杠,3w.popularmechanics.com,science,animals, 斜杠A25224015斜杠Live 横杠Brain 横杠T-Shirt 横杠Human 横杠Brain 横杠Wave 斜杠AXS1026,2020,69,Worlick,Telen,Robot with a Biological Brain,New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the Brain Works,University of Reading,University of Reading, Bordus 14,2008,https,冒号,斜杠,斜杠,3w.reading.ac.uk,nus,横杠,archive,press,横杠,release,斜杠,P2,16530.html,HatS1026,2020, 吉利语,力量的顶点,无论是好还是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这五种原动力将重塑我们人类,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了,我们无法阻止进步,但是可以引导进步的过程,并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这本书里,我描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不可改变的,未来我们会走向哪里取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现在做出的决定。 在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探讨技术所产生的危险和负面因素后,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并突出这些技术所具有的潜力。 在有智慧的人的领导下,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活得更长久,更愉快,更健康。 迄今为止,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已经远远超过它给我们带来的消极影响。 你如果审视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标准,健康程度以及人的寿命都已经得到了稳步提升。 你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的工业、农场以及大多数工作岗位的深度自动化,应该能够创造出更多和更丰富的产品、能源以及食物,与此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空余的时间投身其他的追求。 我们还将和数十亿个智能机器人一起生活和工作,而这些机器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 从教育到老年人的护理,每一件事都会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而人工智能将会具体地照顾到我们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和能力。 如果我们的进步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那么我们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极大的减少饥饿和贫困。 与此同时,在绿色科技上的创新可以使我们减轻甚至扭转气候变化,控制污染,恢复热带雨林和其他地区的生态。 随着我们对内米技术、量子计算以及新材料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不仅能强化地球上的生命,还有可能在火星和其他行星上建立起能够自己自足的殖民地。 我们还将开始超越肉体的限制。 随着生物融合过程的加速,或许用更优质的仿生学器官以及实验室培养的类器官来升级我们原来的器官和身体的其他部件会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随着我们在生物工程和遗传学上的进步,我们最终将根除绝大多数的致命性疾病,其中就会包括癌症、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孽疾。 与此同时,还可以预期,我们的寿命将会被极大的延长,甚至有可能完全战胜衰老。 当我们把演化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精英编辑工具将使我们能够重组自己的地内,这样我们整个物种都会变得更加聪明和更有能力。 我们或许不但可以设计孩子的外表,还能够决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个性。 这将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进行生物社会工程改造,赋予人们更多的同情心,消除杀人的倾向,并且提升我们获得快乐的能力。 我们甚至有可能不再是智人,因为我们会分裂成一种或者更多种不同的超人物种。 虽然给我们带来最大影响的还是与超级智能相结合的海量连接, 但是将我们的意识与数字世界融合在一起将永远地改变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成为谁。 通过把我们的大脑和人工智能连接在一起,我们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还可以扩展我们的意识。 我们将从独立的,个体的人类转变成为一个日益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由生物大脑和人工大脑组成的网络的一部分。 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宗教中,天堂被定义为使人的意识与宇宙相融合。 从肉体转向数字,是否就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过程。 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会选择完全放弃肉体,并成为某种形式的网络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意识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自由地居住在机器人或者其他智能设备中,甚至进入人工合成的有机大脑,并且以光速环游这个世界,或者深入外层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自我的概念会发生改变。 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一种可以跨越整个宇宙的转瞬即逝的力量,可以在多个不同的时空发挥作用,就好像夸克和反夸克在时空的结构中不断出现和消失。 我还可以想象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但其中的每一种所带来的问题都要比它能回答的问题更多。 与超级智能融合后会发生什么? 通过我们的机器来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将来的某一天,人类和机器是否会变得完全无法区分? 或者我们是否会完全变成某种其他的东西? 生活的美妙之处在于,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踏上这样一段旅程。 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随着新技术持续不断地涌现,它们将会用一种我们无法抵抗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向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影响事物发展的走向。 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最终如何利用我们手上的技术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 虽然我们最大的挑战就在前方,但我个人已经很兴奋地看到了我们可能会走向何方? 而且我希望本书可以作为一个起点,让你也参与这个塑造我们未来的过程,这样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思考该如何迈出下一步了。 非常感谢你能够容忍我有点过于活跃的想象力,我期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或者在这个现实中,或者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能够与你的思想融合在一起。 图书在版编幕,CIP,数据。 原动力,改变未来世界的五大核心力量,美,史蒂文,霍夫曼著,周海云役。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9。 说明原文,The five forces that change everything, how technology is shaping our future. ISDN 978-752-17-32405 一元 二 一时 二周 三 一技术革新作用经济体系研究寺 E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盒子,2021,第124541号 The five forces that change everything, how technology is shaping our future by Stephen S. Hoffman Copyright 2021 by Stephen S. Hoffma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opyright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动力,改变未来世界的五大核心力量 住者,美史蒂文,霍夫曼 译者,周海云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会新东接甲四号富盛大厦二座 邮编100029 字数 377签字 版次 2021年9月第一版 金权图字 0120213238 书号 ISDN97875217324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启蔽 1199